进入名山的 以后我们互帮互助 雨露姑娘真是善良 对 其他人都是感慨 除了灵根之外 还有生命力的测试 因为诡异仙道的修炼 对生命力依赖十分严重 如果先天生命力亏空 那可能遭遇诡捷之后 根本挺不住 在这一关 李安表现平庸 最终 考核结束 宗门内的各大主风 堂口等前来挑选弟子 赵雨露 招新第九名 你可愿娶我清临风 一个老者慈眉善目 招走了赵雨露 这让陈壮等人更加羡慕了 清临风是主风之一 进入其中 便是核心弟子 待遇极后 周如道也进入了一座 排名靠后的主风 而陈壮等 则只是被一般堂口吸纳 反倒是李安 一直停在原地 没有人要 这让他显得十分尴尬 终于 大家几乎都有了去处 连负责杂事的堂口 都直接掠过了他 毕竟 资质太差了 李安的灵根 纵然在明山之中 估计也就是个原因上线 后续连当的杂役都费劲 如果不是他在第一关表现突出 按照门规 可以进入清源山 他连站在这里的资格都不会有 薛贱 不要着急 说不定还有更好的去处等你 周如道故作大度 走过来拍了拍李安的肩膀 道 以后我们互帮互助 有什么需要 随时来清远风找我 但眼底是 掩饰不住的得意 李安叹息一声 脸上自疑不已 薛贱是吗 而此刻 一道声音却是忽然响起 一道青色的身影 已经落在了李安的面前 这是一个靓丽至极的女子 自容绝美 身姿高挑 只是气质却是极冷 给人一种巨人千里的感觉 冰山美人 可原来我三元谷 他淡淡发问 其他人都是惊奇不已 这是哪位师姐 薛贱这么飞 居然被他看中 天 早知道我也不选其他的了 哼 别羡慕了 三元谷 是清远风内最没用的一处 去了那里 基本上不可能有任何前途 还不如在其他地方当杂役呢 一阵议论声响起 李安心中微微一笑 果然 他种种安排 都是为了此刻 现在自然而然 流露出受宠若惊之色 道 弟子 愿意 三元谷也在清远山内 而且山谷之内有着一股山泉 那山泉水 在山谷中形成了一方池塘 乃是修炼的洞天福地 昔日三元谷 乃是清远山的中流底柱 初代谷主师承大罗 金仙天元仙人 奇料在四千年前太极山大战之中 天元仙人命丧里安之首 他那一脉 遭到肃敌清洗 就连三元谷的主人也没有逃过 被人暗害了 从那以后 三元谷日益衰落 每一代的谷主 大多不明不白的就死了 到了顾雪宁这一代 他师父死得更早 他本来只是和徐敖一代的弟子 也早早执掌了三元谷 需要你们知晓 我们三元谷在清远山内 虽然曾经地位十分尊崇 但如今可以说是岌岌可危 一路上 顾雪宁没有隐瞒 将三元谷的情况 告诉了李安等人 不错 除了李安之外 他又找了另外十几个资质较差 无人问津的弟子 收入三元谷 看上去颇有些积不择食的味道 毕竟 他新任谷主不久 谷中空虚 无论优劣 先有一批弟子来充当门面 还是必不可少 师父 既然如此 清远山难道不庇护我们吗 一个女弟子怯生生地发问 她名为龙威 被顾雪宁挑中的时候 还十分惊喜 现在知道情况这么严峻 不禁心惊胆战 三元谷是快宝地 当年作为三元谷出任谷主 加入清远山的条件 清远山将不此地永封给了我们 只要我们这一脉传承不断绝 清远山其他长老 丰主等人都不得染指 所以 你们得务必记住 外界的敌人固然可怕 但内部的敌人 或许才是真正致命的 顾雪宁话语沉重 十几几个弟子 脸色都难看了几分 唯独李安却是有些诧异 这些官窍他自然早就想到了 但顾雪宁能够对这么几个 新入门的弟子 据实相告 也算十分难得 顾雪宁的目光 也淡淡朝着李安看了一眼 这些弟子之中 其实唯有薛剑一人 让他另眼相看 毕竟道心坚韧 还算难得 不多时 众人已经进入三元谷内 在浓郁的诡异之气滋养之下 草木蜂长茂盛 溪水之中不时有鱼儿跃起 张牙舞爪之壮 愁陋争獰中 透露出强大的气息 那些鬼鱼的修为 竟都近乎成仙 也因此被不可名状影响了 从此之后 你们便是我三元谷弟子 这是一篇入门心法 你们要好生修行 顾雪宁当即教给众人一篇心法 一群弟子欣喜非常 另外 我近期需要闭关 你们可以在山谷之内 随便选择地方居住 每个月 山内都会送月利过来 薛剑 你乃我首图 便负责接收分发之事 李安宫进行了一礼 顾雪宁随即离开 十几个弟子出入此地 暂时忘记了三元谷 面临的巨大隐忧 欣喜地开辟住所 大师兄 你住在那边也太偏僻了 这个地方好 你过来和我们一起啊 对 大师兄 我们帮你搭建住所便是 几个弟子 都是讨好的开口 李安微笑谢绝 自己搭建了一栋木屋 然后入内开始修行 顾雪宁给的心法 他只是随便看了一眼 就已经丢在一边 确认无人关注他之后 开始自己修行起来 浓郁的诡异之气 好似涓涓细流一般 涌入他的躯体 肉眼可见 这个速度非常快 实际上 这还是李安怕 惊扰了顾雪宁 有意控制的结果 否则他真的火力全开 恐怕会掠夺 整个山谷内的诡异之气 形成义气漩涡等异象 诡异之气进入体内 被丹田之中的 黑白墨盘碾碎 吸收 黑色异方的力量 不断增加 李安代表死亡之力的修为 迅速地增长 练气 助击 第三天傍晚 他已经顺利冲进结丹境界 三日结丹 这个速度 纵然在仙界都算是骇人听闻 但对李安来说 却是十分正常 毕竟 这些境界 他早就已经走过一次了 不过是重新取回而已 我现在的生命形态 会逐渐偏向诡异生命 因为体内的墨盘 在失衡 诡异之气 本质上是疯狂 毁灭性质的 我也需要吸收 大量的仙道气息 来进行平衡 李安难难 不过 目前境界还低 这种失衡影响不大 可以让死亡之力 暂时领先 就这样 李安在青原山三原谷内 安顿下来 由于顾雪宁闭关 所以 他们显得无比的自由 为了掩人耳目 李安也经常会出去 和大家一起苦练心法 三原谷内 还有书斋 他也经常进入书斋之内 学习服录 阵法 练气等内容 一眨眼 已经是三年过去 李安的诡异修为 已经摸到了仙境边缘 三年内 顾雪宁出关过两次 对众人境界进行检查 并且提点 李安的修为进度 明面上 只是助击初期 在诸多弟子内 并不算是拔尖 如果是在玄阳宗 那样的小宗门 李安这种资质 三年内 估计连练气初期 都没有走完 但此地 毕竟是诡异名山 诡异物质作用之下 繁琐草木 都能疯涨成精 不对 李安 却从顾雪宁的态度中 觉察到了异常 顾雪宁当初 亲自前去招纳弟子 显得十分重视 更是通过徐敖 让名山之内都知晓 他振兴三元山的决心 但现在 招来了李安等人 却没有对李安等人 有多么上心 虽然说 李安等人资质废柴 上限不高 但他的确没有用心 就连教导 似乎也只是 例行公事而已 他并不是 为了所谓振兴三元谷 才留下来的 李安得出一个结论 当初他似乎也是有机会 参加云罗先公的选拔 云罗先公乃是云罗先尊所创 如今独尊鬼域之中 胜过青元山 这等名山千百倍 他竟为了守住 一脉传承 就留下来 天元先人早死 在四千年前 三元谷初代 谷主也是历史中人 顾雪宁能对那些人 有多深的感情 值得他这样付出 三元谷又不是道宗 怎么可能培养出 这种死心眼的人来 他利用李安等人 在青元山高层面前演戏 说不定只是为了遮掩 自身真正的意图 毕竟他弃云罗先公之机缘而不顾 也太过异常了 可又有什么东西 比云罗先公的机缘 还要有吸引力 李安心中 隐隐约约有了一个方向 再想到天庭那边 都派出了赵羽露这样的奸血 怕不是真的 与长生机缘有关 无论是否真的如此 目前来看 都有必要参与一下 如果风暴正在靠近你 那永远不要做一个无知的人 看见风暴 认识风暴 主宰风暴 李安一番深思熟虑 决定展现一下 他在阵道之上的天赋 按照他现在的水准 对顾写宁来说 他就是个完全无用的废柴 根本不会向他透露分喉 亦不会让他参与 除此之外 他还需要一些奇遇 毕竟 他目前的境界太过低微 纵然在阵法上有天赋 突然间实力暴涨 也是说不通的 第二天 李安主动出山 前往宗门的试炼秘境 为了鼓励弟子参与试炼 清元山有意为之 让秘境中保存了许多奇物 咦 薛剑修 他刚刚进入试炼秘境入口 就遇到了两个熟人 都是当初和他一起参加招星的 如今 两人修为都已经到了原音左右 而李安明面上 只是堪堪杰丹出气 薛剑 你也要进入其中试炼吗 不妨等陈壮到来 我们一起 其中一人开口 不多时 陈壮也已经到了 和他一起的居然还有 当初盛气凌人的周如道 他们两人修为 已经到了原音巅峰 算是几人之中比较强的 见到李安也十分意外 同样邀请李安和他们一起 就连周如道 曾经对李安态度不好 如今也已经转变 他的命运倒是颇有些 类似于赵仙传 这些人和李安不曾交恶 如今 见李安如此落魄 所以出于同情以及怜悯 愿意让李安跟随他们一起 李安却是摇头拒绝 道 我只想在外围区域 混点低级资源 不会深入 和你们一起 只会拖累你们 陈壮叹息了一声 赵师姐来了 他这次也是冲着大鬼丹去的吗 大鬼丹 据说是宗门内 一位金仙长老炼制的仙丹 乃是秘境中的最强之物 如果得到 甚至可以让人直接冲击到 仙人境界左右 效果极为逆天 但究竟在何处无人知晓 但一定是位于最危险的地方 一般人根本不敢觊觎 能够引动赵师姐前来的 也只有这东西了 在众人议论声中 李安也回头看去 果然看到了意气风发的赵宇璐 他一身淡白月衫 笑意盈盈 众星捧月 在身边还有几个 俊男靓女相随 都是同层次的人物 这个来 自天庭的卧底 已经打入了清源山 这一代弟子中的核心 他远远也看到了陈壮 周如道 李安等人 陈壮远远 微笑摇手示好 周如道眼中 黯然不敢看他 显然有伤心事 李安却只是默然 真的 很无聊啊 赵宇璐目光 从李安身上一扫而过 没有丝毫停留 当初招星之时 对李安的半分青睐 早已经消失得干干净净 很快 秘境开启 众人都进入其中 试炼秘境 乃是一处 生长着无数鬼兽凶灵的 混乱之地 每个弟子 都需要进行厮杀 才可能得到机缘 李安只在外围转悠 他暗暗开启了 属于金仙及躯体的耳力 眼力 直接没有动用神石 不断侦察着 仅仅是三天时间 他几乎就确定了 那枚大鬼丹所在的位置 一处洞穴之中 有一条仙人级别的巨盲守护 须知 仙人级以上的弟子 就不能再进入此地了 所以 想要得到大鬼丹 必须要有 逆行发现的资质 李安谋划良久 一个计划成行 不久之后 有人无意中 闯入此地 发现了大鬼丹的踪迹 消息传开 顿时引发了一场大狩猎 几乎所有 高手都来了 攻打山洞 一场大混战中 大鬼丹 真的被一个天才夺走了 但是 就在这位天才 急忙忙想要离开鬼境的时候 在外围居然出现了 一具游业的强大鬼兽 修为高达杜杰期左右 堵截这位天才 一场血战 这位天才几乎被灭杀 最终无奈 丢下大鬼丹逃命 而大鬼丹 正好被在外围 寻找机缘的李安得到 天降奇缘 他直接将大鬼丹给服下了 修为暴涨 直接到了杜杰初期 李安竭尽全力 利用地形布阵 居然勉强挡住了鬼兽 其他人追杀而来 鬼兽也被惊走 当赵羽露 陈壮等人得知 是薛剑拿到了这份机缘的时候 他们每个人脸上的表情 都十分精彩 赵羽露自然看不上大鬼丹 他来找大鬼丹 多半也是 抱了和李安一样的心思 利用大鬼丹生机 不至于暴露 自身的真实水准 但如今 剑被李安所得 他也不禁有些感慨 薛剑这丝 难道是真有些大福元 在身上的不成 暴殿天物啊 周如倒连连跺脚 这样一枚大鬼丹 如果好好调养了再用 可能会直接成仙 但是 他居然就这样吃了 最终只得到了 杜杰初期的修为 太浪费了 很多人也都是有同感 甚至有人直接说 李安这种废物资质 用了大鬼丹都没成仙 意味着 他这辈子潜力 几乎耗尽了 薛剑兄 当真是寄人身后 以后 可要多多关照我等 我们过几日 有个聚会 请薛剑兄同来如何 陈壮等人 则是心情复杂 羡慕 嫉妒 同时又改换了态度 李安 只是一一拒绝 他准备离开 薛剑哥哥 这个时候 赵与露那熟悉的微笑 出现在李安面前 道 薛剑哥哥 服用了大鬼丹之后 可是需要调整的 否则可能会反伤自身哦 这是我之前准备用来 巩固吸收的丹药 都送给你了 他取出一堆宝贵丹药 塞进李安手里 李安眼中露出了惊喜 感激之色 甚至有些结巴 羽露姑娘 我 我 我们是好朋友 不要在乎这些 赵羽露甜甜一笑 道 对了薛剑哥哥 你来争夺基元 三元谷谷谷主 没有指点你吗 他好像很久 都没有出现过了 李安心中一动 赵羽露这是在通过 他刺探顾雪宁的行踪吗 师父一直在闭关 你找他有事吗 李安道 也没有了 只是需要一样东西 只有三元谷中才有 所以想要见见顾谷主 薛剑哥哥 等顾谷主出关之后 你能告诉我一声吗 好 李安很爽快地答应下来 然后发出了一个 舔狗的邀请 羽露姑娘 我可以邀请你 一起到月湖旁走走吗 好啊 赵羽露正有许多疑问 想要从李安这里打探 自然答应下来 许久后 李安回到三元谷 和赵羽露一番交流 他故意做得忐忑非常 但是却也从赵羽露那里 拿到了不少信息 不错 李安根本对他没有兴趣 但是 从他刺探李安的过程中 他自身也会暴露 对于李安 这种老狐狸来说 太简单不过 他果然是来青原山 寻找某样线索的 看来 他现在已经将顾雪宁 当作一个重要目标了 李安越发确定 顾雪宁 必然有问题 他回到山谷后 却见一个弟子 早已在等着他了 道 大师兄 师父传诏 李安心中 不经一喜 当即前往 拜见师父 三元炉内 李安朝顾雪宁行了一礼 几年过去 顾雪宁仍旧是那副冷淡无比 巨人千里的形象 他淡淡道 你拿到了大鬼蛋 突破道度节了 启禀师父 纯属侠侠侥幸而已 李安道 运气只会眷顾有实力的人 你在阵法一道上 颇有些天赋 顾雪宁 似乎沉淫了一下 最终还是一挥手 一张图纸 已经出现在李安面前 看得懂吗 李安大致扫了一眼 顿时诧异 这 化骨大阵 怎么连顾雪宁 也在研究这个东西 这阵法 十分复杂 弟子 只能看出一些最简单的东西 想要往生了感悟 恐怕需要很长时日 李安恭敬地回答 很长时日吗 顾雪宁成音片刻 道 你拿去好好参悟吧 此物来之不易 乃是阵法 一道上的精华 能参悟多少 都是你的造化 倘若 你能从中得到一些东西 说不定你未来真的能凭借阵法一道 在青原山内立住脚跟 他并没有告诉李安 研究这化骨大阵有什么用 李安也不问 当即恭敬道谢 取了阵法图 退去 他走之后 顾雪宁叹息了一声 道 如果没有这化骨大阵 如何挡得住太乙 甚至是大罗的窥伺 那东西 终究不好取 再等等 得到阵法之后 李安埋头装作研究起来 实际上 他主要在做的事情 仍旧是不断吸收诡异之气 恢复自己的修为 毕竟 他应该 已经是这世上唯一一个 掌握化骨大阵的人物了 想要糊弄顾雪宁等人 轻而易举 定期展现一些进度 也就是了 道士赵羽露对李安颇为亲热 时不时会来信 通过找他切磋修为 谈论道经等各种理由 对他旁敲侧击 获取关于三元谷的消息 当他知晓 李安最近 正在奉施命研究阵法的时候 他更是大感兴趣 想要得到那阵法屠路 李安拒绝了 给他一点甜头必不可少 但只能给他看 对于女人想要的东西 让他得到 还是让他觉得 他能得到 就是老实人和茶王的分界线 果然赵羽露对李安更加上心 走得更亲近了一些 甚至就连周如道 陈壮等人 都是听到了一些流言蜚语 对他无比羡慕 但也给他带来了一些麻烦 一些恶意 我和薛剑哥哥 真的只是普通朋友 他是我最欣赏的人 一个男人 就该像他一样 不像命运屈服 拥有强大的上进心 关于这些 赵羽露只是这样解释 时间飞逝 一眨眼 又是十几年过去 这中途 顾雪宁只找过李安三次 都是询问关于化骨大阵的阵法情况 李安拿捏得很好 他表现得较为突出 但是又不至于逆天 看上去 就真的只是一个颇有天赋的弟子 在倾尽全力刻苦修行之后 达到了极限 顾雪宁不置可否 但李安看得出来 他对李安这个原本收来充当门面的弟子 已经越发喜欢了 毕竟 一个刻苦无比 不屈于命运的人 是容易惹人同情的 还可以 这一天 他再一次考教李安的修行成果 李安见时机已经成熟 故意放出了一些重量级的东西 这让顾雪宁连连点头 眼中已经有些异彩 他是真的没想到 李安居然研究得如此深入 此人灵根虽然极差 但是这份悟性和毅力 的确是很不错的 多谢师父大恩 这份阵法 让弟子对此道的理解 上升了不止一个层次 弟子定为师父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李安适时开口 这是在勾他呢 快 到底想要做什么 顺着这话说出来吧 但顾雪宁却是微微闪过一抹犹豫之色 最终还是白白手 道 有这份心 为师十分高兴 你先去修炼吧 李安不禁诧异 他居然还是忍住了 不让李安参与 不过 他转念一想也是释然 纵然李安是他招收的弟子 但是他想要的东西 明显干系甚大 纵然李安 他可能也信不过 所以 他还在犹豫 前妻给李安阵法 让李安研究 说明 他的确需要人帮忙 现在不直接让李安入局 则是有所顾忌 李安不动声色 道 弟子遵命 离开之后 过了几天 他和赵羽露再次见面 在一座没人的山峰之上 两人并肩看西洋 赵羽露自然而然 玩起李安的胳膊 靠在李安的肩膀上 他一身月白群衫 秀发随风飘舞 发香吹来 李安心脏砰砰跳动 薛剑哥哥 我想见见你师父呢 毕竟 你也该拜见拜见他老人家 赵羽露脸颊飞红 仿佛普通的世俗男女 终于聊起了剑家长的环节 李安的心脏 也瞬间砰砰跳动起来 他嘴角露出了一抹得逞的微笑 师父他老人家 最近正在紧要关头 如果闭关成功 他可能会离开 但去哪 我也不知道 可能最近没时间 李安不经意间 透露了一个消息 赵羽露微微一领 道 你可是他的首徒 他没有告诉你吗 李安摇摇头 师父只是此前 让我学过一个阵法 但我前几天问他 他不曾对我说起 要去何处 似乎不打算让我知道 赵羽露微微沉思 香唇贴近李安的耳朵 在李安耳畔喝气如蓝 道 哥哥 顾谷主究竟教了你什么阵法呀 告诉人家好不好吗 他在李安的脸上 亲了一个 李安情难自意 便翻身将他压住 他下意识地想要反抗 毕竟 他只是要利用李安 吊着李安 就是他最好的尺度 他没想到李安 一直表现得如纯情小子 此刻 竟是如此凶猛 在他想要推开李安之时 李安已经咬住他耳垂 低语道 一个守护阵法 听到李安 告诉他阵法内容 他顿时一阵僵硬 犹豫了一下 竟然是没有反抗 许久之后 李安 把他彻底搞清楚了 和道宗无关 他应该是 红波仙子一脉的人 实际上 李安如果运转神功 也能探查出来 但如果 他身上有什么防身质保 就有可能被他发现 所以 李安才采取了最保险的方式 肉炭 哥哥 这件事 不要告诉其他人哦 他奄然一笑 整理衣裳 虽然这场游戏 他已经是玩脱了的状态 本来是想钓鱼 没想到 被吃了 但他从李安这里 得到的收获 也非常重要 他基本上可以确定 李安修炼的阵法 应该就是划骨大阵 放心 我不会说的 你也不要往外说 师父告诉过 不能外线 李安似乎又恢复了 那个拘谨 而稚嫩的年轻人形象 两人变下了山 过了几日 滚开 我要找顾雪妮 在三元谷外 忽然一道 愤怒的声音响起 李安正在闭关 马上出门 朝着谷口赶去 谷口处 防护阵法 已经亮起 两个负责守谕的弟子 脸色苍白 难看非常 而在山谷口 乃是一个老者 他脸色愤恨无比 还有其他几个年轻弟子 跟着他 李安扫了一眼 赵玉露果然也在其中 李安早有预料 但是却脸色正重 走上前去 啊 岑长老 我师父 正在闭关 谷中之事 吩咐有我代劳 他认识此人 此人乃是炼药堂 长老岑千恋 代劳 你代劳得了吗 岑千恋怒气啵啵 将一个药瓶 摔在李安面前 冷声道 这是你们 三元谷提供的药材 炼出来的紫节丹 让谷中好几个天才 都出了问题 如此严重后果 你一个弟子 也能代劳 李安眉头一皱 捡起丹药瓶 看了一看 他道 岑长老 我虽然不懂仙药一道 但就算 这丹药有问题 也不能直接说明 是我们三元谷 提供的药材有误吧 说不定是炼药的人 记忆不惊呢 记忆不惊 你在质疑老夫的 炼药之术吗 岑千恋更加愤怒了 一把朝着李安 抓了过来 封住李安的衣领 威胁道 你再说一遍 李安本来 也怀着把事情搞大的心思 此刻毫无畏惧 啊 岑长老 既然你说 我们三元谷送过去的 药材有问题 为什么不把有问题的药材拿出来 倘若 真是我们三元谷的问题 我们三元谷 一定会给贵唐一个交代 但捉贼捉脏 没有脏物 却泼脏水 我们三元谷 不会认 话语丝毫没有松软 一时间 曾千恋怒火万丈 已经扼住了李安的脖子 似乎只要一使劲 就能将李安彻底击毙 三元谷中其他的弟子 无不是吓得脸色苍白 被曾千恋经先及的修为 压制的静若寒蝉 瑟瑟发抖 就连跟着他过来的一些天才人物 此刻也都是吃惊 这薛剑也太运气了 一个小小肚竭 居然敢挡进仙的路 前辈想杀我 易如反掌 这里是三元谷 没有证据 就杀我们三元谷的人 李安坚难开口道 宗门之中 怕是不会答应 曾千恋眼睛微微一眯 竟然是怒火见消 冷道 好 好 好 我不杀你 然后 将李安随手一扔 直接砸在了远远的山林之中 许多巨树都被砸断了 李安坚难起身 脸色苍白 嘴角都是鲜血 曾千恋就要往谷内走 给我全面激活 防护法阵 李安却是咬牙开口 奋不顾身 落在阵位之中 竟然是将三元谷大阵全面激活 然后毫不犹豫 直接朝着曾千恋 练轰纱二去 曾千恋脸色大变 好你个数字 你想找死吗 三元谷的大阵 也是惊仙级别的 此刻全面激活 倒是真让他有些麻烦 他只好退了出去 脸上的杀意大胜 道 你死定了 就算杀了李安 会让他因此在宗门内被处罚 他也要杀了 李安这是完全不给他面子 如果任由一个小辈 这么对他 他却没有击毙对方 他颜面何存 蝼蚁 可以无视 但如果蚁蚁蹬鼻子上脸 还不拍死 就是软弱了 大师兄 你撑不住这大阵的 其他弟子脸色难看非常 这可是惊仙级的大阵 李安一个杜结期的修者 能够维持多少 每一分一秒 他都会受损严重 我市正在闭关 任何人不得打扰 想要求见我师父 须等他老人家出关之后 蒙威 你去看看师父有没有出关 向他禀报此事 李安话音已经在颤抖 但却勉强支撑 古外存千恋一言不发 而其他弟子都是脸上冷冰 赵羽露张了张嘴 没有说话 他心中颇有些复杂 他没想到 李安居然如此忠心耿耿 为了守护顾雪宁 不惜付出生命 此人倒是个忠智之士 可惜了 他心中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 对他来说 李安只是台阶 早晚都会是一个死人 李安只坚持了 不到半刻就已经喷出一口鲜血 无力维持法阵 瞬间跌落而出 而法阵无人维系 也瞬间吸了大半 小子 我要让你明白 挑衅金丹 乃是死罪 岑千恋毫不犹豫 大手直接朝着李安一抓 李安此刻已再无防守之力 只能哀叹一声 然后抬眼 死死盯着岑千恋 眼中没有半分畏惧 眼见他就要被岑千恋所杀 但就在此刻 一道鲜光 却是忽然从山谷之内发出 落在了李安身上 居然挡住了 岑千恋这一击 岑长老 何必对一个后背动手 顾雪宁的声音已经响起 下一瞬 他已经到了场中 岑千恋眉头一冷 道 顾谷主 你可算是出来了 你们三元谷 给的药材有问题 弟子更是不知敬畏 居然敢对金仙挑衅 这些事情 怎么说 顾雪宁随手一挥 那个药瓶 已经落在他的手中 他淡然道 这丹药 真是岑长老练的 岑千恋道 你什么意思 我不信 顾雪宁淡淡道 岑长莲乃是我们青元山内 最强的仙药师 如果送去的材料 真的有问题 经了宁老的手 却没有查验出来 还被炼成了丹药 这说出去 谁也不会信的 岑千恋不经语色 这一点 他早已想到了 炼药出了问题 他这个炼药师 怎么脸上都不好看 就算是药材的问题 可你炼药师 难道不经炼药物 药物过了你的手 却没有看出来 只不过 这次事情 涉及到了诸多天才 会引起高层重视 相比起 背负毒害 宗门天才的罪名 他宁愿 让人质疑 他的能力 不得已而为之 所以 我猜这份药材 应该是岑长老用来 给某位弟子练手的吧 只是爱徒星 切出了问题 想要替徒弟出头 顾雪宁微微一笑 道 当然 我并不是否认 我们三元谷一定没有问题 他说完这两句话 就没有再继续纠缠责任的划分 而是转头看向一众天才 道 这次的事情 给诸位带来了些许麻烦 但并非不可逆转 这样 我三元谷再出七珠天仙药 请曾长老炼制丹药 为诸位滋补到体如何 另外 我三元谷愿意给诸位 另外再送一份天仙药 只不过 这件事就当没有发生过 如何 此言一出 几个天才脸上 都是浮现喜色 天仙药 对他们这个阶段来说 也是十分珍贵的 这样 也好 对 他们都是点头 就连曾牵练 方才怒火千丈 此刻也不经意领 顾雪宁这样处理 的确两全 此女不简单 不过 她既然愿意当冤大头 出了大部分赔偿的东西 那她自然也该顺扑而下了 毕竟 真的闹上去 她的名声终究不好看 如此 我答应了 当即 她也开口 然后看向李安 道 不过此人 此人是我首徒 倘若曾长老要追究她的话 那不妨 还是请山主评断 顾雪宁冷冰开口 曾千恋 莫然一笑 有这样的徒弟 倒真是一件幸事 罢了 罢了 事情圆满解决 顾谷主 而赵雨露 却是单独上前 一笑道 我不想要天仙药 想要另外要一样东西 不知谷主 能否阴郁 顾雪宁思存道 你说 赵雨露道 借一步说话如何 顾雪宁淡然 看了她一眼 道 随我来 不久之后 曾千恋一行人 离开三元谷 李安服下了顾雪宁给的丹药 气息已经渐渐恢复 顾雪宁前来看望 师父 李安想要起身行礼 顾雪宁却是道 躺着便是 不必多礼 感觉如何了 李安感觉到 她话语中 明显已经多了一份亲近 好多了 死不了的 李安一笑 终究是莽撞了一些 顾雪宁摇摇头 弟子承蒙师父大恩 才有今日 这条命 都是师父的 纵然死 也不回 李安低头 顾雪宁眼中 不禁露出一抹赞许 欣慰之色 道 好好休养 过几日 我带你去个地方 李安激动地点点头 然后又道 师父 那赵羽 路问你要了什么 可是漫天要价 顾雪宁道 问我要了一份功法 我给她抄录了一份 没什么要紧 不用管 顾雪宁便已经离去 李安却是私存起来 这次的事情 可以说是她一手策划的 顾雪宁对她 不太信任 所以 李安需要一个事情 来证明自己 提升自己 在她心中的地位 她将顾雪宁的事情 透露给赵羽露 就是肯定 赵羽露会找事 来接近顾雪宁 李安则挺身而出 博得好感 现在 一切顺利 赵羽露也只是 李安的工具而已 只是 她却不解 赵羽露找顾雪宁要功法 不对劲 一份普通的功法 需要她费 这么大功夫吗 她恐怕要的 只是顾雪宁亲手 拿出来的东西 有了这样的东西 她或许就能施展 某些秘书 追踪顾雪宁 李安心中 也有了猜测 李安恢复得很快 仅仅是第二天 李安就迫不及待 离开山谷 她甚至没有和顾雪宁打声招呼 离开山谷之后 她直接离开青原山 她先是去山下的一座小镇兜了一圈 确认顾雪宁并没有跟来 她这才改换容貌和生命契机 隐藏到了距离山门口不远的一处山门之中 虽然已经没有命中 但她体内的黑白墨盘 却也同样具备隐秘气息的神效 她挖了个坑 将自己埋入土中 与大地融为一体 而且关闭了神石 纯粹依靠自身的尔利等本能 来感知外界的情况 她来这里 目标是猎杀 根据李安推测 赵雨露从顾雪宁那里拿到了东西之后 一定会想办法下山 将东西和消息传递给天庭那边的师门 她的师门乃是红波仙子一脉 李安可不想在这个时候 和红波仙子这些老熟人打交道 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掉赵雨露 而且 要在她将消息等传递出去之前 而赵雨露为了不暴露自身 这几天还跟随其他天才一起 想用层牵练 重新帮他们炼制的丹药滋补身体呢 等消化完毕 她一定会马上找机会出来 或者是让其他的卧底出来传信 毕竟 红波仙子一脉 在青原山内的卧底究竟有多少 谁也不知道 不过 李安推测 这些卧底的修为都不会太高 修为越高 越是惹眼 天仙极以上强者 极难掩饰 而且 应该是自四千年前太极山大战之后 星天庭剑里 长青仙尊才允许真正的养命助仙诀传开了的 也就是说 除了长青仙尊 红波仙子 紫仙子等人以外 其他的修行者 修炼养命助仙诀最长的 也不会超过四千年 这个时间 根本不足以将养命助仙诀 修炼到天仙或以上境界 既然所有卧底 最多就是玄仙 那李安自然就十拿九稳 一点不耽了 他就在这里等待着 整个人似乎都与大地融为了一体 虽然深埋地下 但是周围数千里的区域内 却都无法逃过他的感知 一眨眼 两天过去了 这一日 李安终于心中一动 他终于感知到了赵雨露的气息 赵雨露与另外两男一女 一起下山 出了山门之后 他和另一个男子一起离开 而另外一男一女 也分散开去 两个卧底 李安心中微微一灵 和赵雨露等人一起下山的那个女修 居然也是和赵雨露一样的 赵雨露可谓十分小心了 他与另一个卧底一起下山 如此一来 就算有人真的暗中盯着 谁又知道 是由他们哪一个来传递消息的 甚至 他们之间多半还会有独特的联系密法 只要其中一个出了事 另一个多半也会惊觉 但李安却只是冷笑了一声 他悄无声息地跟上了那个单独离开的女子 那女子从山下小镇出来之后 速度飞快 想要离开 但 刚刚走出百里之地 忽然他感觉周围虚空一阵悸动 瞬间脸色大变 身上有光芒亮起 护体法宝已经有所感应 但一只大手猛然探出 这个女子一声淒厉的惨呼 直接被李安给抓住了 她根本来不及有任何动作 就已经感觉身体一阵僵硬 被死死控制住了 她的眼中惊恐无比 因为 能够让她如此狼狈 丝毫没有反抗之力 意味着出手的至少是一位金仙 自己居然被金仙强者给盯上了 这怎么可能 难道暴露了吗 而就在她心念电传之间 李安已经运转不灭天魔宫 魔器滚滚 将她的元神都给练了 直接化作一具傀儡 两人同时传讯 只不过 关于他们来此的目的 居然被人下了大逻辑的禁止 根本无法知晓 应该是红波仙子亲自下的手 怪不得就连青原山入门时候的检查 都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将她戴上 李安迅速追踪赵羽鹿而去 对方的速度也很快 但是在李安全力追踪之下 很是很快找到了对方 两人去了距离青原山 二十多万里外的原野山脉 此地生长有一些特殊的灵兽 对于尚未成仙的修者来说 倒是有些价值 李安毫不费力地找到了他们 在一个瀑布之前 水潭之中 这对狗男女正在不知羞耻 李安却并未惊动他们 而是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况 随后取出一些早已炼制好的阵旗 悄然布置在周围一片山林之中 不久之后 这对狗男女已经势必 走出瀑布不远 李安直接激发了仙人级的阵法 轰隆 大阵落下 那男子刚刚享受了一番人间美好 此刻魂飞天外 他修为不及仙人 身上有些法宝阻拦 却也只是被一扫而过 顿时抱成了一团血污 但赵羽鹿却是脸色大变 他只是一犹豫 然后马上转化出仙道修为 玄仙级的修行力量爆发而出 无论是谁都要杀了你 赵羽鹿脸色阴沉 他展现出仙道修为 就已经是全部暴露 布阵之人绝对不能留活口 但 他刚刚要撕裂大阵 忽然感觉被什么东西击中丹田 竟是将他防护都给击碎了 命中也瞬间受损 气急紊乱 修为跌宕 他猛然落在了阵法中 脸色苍白至极 抬起眼来 只见一道人影一闪而过 他就已经被此人一脚踢飞了 重重落在不远处 感觉浑身都要碎裂了 他连此人的面容都没有看到 后背处就已经被人大掌贴住 他的命中 居然不由自主地转动 将他重新恢复 成了诡异生命 赵羽鹿翘脸上惊恐万壮 这是怎么回事 自身的命中 居然不受自身控制 这不可能 但这只是开始 在他生命形态被转化过来之后 他体内的命中 竟像是被人给连根拔起 直接吸走了 什么 他真的骇然到了极点 自己究竟遇到了什么魔鬼 难道是传说中的滔天大魔吗 不 不可能 滔天大魔明明在四千年前那一战之中 就被雪剑魔君里安给图了 可除了那滔天大魔 这世间还有谁能够掠夺命中 不 这个信息太重要了 甚至比师门那边 让他探查的线索都要重要 应该传递回去的 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 他浑身僵硬 而仙人及大阵的力量 已经瞬间落下 在失去了命中之后 他已经无法转换出玄仙及修为对抗 直接身体都被斩得支离破碎 变成了一地的血污 赵宇露 死了 他最后到死 也不知道究竟是谁杀了自己 赵宇露死后 李安平静地清理了一下现场 打扫得干干净净 但是却又故意留下了一些痕迹 那些痕迹是只有仙物化骨大阵多年的顾雪宁 或者徐敖 才能看得出来的 他们身上的东西 李安什么都没有取 转身离开 一路上 他开始默默消化 丹田内的黑白磨盘 将从赵宇露身上掠夺来的命中碾碎 变成了纯粹的仙道精华 补充进黑白磨盘之中 两边的力量 逐渐趋于均衡 李安恍惚间有种感觉 此前他体内只有诡异之气 所以 死之力很强 生之力很弱 现在则是生死伯仲 他有种从死亡之域内走出 到了生死边缘的感觉 这种感觉无法形容 就像是立足于两者交融 却又两者都无法触及的神庙之地 这便是长生的雏形吗 平衡 李安取出了另一个女修傀儡 这个女修傀儡的修为 比赵宇露略弱 但肯定也不能浪费 他也尽数吸收了 他如今的境界定格在玄仙左右 但实际上 如果他只使用灭亡之力 那差不多已经可以发挥出 天线圆满的实力了 毕竟 他在青原山已经待了这么多年 曾经的诡异修为境界 已经全部恢复 可以说 他如今的修行颇为复杂 首先是实力 肉体相当于金仙 甚至比太乙金仙都不遑多让 其次是死亡之力 天线圆满 而正统仙道的力量 由于只得到赵宇露等两人的仙力补充 所以 只是玄仙左右 而生死二者的力量平衡 总的境界又只是相当于玄仙境界 他单独使用死亡之力 可以演化诸多诡异仙道的法 单独使用仙道修为 也能画出各种仙术 而两者共振 则是独属于他一人的生死末盘之法 不久之后 李安回山门 进入三元谷 第一时间去拜见顾雪宁 顾雪宁见他 似乎有些失魂落魄 志气消沉 不禁发问 你去了何处 李安道 启禀师父 弟子 杀了人 顾雪宁眉头一挑 道 谁 清凌峰弟子 杨波 赵宇露 此言一出 顾雪宁顿时吃了一惊 眉头紧皱 道 究竟怎么回事 李安悲哀地道 师父 弟子自以为与赵宇露一往情深 结果 他竟然与杨波不亲不处 我此次下山 更是发现他二人 已有苟且之势 一怒之下 未能抑制住杀意 细气说来 每一个细节 顾雪宁的语气十分沉重 同时以法力屏蔽了周围 以免有人敢知 毕竟 这件事极为麻烦 干系极大 赵宇露和杨波 可都是清凌峰的天才人物 仅仅是让他们服用了有问题的丹药 曾牵练就已经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如今李安竟将他们给杀了 真是捅了天大的篓子 李安当即将早已准备好的说辞 一一说出 在李安的表述中 他去山下小镇 是想要购买一块养生玉 送给赵宇露作为惊喜礼物 毕竟赵宇露修为刚刚受损 他的确在小镇那花天价 购买了一块玉佩 结果 转头就遇到赵宇露与杨波携手离开 李安好奇之下跟了上去 见到了极为愤慨之势 热血上头 便将二人给结果了 包括李安如何布置阵法 如何清场等 全都说了 你确保 现场已经打扫干净 顾雪宁沉声开口 李安道 师父放心 弟子 做得干净 顾雪宁沉音片刻 道 回去安心休息 这件事 就当没有发生过便是 李安文言 激动无比 急忙行大礼 道 多谢师父 多谢师父 师父救命授业之恩 李安定以死相报 他便告辞离去 而顾雪宁看着他的背影 却是危了 若真的平安无事 那便算了 但如果被人发现了马脚 也莫要怪我 他心中已有决断 如果突然有人找上门来 那他就马上将李安杀了 伪装成他自杀 也就是了 李安的死活不重要 不能牵连到他便可 如果李安真的做得很干净 没有留下痕迹 那李安该用还是用 甚至会比以前更好用了 因为他已经有把柄 落在了自己手中 李安回到居所 埋头研究阵法 如他预料的一般 顾雪宁果然暗中一直盯着他 只要李安有什么举动 恐怕都会被他杀掉的 李安心中淡定非常 但也装作有些魂不守舍的样子 就这样 三五日过去了 在青原山 两大核心天才 以及一名同行之人的死亡 引发了极大震动 宗门反复追查 但结果居然真的没有任何线索 这顿时成为了一桩无头公案 只是在事情趋于平静的某一天 顾雪宁下了一趟山 他也去了那个杀人现场 反复查看 果然一无所获 做得干净至极 但他却发现了一处不寻常 有人曾依托山室为阵 这个阵法 是画骨阵 怪不得 竟无人认识 他心中微微一惊 这个薛剑 居然已经领悟到了仙人层次了 在阵法一道上 当真是不凡 而且 杀人之后 还能如此冷静地上后 这份星星 是个成大器的 他回到三元谷 随我来 你也该下山历练历练了 他开口 终于下定决心 带着李安离去 李安心中大定 却什么也没有问 就跟着他走 一师一图 先是在小镇中待了几日 又去方圆百万里内的几座山脉狩猎 期间 顾雪宁一直在教导李安三元谷的心法等等 看上去 真的没有任何异常 就是师父带弟子历练 就这样 两个月后 两人已经脱离了紫硝山的势力范围 到了一片大荒之中 这片大荒名为天破荒 你可知为何得名 李安道 弟子 曾在典籍中看到过 四千年前 云罗先尊演化鬼域 化十几层天为一域 天也相接触 破碎混乱 凶险万分 虽大罗不敢踏入 天庭占据的十几层天 仍旧按照原来的形式 并未变化 但鬼域却是将所有天域 全部融合相接 成了一方浩瀚无垠的鬼域 堪称是通天彻地的大手段 大神通 这般融合 却也造成了一处处契机混乱 神佛辟役的凶险之地 被统一称之为天破荒 这里 就是十二天与十一天相接时 造成的混乱之地 师父要做的事情 便在此间 李安道 不错 顾雪宁道 你需要帮我操持阵法 而此刻 十一天 当年太极山一战 在十一天发生 所以后来长青先尊 云罗先尊 便以十一天太极山为分界 各创天庭 鬼域 十一天 也是天庭和鬼域的接壤 也成了双方屡次大战时的战场 今日 在十一天 一座天宫之中 我撒下的两颗棋子 净都死了 一个女子神色淡漠 道 不过 这也说明 他们定然触碰到了了不得的信息 十一天 必有那东西 最近是谁负责十一天的防御 因为 双方有战事之故 所以天庭之内有定制 每个大势力 负责一段时间的战线防御 旁边一个侍女道 启禀大人 道采石圣地了 采石圣地的圣主洛长英 在数年前就已经亲自到来 坐镇于正轨天宫 这女子淡淡道 让她来见我 天破荒内气息混乱 顾雪宁倒是十分大方 直接取出了一件金仙级的甲皱 给李安穿上防身 越是深入 诡异而混乱的风 就像是大道之刀一般吹拂过来 好似要把人的生命给全部斩灭 就连体内的平衡都激动起来 不可名状的东西 居然在蠢蠢欲动 逼得她体内的黑白末盘 都自主运转起来 生死的平衡在努力维持 李安却悄然按住了生死末盘 没有让生死末盘 去抵抗诡异的力量 而是将这种力量 压制在肚结期相应的程度 毕竟 如果她毫无异常 那反而不正常了 她目光落在前方顾雪宁身上 此刻顾雪宁也颇不自在 她一边走 一边不断调整体内鬼力 饶是如此 李安还是注意到 她一双玉手上 精英的指甲变得很长 已然发黑 就像是死了千年的僵尸一般 天鹅井上 更是有一层鳞片悄悄爬上 不久之后 他们终于看到了 前方一片雾海 周围已经没有任何生灵的痕迹了 脚下是平级的沙粒 死寂的荒漠 没有丝毫植物存在 我要找一样东西 那东西就隐藏在这片造化之物中 还记得我给你的阵法吗 顾雪宁深吸了一口气 这是周围的地图 需要将那阵法 在周围一一布下 她取出一张地形图递给李安 一一指点 让李安牢记心中 还怕不保险 又带着李安围着周围 这片造化之物走了一圈 这片造化之物 面积只有纵横几千里 周围荒山野谷 顾雪宁反复斟酌 期间还征询了李安的意见 显然对李安已经颇为信任 师父 这是什么误气 为什么 我连触碰都做不到 李安有些懵懂地发问 她朝着这片雾气伸手 但那些雾气 却顺着她的手退开 她速度加快 那些雾气也急速避开 明明就在她的眼前 却让她有种 咫尺天涯之感 实际上 李安已经猜到了 这些雾气的来历 就算你掌握了 缩地成寸的神通 也永远追不上这些雾气的 顾雪宁叹息了一声 道 这是造化的一角 只是因为 曾经天道崩灭融合 造化外显 所以才为人所见 但是 这不是生灵可以触及的领域 除非是已经得到造化认可的 大罗金仙 才有可能进入其中 既然如此 其中的东西 岂不是拿不到 李安故意发问 本来拿不到的 但现在可以了 顾雪宁微微一笑 道 我让你练习的那方阵法 堪称这世间第一阵 威力无穷 不止可以让低级修者 逆伐仙神 也可以让藏于造化雾气中的那东西 无处遁逃 此阵竟然如此强大 当然 西年曾有一人 在天仙境界之时 就利用这阵法图掉了太乙经线 顾雪宁的美眸中 闪过一抹复杂 道 别问这些了 来 随我安插正旗 师徒两研究许久之后 终于在周围布下了一道道正旗 彼此勾连 李安也把仙人级的阵法修为使了出来 他见了不禁暗暗点头 这薛剑 心智坚定 做事果决冷静 但好在 他对待自己这个师父 倒是一心一意 没有在这个时候藏私 他去探查赵羽露等人遇害的地方 就已经知晓 李安的真实阵法修为触及仙人 但他不曾提起过 也是存了一个心思 考验考验李安 现在的结果 让他满意 画骨大阵十分繁复 饶视顾雪宁竭尽尽全力 还是花费了三年左右 这才将全部大阵彻底布下了 这一日 天气晴朗 日光万里 顾雪宁准备开始捕捉那东西了 师父 阵法一旦运转 会有巨大波动 而且 那东西一旦出事 或许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得提前做好退路 李安提醒 你有什么想法 顾雪宁其实自己内心也有预备 但此刻还是故意发问 他的李安是越发满意了 这个弟子 不律圣仙律败 将来定成大气 弟子经过观察 确定了十二条逃生路线 应该在这十二条逃生之路上 做好准备 李安一一说了 听完之后 顾雪宁当场都是 有些震惊 好家伙 他也只准备了三条逃生路线 李安准备的十二条逃生路线中 经过他仔细思考 有那么四五条 其实都是多余的 没有什么作用 这是限于李安见识所致 但是别的逃生路线 居然让他都有些吃惊 李安考虑的方方面面 比他还要周到 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他鬼使神差 问出这么一句话 正经人能考虑这么多 以前在凡尘俗世的时候 混过一段时间江湖 虽然仙凡有别 但有些道理 弟子觉得倒是共通的 李安回答 顾雪宁点了点头 这话倒也没有说错 虽然层次不一样 但其实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 都是如出一辙 帝王家的夺位厮杀 与平民的兄弟戏强抢家产 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 先人的抢夺资源 垄断传承 与凡尘俗世中争权夺利 门阀固化 也是一模一样 实际上 能够在一个村里混得好的人 天赋上真的不会比一个 王侯将相弱多少 一个小帮派的帮主 权某水平可能比一群皇帝 加起来还要高 把一个村长 放到皇帝的位置上 锻炼三五年 绝对能够成为一带大帝 至少比直接让皇帝的儿子 继位要强 这也是为什么 一个配宪的人才 就足够刘邦创建大汉 为什么一个普通村子 却能将军辈出 同样的 仙人又有什么了不起的 智慧并不会比凡人更多 嗯 我会考虑的 顾雪宁点点头 她果然按照李安所说 又多做了一些准备 实际上 李安自己 也还有几条逃生路线 不曾告诉她 万一遇到危险情况 李安就会选择 弃顾雪宁而去 此刻 青园山外 七姑娘 要向青园山动手吗 彩石圣地 圣主洛长英 秀丽婀娜 姿容绝世 身着一身 端庄雍容的长裙 淡然朝着另一个女子 那女子看上去颇为年轻 此刻只是轻轻一笑 道 不必着急 做好大战的准备便是 等我一声令下 再朝青园山进攻 洛长英道 边军调动 需要向天庭请示 不知七姑娘 是否已经拿到了天庭的旨意 那女子笑着道 洛盛主 我师父洪波仙子 便是天庭之主 你是怀疑我吗 洛长英道 七月姑娘 乃是洪波仙子 清传弟子 天下谁人不知 只不过 如今洛谋 身为边军镇守 尽责而已 你不用担心 七月微笑 我师父快到了 到时候 他会亲自给你预练 说完之后 七月淡然转身离去 洛长英看着他的背影不语 洛长英旁边一个男子 却是叹息道 四千年来 常青仙尊不再出世 洪波仙子端坐于地座之上 他这些个弟子 倒是一个比一个傲气 如果当年是子仙子 成为天庭之主 天庭只怕是会好一些 洛长英道 此事万万不得再提起 子仙子如今已被困于立山 已成阶下之囚 再提他的事情 容易带来杀身之祸 那男子点头 属下明白 不过 弟子倒是好奇 子仙子身为 常青仙尊仅存的第二个弟子 一向也不是争权夺利之辈 为何会谋反 洛长英不知想起了什么 他美眸中追忆两久 道 或许是有心结吧 回去 备战 洪伯廷主要亲自来 看来定要发生大事了 又过去了两个月 就是今日 清晨 顾雪宁带着李安 从山洞之中走出 道 你负责的那一片 阵法的力量稍弱 但对于你如今的境界来说 仍就是太过为难你了 弟子如今的一切 都是师父给的 李安平静回应 顾雪宁点点头 道 好 此事成后 你我师徒 或许从今以后 终于能够在这乱世之中 有一席之地了 说完 他已经天然向前 身影落在那片造化之物前 然后一抬手 顿时他目光所及 一杆杆大旗 瞬间从大地之间烈烈而起 阵法勾连 刹那昏天暗地 飞沙走时 画骨大阵和周围的天地之势 结合了起来 某种程度上 甚至是在入侵天地 那片雾气像是被惊动了 滚滚生疼 好似要退去一般 快 他催促 李安已落在两千里外的一座荒丘之上 瞬间激活法阵 周围大旗也腾起 好似形成了一道天地长城 将这片雾气的退路给斩断了 这远远不是完整的画骨大阵 但是却嵌入天地 将这片雾气给困住了 轰隆 这片看似轻柔无比的雾气 竟像是变成了波涛狂涌的大海 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想要冲破阻拦 雾气化作凶兽 雷霆等 一时间五光十色 惊人至极 故雪宁踏入云雾间 这一次 云雾无所退避 所以 他竟做到了大罗金仙才能做到的事情 他的身影在云雾之间若隐若现 不时要抗衡爆发出的造化乱力 而在他搜寻之下 很快 在萌萌雾气之中 有一道白光在迅速穿梭 好似逃走 看到那道白光 就连李安都是吃了一惊 果然是长生白雾 比起李安体内得到的 这一缕实在太弱了 但也十分珍贵 对于世人来说 是无价之宝 对不住了 李安低语一声 看到顾雪宁将长生白雾赶向他这一边 他已经准备逆转大阵 将顾雪宁诛杀 然后夺气而去 但 就在此刻 他却是脸色微微一变 轰隆 从天破荒外 竟有一道恐怖的光芒 冲破一切 镇压而来 那是 太乙金仙 而且 是仙道手段 不好 顾雪宁惊呼 然后咬牙 打出了一道法器 但金仙级的法器 在那太乙金仙法术之下 直接摧枯拉朽 化作飞灰 大阵逆转 顾雪宁无奈 马上吐出一口鲜血 强行驱动大阵 煞时间 又有极杆震旗 从虚空中出现 牵动整个大阵的力量 画出一道结界 居然将那恐怖光芒给挡住了 化骨大阵 的确极强 但顾雪宁也为此付出惨重代价 他燃烧了精血 整个人状态 处在短暂的提升和巅峰之中 而且 那长生白雾此刻 已经被李安这一脚法阵给挡住 速度迟缓 他已出现在那白光旁边 长袖一挥 长生白雾 已经被他收下 师父你先走 我支撑大阵挡住他们 李安大呼 朝夕相处 早已经留下了些许顾雪宁身上的物品 纵然顾雪宁离开 他也能想办法追踪到他 现在天庭那边来了 说不定红伯仙子也已经在暗中 还是让顾雪宁先引开大敌 他在逃生 但他这么一喊 顾雪宁竟是莫名愣了一下 他本来也没打算带着李安一起离开 但此刻却是威意犹豫 叹息一声 大手一挥 李安直接被带到了他的身边 他激活了最后的法阵 埋下的数千万鬼精全部燃烧 法阵力量被推到极致 拦住了一切追兵 他本人抓起李安 迅速逃离 但李安此刻却想要骂娘 这顾雪宁真够歹毒的 居然要把他抓起来 一起死吗 没这个必要啊 这一点真的出乎李安意料 因为在他的推演之中 顾雪宁要么杀了他 已决后患 要么留下他当炮灰 怎么也不可能救他 因为对他没有好处 找机会离开 李安心中有些着急 而就在此刻 他莫名一阵毛骨悚然 他已经感觉到了 一股源自大罗的契机 已经朝着顾雪宁席卷而来 而顾雪宁丝毫没有察觉 红波仙子 这骨子法力的来源 李安太过熟悉了 顾雪宁马上就要与命当场 李安心念电传 决定趁他被杀的这瞬间 将长生白雾抛出 还长生白雾以自由 长生白雾一旦重归天地 便会自寻路径逃离 最终再次引入造化之中 纵然红波仙子想要抓住他 也要耗费不少时间 这样自己才能活下来 纵然曾经的李安 曾屠杀诸多大罗金仙 被誉为血剑魔君 但如今的他 顶尖实力不过金仙 还连天师小剑 滔天魔虎等也没有了 真的没有和红波仙子 对抗的实力 但 就在李安已经做好了 准备的时候 那股源自大罗的力量 居然只是无声无息间 从李安和顾雪宁的身上浮过 就像是风吹过 水荡过 没有对两人造成任何的伤害 顾雪宁恍若不觉 眨眼间已经奔出近百万里 红波仙子 也没有追来 李安顿时心中大起 这是怎么回事 红波仙子明明发现了顾雪宁 也可以轻易杀了他 夺走白雾 为什么他不动 我和顾雪宁都被标记了 李安脸色微微一变 走 去天庭那边 而顾雪宁对这一切恍若不绝 他冷静无比 逃出一段距离后 居然绕道直接朝着十一天而去 他早已经做好了准备 李安本想将他就地斩杀 夺走白雾 但想到红波仙子的行为 李安犹豫了一下 决定先忍一下 他现在杀了顾雪宁 搞不好会直接引来红波仙子 留着顾雪宁 他至少能吸引绝大多数注意力 半日之后 顾雪宁带着李安抵达鬼域和十一天的交界 这是一片无垠荒原 前方竟是一片雄伟长城 不知边界究竟在何处 雄关处立将整个鬼域拒之门外 自从当年一战之后 长青先尊创下星天庭 但却再也没有出现过 世间有传闻 他熔炼长生白雾 根本无侠管世间事 天庭以红波亭主为首 大小之事一言而绝 但也正是因此 天庭在与鬼域的对抗之中 其实一直处于比较被动的状态 毕竟 星天庭虽然创立 但是整体实力上 比起鬼域差太多了 鬼域降临世间无数岁月 诞生了太多的强大鬼域势力 名山 圣地 天公的数量 都远远多于星天庭 虽然双方的斗争 其实取决于云罗先尊 和长青先尊之间 所以 在两人奋出胜负之前 星天庭一方 自然也不会真正有灭亡之威 但在常规的战争之中 星天庭一直落于下风 所以便建了这座长城 用来防范敌人 甚至 还需要由天庭中大势力的圣主等 亲自前来作战 踩实圣地的洛长英 倒是一个狠角色 这一战 青原山或许会被灭掉 一路上 顾雪宁已经感受到了 青原山方向发生的大战 洛长英 听到这个名字 李安也不禁恍惚 他当然记得此女 当初在时空秘境之中 此人曾与夜天蚕在鬼燕心上设局 等待李安 被李安一起击杀 他当初乃是六色玄仙 修为之强 在圣境之中都少有 如今已经成长到了圣主级人物 此生也有问鼎大罗之姿 此去天庭之境 不知会遇到多少故人 我们如何过去 李安道 从黄莽山 顾雪宁道 虽然两域之间有长城阻拦 但是也有一些地方 是可以让双方有所往来的 甚至还形成了灰色势集等 只不过 金仙集以上都无法穿越 会被发现 那师父你 顾雪宁微微一笑 道 我快要跌落金仙境界了 他嘴角一丝鲜血一出 李安故作惊讶 心中也是一领 这个顾雪宁 也是个狠人 走吧 不久之后 他们进入一片山林 这片山川 居然没有被长城阻隔 或许正如顾雪宁所说 其实双方虽然是敌对 但也需要一些交流的窗口 所以默许了这些地带的存在 反正这些地带 也不容强者和大军通过 顾雪宁果然境界 跌落至天仙左右 两人潜入 黄莽山脚下的一个集市 然后跟随商队 第二天就已经进入十一天境内 天地之间 夹杂着浓郁灵气 稀薄仙气的空气扑面而来 深呼吸了一口 李安有种 恍如隔世之感 顾雪宁带着李安兜兜转转 反复变换路线 显然是怕有人跟踪 他也算是 极为小心了 但却不知 自己其实早已经被红薄仙子 给标记了 李安一路上 也在尝试感应他身上的标记 但那种神秘的法力 没有任何动静 就像是不存在一般 他忧心忡忡 半年之后 顾雪宁和他已经 深入十一天福地 来到了太野州 你可知小紫萧山 顾雪宁开口发问 李安摇头 紫萧山 只是十一天 原来的一座名山 势力水准 和金圆山应该相当 但却颇为著名 因为 这座山 如今已成为天庭的圣地之一 顾雪宁笑了笑 四千年前 诡异仙道统治天下 仙道中的最后一群人 创建了所谓的圣景 四处逃避 一度被追得走投无路 但直到太极山那一战 那一战 其实并不是星天庭的首战 这里才是 当时的血剑魔君李安 带着圣境中的一群天骄 涂掉了 原本属于诡异势力的紫萧山 宣告了他们的回归 当真意气风发得很 血剑魔君灭紫萧山的时候 只是天仙修为 他的师门 因为李安当年那一站没落 但此刻提起李安 他却是美眸之中 带着一抹 似乎敬畏的神色 星天庭创建之后 这里被当作了一处圣地 很多天庭中的大人物 都会经常来这里论道 李安道 如此说来 太叶州距离紫萧州这么近 我们岂不是很危险 不 最为危险的地方 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顾雪宁微微一笑 随我来 他带着李安 进入太叶州的一片山谷 这片山野 看上去没有任何特殊之处 山谷中也平常得很 但是他却从山谷内 挖出一条深邃的地道 深入千米之后 一股浓郁的仙气 顿时扑面而来 这里曾经是一处诡异源泉 对于诡异修者来说 来是无上的伏地 可惜了 生死逆转 鬼进天庭二分天下之后 这里的诡异源泉也消失不见 幸好 我师门当年 离开十一天的时候 做了一些遮掩 此地没有被人发现 保留了下来 顾雪宁叹息了一声 道 我们在十一天内 必须隐藏自我行迹 作为诡异修者 得借助此地的仙气遮掩自身 否则修为气急移动 很容易被人发现 从今以后 你我便在此地修行 他开辟出一座的宫来 将一些正旗给布下了 道 我需要闭关多年 这些易经 应该足够你修炼了 你在此地 也算是为我护法 李安接过储物袋 扫了一眼 其中一经堆积成山 顾雪宁卫 今日准备了多年 物资自然充足 弟子遵命 李安自然也答应下来 他如今正需要正统仙道的修行之地呢 此地再适合不过 而且 他也要研究一下 红伯仙子对他和顾雪宁下的手脚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他居住在稍微外围的一间石室之内 顾雪宁闭关之后 李安也得到了相当的自由 他一边取出一惊 通过一惊 持续增强诡异修为 另一方面 却也开始吸收此地的仙气 当他开始吸收仙气修行 他却忽然惊觉 他的身上 居然有些神秘的灰色英子 朝着他体内的黑白墨盘而去 像是要渗入其中一般 他的黑白墨盘 乃是依托白物本源而化 平衡生死而成 这些灰色英子 与仙气融为一体 进入墨盘之中 但却被轮转墨盘给碾碎了 消失不见 这是 针对白物本源 李安吃了一惊 沾染了这种灰色英子之后 只要修行之时 牵动了白物本源 就必然会被灰色英子 渗透入白物本源之中 怪不得 他此前怎么感应 都没有反应 这等手段 就算是红波仙子 也不可能拥有 幕后黑手势 长青仙尊 李安耸然一惊 怪不得 怪不得红波仙子 明明有机会 也没有杀掉顾雪宁夺 长生白物 那是因为 长青仙尊另有安排 他肯定不会做事 其他人抢夺 长生机缘 但他现在却坐得住 除非 他有把握 在别人 吸收了长生白物之后 还能取而代之 李安慢慢引动 掀气入体 让生死末盘 运转得十分缓慢 细细观察那灰色英子 两久之后 他得到了一个惊人的结论 这灰物 乃是用白物本源 结合诡异之气而成的 李安眉头紧皱 长青仙尊 也发现了长生的关键 平衡 生死平衡 便是长生之秘 长青仙尊 堪称冠绝当世 所以 得到了长生白物之后 或许 他已经悟到了一些东西 所以 在长世 这灰色英子 就是 他想要平衡诡异 和正统仙道的产物 而且 这种产物 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神效 李安心中 莫名感觉到了些许急迫之一 能够走到这一步 长青仙尊的财情之高 不言而喻 谁知道他有一天 会不会掌握真谛 目前长青仙尊 应该还没有摸到正确答案 看起来 李安目前的修行 也是同时 吸收诡异之气和仙气 长青仙尊尝试的方向 也是如此 但两者之间 却有着本质的不同 李安能够吸收二气 是因为他生死末盘 已经成形 这是生与死的平衡 诡异之气 只是死亡的一种表现而已 并非本质 正统仙道 也只是 生命的一个侧血 远非全貌 长青仙尊 只得枝叶 为名躯干 只及一脚 为窥冰山 生与死的平衡 唯有亲自走过一遭 才能明白 但长青仙尊 已经到了这等境界 想要窥破死关 绝对不容易 这是李安 唯一能够安慰自我的 他被长青仙尊献忌后死亡 又被长生者 拉入逝去的长生计 原始空中 灵奇妙法 所以 在这一步上 就走了捷径 他的境界 不如长青仙尊 但长青仙尊对生死的掌握 却远远逊色于他 这也是为何 长青仙尊 融合诡异 仙道得到的灰色英子 会被他的黑白墨盘 给磨灭 但凡他还有一点办法 都不会放任其他人染指 长生白雾的 如今他却把希望 放在了灰色英子上 显然 长青仙尊应该 已经被无路可走 所以 准备尝试一些险恶之法 李安从长青仙尊将灰色英子 打入顾雪宁这一点 又窥见了一些真相 毕竟 换作李安的话 直接将顾雪宁杀了 拿到长生白雾来壮大自身的黑白墨盘 何必这么磨蹭 长青仙尊这么选 恰恰说明 他可能摸不到 生死墨盘的边了 想清楚这一点 李安威 威放了些心 静观其变 维持我身上的灰色英子存在 李安思索 既然意外进入了 长青仙尊的布局之中 那最好的办法 就是将计就计 接下来 他修行之时 小心了很多 尽量不让黑白墨盘 将灰色英子磨灭 时光飞逝 一眨眼 已经是五十年过去 五十年时间 李安的境界飞速成长 他已经彻底恢复到 西年的水准 天仙圆满 只差一步 就能迈入金仙境界 突破金仙 需要海量的诡异之气 以及仙境 此地的仙脉 都已经供应不了他了 纵然无天使小剑傍身 我如今 也能图首阵杀金仙 黑白墨盘 越发强大 演化之时 可以破灭万法 再加上 他金仙级的肉身 一般的金仙强者 他已有灭杀的信心 接下来 得找一条金仙级的鲜脉 也得找一处 金仙级的诡异源泉 李安颇为头疼 而且 他的生死墨盘 太过强横 恐怕突破之时 会直接把一条 金仙级鲜脉给炼尽 自从天地二分之后 天庭治下 金仙级势力 自然已经不守 但如果 直接灭掉一个 抢夺仙脉 恐怕还是会引起 不小风浪的 诡异那边 也是如此 而此时 石宫内部 一股惊人的契机 已经传来 此地仙气躁动非常 像是被异兽锁惊滚 喷涌而出 李安启动了阵法 为顾雪凝护法 他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契机纵横 意向分成 好似有一方世界在演化 好似造化 都在这石宫之中凝聚 三天三夜之后 顾雪凝终于 从石宫中走出 他气息十分强大 已经恢复金仙水准 而且 比以前更加强大了 恭喜师傅 恢复修为 李安开口 不只是修为恢复 为师距离太乙金仙 也已经尽了 顾雪凝微微一笑 显然十分高兴 毕竟 他已经将长生雾气 彻底炼化 体内多了一枚长生种 这意味着 以后 他还有机会问鼎长生 而且 这梅长生种妙用无穷 似乎对他的生命力 潜力等 都有莫大好处 像极乐传说中的命种 如果真是如此 或许他 能和当年的血剑魔君一样 须知 在传闻之中 血剑魔君滋质 只是下下 能有那么大的成就 最大的依仗 就是养命住先绝的命种 李安更 是称赞了几句 此地掀气已现 不宜久留 我们也该回鬼域了 走 顾雪宁带着李安 迈出山谷 但刚刚出山谷 一只大手 竟然已经朝着顾雪宁压了下来 先到手段 此地 毕竟距离圣地 紫霄山太近了 一旦有些许易动 马上就引来了敌人 顾雪宁脸色微微一变 但他此刻 却是没有逃离 居然一挥手 一道绚烧的仙光 打了出去 也是正统仙道光芒 李安心中 都是一惊 果然是命种 李安对此太熟悉了 修炼命种有所成 便能跨越生命的障碍 熔炼一道长生气 便相当于 得到了一粒命种吗 当然 也可以说 养命住先绝养出来的命种 本就是长生种 现在顾雪宁的长生种力量 似乎比当初李安的命种 还要强 一缕长生气 当得上数百万年的养命住先绝苦修了 何妨前辈 再次修炼 法力对轰 对面出手的 只是一尊天仙 此刻遥遥开口 道 晚辈双守圣地筹安 家师双守圣地 圣主处决 正在招纳天下英雄 即将前往紫霄山圣地复法鬼大会 不知前辈可愿出山 这是一个青年人 虽然极有礼数 但话语中的那谷子傲义 却也是听得出来的 双守圣地圣主 这等大人物也来边关了 法鬼大会 顾雪宁略一沉思 心念电传 便道 多谢美意 我答应了 他转过头来 看向李安道 我们不妨 深入敌音一探如何 他先先御守 已经落在李安身上 一股神秘的力量 注入李安体内 顿时将李安身上的 诡异修者之气 给掩饰住了 长生种的妙用 果然和命种极为类似 处决乃是 昔年圣境天骄之一 在天庭之中威名赫赫 曾斩杀鬼域中 诸多强者 出去之后 切记少说话 莫要被此人认出来 否则便是一场大祸 他又密语嘱咐 处决 李安听着这个名字 却也是感觉 十分耳熟 略一回想 他就想起来了 当年被他杀过的人啊 如今 也是一方大人物了 罚鬼大会 那些故人 怕是会来不少 李安轻轻点头 弟子明白 紫霄山 相比起四千年前 此地如今已经变得一片圣洁 掀气笼罩 山上石壁上 写满了各大势力的圣主等亲手所写的题词 在山顶上 已经是一片宏大的道宫 此地地位极高 不属于任何一个势力 被当作一处圣地来纪念 一开始 只是各大势力高手 定期来这里论法而已 但后来 道宗倡议之下 解去了限制 世间所有生灵都可以来这里听到 灵法 所以 此地一直极为热门 绵延无尽的山下 终年排满了想要登山一览的修者 天庭重塑 天清日 游记紫霄未破石 先锋覆吹十一天 故见无宗人近尸 在山门之处 李安看到了一首题词 署名人居然是碧落宫的公主芸汐 我师父在紫霄山上也有题词 实际上 当年参与破灭紫霄山一战的高手 都曾来此留下莫保 求安一身锦衣 嘴角带着微笑 他师父楚爵曾经参与这一战 也是他最骄傲的事情之一 李安只是微微一笑 林姑娘 请 顾雪宁化名为林雪 两人跟随求安进入主山 道宫辉煌 顾雪宁前往拜见楚爵 而李安自然没有这样的资格 在山上闲逛着 山还是这座山 但其实风景几乎已经全变了 所有植被都是新生的 建筑等也全部是新建立的 但是也保留了一些断壁残垣 作为当年那一战的纪念 许多岁月以来一直被当作圣帝 引来世间无数天才的瞻仰 看到了吗 此地就是当年圣进两宫三帝 石山永恒的荣耀 那一战 我们碧落宫与保顶宫领衔天下 攻破此地 你们可知 当时 碧落宫公主芸汐前辈 保顶宫公主叶顶前辈 都只是天仙境界 而他们 居然杀掉了太乙金仙 真的是他们杀的吗 我怎么听到一些别的传闻 似乎另有欺人 法鬼大会召集 各大势力的人都来了 尤其是原来圣经那些大势力的弟子 此刻更都是傲气非常 除了芸汐和叶鼎这两位 其他还会有谁 哼 不错 在正史记载中 就是这两位领衔的 别的也使都不足信 被质疑的几个名门弟子 都是很不高兴 史册会被人篡改 但真相总会有人记得 当年一战 领衔的是我道宗的太上 后来的血剑魔君 而此刻 另一个青年开口 他身背长剑 神色平静 碧落宫和宝顶宫的修者 怒容满脸看了过来 但这个道宗青年却是道 这是我道宗口口相传 基于道宗历史的 不会错 倘若你们不信 仅可以去问问芸汐公主 与叶鼎公主 他们不会说谎 当然 你们若是不服 我手中的剑 也会告诉你们真相 看到这青年 李安却是不禁有些恍惚 这个家伙 和安理 真相 道宗狂忘不了几天了 碧落宫和宝顶宫的弟子 没有贸然动手 但却是冷声道 卷入紫仙子谋反之势 太阿剑圣也已经不在 没有人会再眷顾你们 一个 来自下界的低剑宗门 成为名山之一 本就是一种耻辱 李安文言 不禁有些吃惊 他假装什么都不懂的人 给旁边的人打听 得到的消息 让他久久镇住 太阿剑圣 在百年前冲击先尊境界 还是失败了 化作结辉 紫仙子 在太阿剑圣死后第三年 就密谋推翻红波仙子的统治 但还是被镇压了 如今被关押在 第九天的立山下 须知 道宗之所以能在天庭内 混得风生水起 最大的靠山 就是这两位 当年李安留下的种种后手 的确都庇护了道宗 楚爵已经邀请 我为双手圣地克卿 回来 顾雪宁告知李安 双手圣地这种大势力 平日里 金仙根本不如他们法眼 如今却连我也受到招揽 看来大战真的要爆发了 天庭之中 几乎所有强大势力的人 掌权人物或者代表 都来了 顾雪宁话语十分凝重 鬼域和天庭 曾多次发生冲突 但阵仗 从来没有这么大 一定是出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三日之后 法鬼大会召开 巨大的道宫宫殿 足可以容纳万人 李安也跟随顾雪宁前往 只见在高台之上 诸多大势力的头脑人物 都列作在一起 宝顶宫公公主夜顶道 有迎宾之声响起 一个中年男子走了进来 他宽袍大袖 头戴高官 看上去好似一尊无敌的王者 面容庄重 极具无敌之姿 大罗金仙 是大罗金仙 夜顶曾经失败了两次 但终于还是 迈过了这道坎 这一次的法鬼大会 居然将他都请完了 场中议论升起 紧随之 其他人物也一一出现 碧落公公主云西道 彩石圣地 圣主洛长英道 天诸公公主夜天残道 道宗长教安离道 一个个故人的名字响起 场中的热一声 此起彼伏 这些人物 都是初代啊 对 圣进初代天才 居然全来了 究竟要发生多大的事情 很难想象 世人震撼 李安远远眺望着这些身影 却只是默默盯着安离所在 看了两眼 然后就没有再多管 诡异作乱 来我天庭布施大敌 诸多强者就做 一个女子却已经走了出来 此人正是红波仙子的收徒七月仙子 她代诗主持 端庄秀丽 一身长裙如水波 眸光所到之处 场中一一安静了下来 天庭法指 自今日起 法鬼欲 恢复天庭 三十三重天荣光 她一挥手 一道金色的法指已经射出 凭空展开 金色的大道文字 传入每一个人脑海之中 各大势力的顶级人物 正是因为这张法指传照 才出世的 四千年前 圣静出山 自自萧山而始 诸灭鬼异 也当自今日识 七月平静的开口 按照法指 大军共分五支 从五个方向攻法鬼欲 碧落宫 宝顶宫 天珠宫 新玄宫 陈妖宫 各统帅一方 另外 道宗为先锋 即日起 进攻鬼欲的寿阳 陈罗 扶冤三帝 文言 安黎却是猛然抬眼 眉头紧皱 这么多年与鬼欲交战 天庭这边对鬼欲 自然也颇为了解 这三帝都是鬼欲前线的硬骨头 对于道宗来说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是要故意让道宗去送死吗 果然 子仙子之事 虽然道宗并没有真正参与 但还是让道宗 成了天庭的眼中钉 七月姑娘 但案例尚未质疑 芸汐的声音却是传来 她当众开口 我等闻天庭有法指出事 故而前来 但如果涉及如此大事 应由天庭之主亲自宣布吧 七月仙子面色不渝 没想到竟有人当面一矣 道 家师 我等此来 是来拜见天庭之主的 如果天庭之主不出面 我等不会从命 夜顶淡淡道 七月眉头更皱 法指所出 谁敢不遵 一道淡淡的声音已经响起 众人脸色都是一变 只见从虚空之中 竟已经有一人走出 她身着白色冠冕 气质超群 一股淡淡的气息释放而出 更是让场中所有人都惊了 仙尊 红波亭主 她来了 场中众人无步行大理 就连夜顶 芸汐都是一领 红波仙子如今散发出来的气息足以说明 她 半只脚 已经迈入仙尊境界 星天庭时代 天地回春 大到重现 所以世间修者突飞猛进 自不用说 芸汐 夜顶这样的顶尖天才 甚至已经迈入大罗精先境界 但还没有人真正踏足仙尊领域 就连当年 被视作仙尊之下第一人的太厄剑圣 也都失败了 红波仙子 已经触及到了仙尊的道 或许可以称之为亚尊 就连里安 都是心中一尘 七月乃是我清传弟子 她自然便代表本作 怎么 芸公主和夜公主 不相信 红波仙子微微一笑 看向芸汐和夜顶 芸汐道 不敢 既是亭主之意 我等自当尊奉 夜顶也点头行礼 那便去坐吧 红波仙子神色淡然 道 另外 本作还有一个消息 要让你们知晓 三日之内 天地间所有长生白雾 都会从造化之中浮现 这些长生白雾 无人知晓 究竟藏在何处 鬼域那边会出现 天庭这边也肯定会有 所以 鬼域那边也会派人过来抢夺 所以 真正的混乱 已经到来 否则 也不会惊动了整个天庭 所有势力 此言一出 道宫之中 世人俱阵 长生白雾 显化天地间 所有人都是目光炽热 呼吸急促 就连顾雪宁 此刻都是下意识握紧了拳头 他算计了无数岁月 才得到一缕 深深明白 这东西 这东西究竟有多么逆甜 唯有李安一人 却是眉头微微一皱 如此一来 天地间必然会陷入大混乱 乱战不知要死多少人 不用说 这只怕又是长青先尊和云罗先尊的手笔 世间动乱 往往只是高层的一个念头而已 不过 这对李安来说 也是一件好事 混乱 才有机会 红伯亭主亲自出现 一切都已定下 接下来几日 各大势力整军备战 同时 天地之间 似乎有某种冥冥之力闪过 竟是连续三日 出现日月道悬 群星如血的异象 到了第三日时 大地之上 更是江河逆流 山川震动 就像是天地之间出了什么大问题 搜紧造化 紫霄山上 一片断壁残垣之侧 云溪 夜顶 安里等几人 都感受着天地间的异动 叹息不已 前几日 多谢二位公主帮忙 安里开口道谢 这些岁月以来 碧落宫和宝鼎宫 也一直都对道宗还不错 明里安里帮了不少忙 前几日七月仙子 让道宗去送死之时 芸汐和夜顶能开口质疑 更是难能可贵 不避言谢 也没有帮上忙 芸汐开口叹道 长生之争 越演越烈 这一次 不知又要有多少人 沦为牺牲品 夜顶道 你又想起他了 芸汐道 只是前车之鉴 久久难忘而已 夜兄不也是如此吗 你曾有机会 得到长生白雾 最终却做官白雾流逝而不取 缘何 还不是因为李太上的缘故 夜顶嘴角露出一抹苦涩之意 的确是让我明白了很多 生在这一世 不得不说 的确是一种悲哀 他眼中郁郁 明显有种喷吐不得的遗憾 以及恨意 他们是亲自参加过太极山一战的人 所以知晓真相 所以明白 在苍生万灵头上 始终悬着一把刀 甚至 因为看过了李安的命运 所以 他们一直在闺避 生怕走上李安的老路 越强大 就越容易 被幕后的眼盯上 抓住 这种恐惧 弥漫在所有人的心中 如果有朝一日 你会有机会搏一把 夜兄可愿意识 芸汐微微一笑 夜顶看了芸汐一眼 忽然目光又落在了安黎的脸上 如果李太尚还在 我会跟着他一起站的 但他已经不在了 这世间 还有人能如他一般吗 安黎轻声道 道宗永远没有忘记李太尚的教会 道宗之人 或许再没有李太尚那般的精彩绝艳 但却也有如李太尚一般 飞蛾扑火的勇气 夜顶下意识左右扫了一眼 道 太过冒险了 我只想问安黎长教一句 倘若李太尚还在时 面对今日之局 他会怎么做 夜顶注视着安黎的眼 像是要从安黎的眼中 寻求某种希望 安黎的修为 比他们两人都要低 道宗已比两宫地位远逊 但安黎此刻竟不卑不亢 反而是微微一笑 迎着夜顶的目光 李太尚这个人 其实很简单的 他一向冷静至极 只要能狗 就一定会狗 甚至忍辱负重 也不是不可以 但一旦狗不住了 没希望了 那就处心积虑 全力以赴 算无一策 总之是无所不用其极地 灭掉敌人 不给敌人任何一丝机会 哪怕是绝境之中 他也会想办法 给留下敌人最沉痛的损失 所以 夜公主若想找李太尚 那样的人物 的确世上已在无 但如果夜公主想要问路 不妨问心 只需要看看自己 是继续能狗 还是已经到了 无路可走的地步 便有决断 夜顶沉思良久 缓缓抬眼 世间曾有传闻 说安黎长教 既具向云天的豪情 又具备李太尚的智慧 今日看来 名不虚传 许久之后 夜顶已经离去 芸汐却仍旧留在此地 久久驻足 芸公主有心事 安黎道 没什么 只是今日再见旧日痕迹 忽然觉得 这四千年来 虽然修为提升不少 但其实 真没什么意思 他笑了笑 真怀念当年年少时 跟随李安杀上紫霄山上的时候 真是 热血澎湃啊 他拍了拍安黎的肩膀 你是像云天的弟子 拥有像云天一样的豪情义气 所以我们感谢你 但如果你想赢 就再向李安一些 李安是我见过这世间 最能赢的人 他狠起来的时候 是六斤不刃的 这个时代 更适合他 不适合像云天 安黎轻轻行了一礼 安黎谨记 多谢公主提醒 好了 搜索造化即将结束 红伯仙子也很快会归来 该战斗了 芸汐起身离去 她的身影在夕阳下 被拉得很长很长 安黎看着她离去 眼中逐渐变得坚定起来 我会赢的 如果需要无情 那我 便无情 她闭上眼 似乎又回想起了那个面容 每一次 在道宗面临重大抉择 难以决定 或者她心生经不犹豫之时 她都会回想 回想当年跟随在师父 向云天身边 和李安相处的点点滴滴 仿佛李安 能赋予她勇气 以及智慧 许久后 她睁开眼 平静地离开 等回到鬼域之后 你找地方 迅速突破到仙人境界 我先跟随他们过去 顾雪宁交代李安 这几处地方 都有仙人级的诡异先脉 你循迹而动 一旦大战起 我很可能顾不上你 李安收下她递过来的地图 道谢 薛剑 你我师徒一场 乱世已至 此物 为师便送给你了 她忽然又递给李安一块玉佩 道 其中有我们这一脉的所有法门 你成仙之后就能开启 李安恭敬结果 扫了一眼 却是心中哑然 这玉佩之中 分明有禁止 虽然的确蕴藏有一些功法 但如果李安开启 定然会被其中禁止攻击十海 恐怕会直接失忆 忘却一切 薛剑 师父 没什么 你去吧 顾雪宁中就是轻轻一探 摆了白手 李安恭敬退下 实际上 他对顾雪宁此举毫不意外 甚至还觉得 他太手软了 换作李安 得到长生白雾之后 早就该把一切知情者杀了 但他思来想去 犹豫这么久 却只是狠下心来 要把李安所有记忆扫去 到底是妇人之人 次日一早 杀 杀 喊杀升起 边塞长城 关门大开 天庭先军亿万 横扫向鬼域 而在茫茫鬼气之间 也传来了惊天战因 在天庭进行全面动员的时候 鬼域那边显然也已经做好了准备 这是一场 全面战争 杀 天地之间 喊杀之声 将天穹上的云层都给震碎了 大地剧烈呕的抖动 仿佛有无数的凶兽 从大地的两边冲击而来 好似两种截然不同的大潮 从不同方向奔出 最终冲撞在了一起 轰隆 整个十一天的大地 都像是要被击沉了一般 浩瀚无穷的法力轰鸣 各种神通碰撞在一起 仅仅是第一个照面 就不知有多少天仙 惊仙死去了 双方动员的大军 都以亿万计 而且 这一次设计长生白雾 所以都没有留守 全都是精锐 大罗的契机也在散发 但幸好自成一遇 没有波及这方战场 李安跟随顾雪宁 冲进战团 无数的大敌蜂拥而至 李安高呼着师父的名字 很快在人潮之中 与他失去了联系 李安被人群淹没 他准备装死 先躲开这片战场 但忽然一道光芒扫来 他眼前的几个敌人 都被灭掉了 顾雪宁本已经离开 但此刻竟然又回来了 一把抓起李安 道 跟我来 他引入战团之中 此刻已经彻底乱了 没有人能够分辨 他很快找到机会 转换了生命形态 同时 让李安也恢复贵羊虫生灵的本体 两人迅速远离 朝着鬼域的方向而去 大罗金仙没有干涉 这方战场的最强者 就是太乙金仙 顾雪宁身为金仙 又有长生种为掩饰 所以畅通无阻 很快 他已经带着李安到了战场边缘处 你的修位太低 这场大战莫要参与 去找个地方成仙 从此之后 你的路 就靠你自己来走了 顾雪宁轻轻一探 道 去吧 李安深深看了顾雪宁一眼 没有多说 行了一礼 然后飞速离去 长生路上 唯有孤身前行 可惜 你与为师生不逢时 若没有这长生白雾 有你这么一个弟子 倒也是一桩兴士 今日放你离开 他日再相见 便无师徒之情了 他的眼中逐渐冷了下来 实际上 在三元谷中 看到李安为了保护他不惜生命的时候 他是真的动了收徒的念头 可得到了长生物质 这已经不容他将李安带在身边 甚至 瓜葛都不能有 李安不够强 对他则只是一个拖累 甚至是隐患 如果李安足够强 他又要担心李安成为威胁 长生路 注定孤独 他转身杀向战场 李安离开之后 迅速朝着顾雪宁所说几个地点去 他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的确是突破 但不是仙人级别 而是金线 他的速度非常快 修为尽数显路 一步踏出 便已经是缩地成寸 不过一个时辰后 他已经深入鬼域亿万里 远离了战场 此地是鬼域的龙元州 明山龙元山是最大势力 另外 也有许多金纤级的势力存在 李安神念一扫 直接朝着 一个名为玉叶宗的金纤宗门而去 他感应了一下 这个宗门内留下的高手并不多 只有一位快要老死的金纤坐镇 金锐似乎都已经前去参与大战了 李安悄无声息地接近 直接到了这位老金纤的洞府之前 谁 直到李安进入洞府 这位老金纤竟才反应过来 但是李安已经强行闯过了他设下的静置 直接逼到了他的面前 你敢 这位老金纤怒吼 一拳朝着李安砸了出来 他年岁已大 早已被不可名状缠身 手笔上长满了诡异的肉流 但也因此 肉身变得十分强大 他已经感觉到了 来人只是一个小小天仙 但 下一瞬 两人的拳头猛然撞在了一起 这位老金纤的眼中 顿时爆发出难以想象的惊恐 他的手臂居然被摧枯拉朽地轰成了血沫 他见识极快 法力已经轰出 他明白了 眼前这个青年 虽然只是天仙境界 但肉身居然比金纤还要强 他金纤法术打出 但诸多法力 居然不由自主地朝着他头上涌去 他下意识地抬眼 只见一方黑白末盘 已经镇压而下 那黑白末盘 将他的法力都给研磨 吸收了 不 老金纤震惊到了极点 这究竟是什么手段 黑白末盘镇压而下 同时李安大手也已经突破他的防御 直接扼住了他的咽喉 哄 一声巨响 这尊老金纤直接被他给捏爆了 他的元神还想要逃跑 但已经被黑白末盘镇住 缓缓碾死 老祖 发生了什么 外界修者也已经有所感应 急忙赶来 对此 李安的应对很简单 他直接走出 然后开始了一场屠杀 许久之后 玉业宗彻底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李安布下阵法 然后开始吸收诡异之力 玉业宗精先级的诡异鲜脉 远远不断地被他吸收 掠夺 黑白末盘火力全开 鲜脉都在颤抖 大地清明 杀 此刻 正面战场 鬼域和天庭的大战已经逐渐分野 战场中留下了无数尸体 有鬼域高手冲进了天庭 也有天庭强者进入鬼域 混乱彻底到来 甚至 此刻各方都已经不再灭杀敌人为目标 而是 长生白雾 在天庭 鬼域之中 由于未知存在搜减造化 所以 天地间的长生白雾全部显形 世人可共逐 这引发了无穷的混乱 陈罗周 经过一番苦战 道宗高手 已经将这一周拿下 他们一路上 自然遇到了无数的高手阻拦 但故残业出手了 他如今已经是准大罗精先 而且曾经和向云天一起受过太阿剑上的指点 剑气纵横 百合无敌 横扫了战场 在很多地方 都已经出现了长生白雾 故残业一身青色长袍 四千年过去 他已经续上了青燃 看上去极具飘逸之姿 一边擦着剑上的血水 一边道 都安排好了 安黎站在他的身边 点了点头 推演了多少次 不下一百次 接下来 准备怎么做 安黎道 等 这里没有长生白雾 但会有长生白雾 从这里经过的 他回来这里的 故残业道 碧落宫和宝顶宫 终究是外人 能否相信是第一个问题 就算他们出手 能不能行 是第二个问题 弟子已经做好了 其他后手 安黎平静开口 这是一场豪赌 赢了 或许有一线翻盘的机会 不止道宫能够活下去 就算是李太上的仇 也能有希望得报 如果输了 粉身碎骨 道宫从此不存于事 所以 成功率几成 勉强 八成 故残业放下了手中剑 够了 他随手拔了一根草根 放在嘴里 一笑道 你师父经常说 老阴火当年没有实诚把握 就算冒险 时依是亿 咱们也不能太客求了 就这样吧 一个月后 玉叶宗故地 已经化作一片死寂 原本玉叶宗也算是屹立于仙山之间 诡异草木茂盛非常 溪水横流 都蕴含诡异之气 如今 溪水已经干涸了 河床两侧 已经彻底变成了沙漠 就连草都不剩一根 那些原本苍翠的老树 就像是历经了无数的岁月 干瘪 腐朽 李安从玉叶宗走出 他的诡异之气 强盛到了极点 周围还有好几个金仙级势力 他直接出手 好在 如今大战横行 处处封烟 就算是明山 也是朝夕之间被灭 所以 这些金仙级的势力 更无人管 过程十分顺利 一年之后 李安离开了龙元州 他还要去十一天内 突破金仙境界 不只需要诡异仙脉 也需要正统仙脉 两界边境 曾经的那道天倩长城 早已经被战火烧成了废墟一片 李安毫不费力地跨过 进入十一天内 却发现此地 几乎已经没有正统修仙者了 所有明山 几乎都被杀空了 在一些仙城中 堆满了腐烂发丑的尸山 显然 在那场大战之中 天庭中就是落在了下风 被横推了 十一天都失手 我们已经推平了十一天 十天 第九天 天庭当面 可惜了 十一天此前 也有过一道长生白雾出现 长生白雾 需要看缘分 在尘埃落定之前 究竟属于谁 难说 光是那道长生白雾 就已经让十几位太乙金仙灭亡了 在紫霄州 一座金仙级的伏地内 几尊诡异生灵正在谈论 在十一天 与我诡异交界之处 一直有一道长生白雾的踪迹 有不少人还在追逐 我们就在此地等待 或许会有收获 我等实力不足以参与角逐 只能在外围等待 嗯 你是何人 忽然 有人发现了上山的李安 这十几个修者 顿时都站起身来 目光不善 冷到 这里已经归我们了 李安健壮 却只是微微一笑 这里归我了 找死 这群诡异修者 顿时上前动手 他们中也有一位金仙鸭阵 但对此刻的李安来说 他们简直如泥塑一般 不过片刻 十几人就已经被李安全部杀穿 他打量了一下 这片山林 西年还是紫霄州的宫氏所占据 宫氏在临界大战之中 曾是灭掉道宗的主要势力之一 后来盛进出山首战 道宗群雄复仇 将宫氏灭尽 而此地也有新兴势力占据 往事成云烟 宫山秀 宫山羽 这些名字也都淡去 在历史上 什么也没有留下 李安开始闭关 快 抓住他 这是属于我的 而等想死吗 而此刻 十一天 与鬼域交界处的一片群山之间 一群太乙惊仙 正在你追我赶 追逐一道白光 那白光若隐若现 不断奔逃 想要再次潜入造化之间 但造化已被某种神秘力量阻拦 他无法顿逃 背后之人紧追不舍 咦 前方似乎有一方秘境 忽然 白光没入前方一片山谷 似乎有水波连连 白光竟然迅速消失不见 陈罗舟 道宗的人 就在此时 已有太乙惊仙指着前方 看出了这片秘境的来历 在那秘境之前 一个剑修已经淡然出现 他朝着群雄扫了一眼 微微一笑 道 这道白光 属于我道宗了 诸位可以离开了 但这群太乙惊仙 却都是冷眼相看 呵呵 顾道友 你打得好如意散盘 我们费尽多少功夫 将这道长生白雾赶入此地 结果你不下天罗帝王 坐收鱼翁之力 如此好事 只怕是我等 不会同意 顾残业道 我的剑说 你们同意了 找死 杀他 杀 一时间 此地直接爆发了一场大战 陈罗舟 而此刻 在战团之外 一个女子目光 也是盯着前方秘境 美眸中不断闪烁 此人正是顾雪宁 想要进入此地 拿到这道长生白雾 恐怕需要费一番手脚 他沉思了一下 然后转身离去 轰隆 此刻 十一天紫霄州 一座青山轰然倒塌 好似发生了天崩 山石滚落 飞沙走石 正片山脉 都像是要沉下去了一般 天地大道混乱至极 大道道运自主散开 造化之力都抵挡不见 就像是此地 已经成为脱离天地的一方禁区版 如果让其他人看到 必然会极为震惊 因为这种动静 明显是修者自身 已经和天地造化形成了分野 足以摆脱天地造化之力的束缚 一般来说 只有达到了大罗金仙的层次 才能散发出这种波动 而自崩山乱石之间 李安也已经缓缓走了出来 看着此地一片狼藉 他不禁感叹 这只是突破一个金仙 就废掉了三条诡异仙脉 三条正统仙脉 全都是金仙级别的呀 以后突破到太乙金仙之时 又得耗费多少 不过 感受到体内生死末盘的变化 他也极为满意 此刻的生死末盘 一旦外放化作神通法术 当真如一座山岳轮转 金仙修者绝对承受不住 生死之力的撕扯碾压 甚至 就算是太乙金仙 如果被李安镇住 恐怕也会付出惨重代价 只不过 太乙金仙已可顿入冥冥 行动之讯 潜藏之秘 就算是李安也难以动见 他纵然掌握咫尺天涯等神通 也追不上对方的 更何况 太乙金仙的灵石 更是会出现质变 一旦感应到生死杀鸡 劫难到来 便可提前做出准备 从这片山岭走出之后 他随手抓住了几个修者 了解了一下如今的情况 道宗设下秘境 连夺两道白雾本源 李安吃了一惊 在陈罗洲一片山谷之中 道宗竟然已得到两道白雾本源 这极为惊人 已经引起了世人关注 如今 很多高手都在往那边赶 据说 甚至已有了大罗行踪 李安眉头紧皱 不对 安离绝对不是鲁莽之辈 像云天和顾残叶等 对长生也不会拥有这么强的执念 有问题 他眼睛微微一眯 犹豫了一下 他还是朝着鬼玉尘罗洲而去 与此同时 两道长生白雾 不知何处的虚空之中 红波仙子饶有兴致 道 道宗何时 对长生如此上心了 怕是多半有诈 他的身边 七月仙子却道 弟子安排在道宗的内营 传回一个消息 太厄剑圣可能还活着 还有一线生机 他们想要救太厄剑圣 所以 需要长生白雾 闻言 红波仙子眉头顿时微微一挑 道 此人居然还活着 倒也是个祸患 我去陈罗洲一趟 他拂袖而去 而七月仙子 则是微微吸了一口气 随即跟上 陈罗洲 一路上 李安已经遇到了许多前往此地的高手 金仙 太乙金仙 树枝不尽 此地居然聚集了两道长生白雾 足以引发所有人的贪婪 终于 他也已经到了 道宗部下结界的秘境之外 山谷之外 高手齐聚 李安暗暗感应了一下 除了明面上的二三十位太乙金仙外 还有许多人暗中窥伺 天庭的人和鬼域的高手都在 此刻居然和平共处 都是盯着前方的结界 道宗部下的这结界非常强 已经有九位太乙金仙 十几位金仙被斩杀了 尤其是顾残业 此人曾经跟随太阿剑圣修行 虽然还没有达到彻底的人剑合一 但在大罗之下 难逢敌手 这方秘境 必须要合力才能击破 很多人在低语 还有许多精通阵法等到的太乙金仙等 不断出手试探 但终究是一无所获 李安也悄然靠近 他随手尝试 仅仅是探了一下阵法之秘 他已经恍然大悟 道宗用来保护这方秘境的 竟然也是画骨大阵 他不禁哑然 长生者已经彻底逝去 但他留下的东西 却仍然在搅动风云 得益于李安曾经的战绩 天下无人不知 此阵乃是第一大阵 世间不知有多少人苦心研究 而道宗 当然是所有势力中 对画骨大阵最为了解的 毕竟 当年李安曾经在道山出手布阵 斩杀太乙金仙 虽然他当时布下的大阵已经消失 但所留下的痕迹等 对于钻研画骨大阵的修者来说 无疑是一笔最宝贵的财富 也正是如此 此刻道宗所展现的阵法水平 比顾雪宁 徐敖等人还要强 他们选择用画骨大阵 也是理所应当了 等贤之辈根本无法靠近 加上又有顾残业者等准大罗阵守 除非真正的大罗精仙到来 否则奈何不了此地 大阵有所隐藏 并非全部展现 李安饶有兴致 他围绕这个山谷走了一圈 并且多次停下来 感知大地迈动等 最终神色逐渐凝重 针对大罗 李安不禁眉头微皱 别人看不出来 但是却瞒不过他 这方大阵与地气相连 借用造化之势 如果全部开启 足以对大罗精仙 造成一定的威胁 而且 这阵法隐藏得很深很深 道宗究竟想要做什么 是为了保护此地 不受大罗精仙的攻法 亦或者说 这本就是针对 大罗精仙的一个杀局 李安沉吟 无论如何 足见道宗这次所谋甚大 能够把化骨大阵 研究到这个程度 倒也算是难能可贵 但如果想要杀大罗 只怕还是不够 李安不假思索 准备再给这方大阵 增添一些猛料 但他想要动手 还缺乏许多阵法材料等 好在此地的秘境结界 已经吸引来了许多阵法师 其中不乏太乙精仙级别的 李安观察良久 终于其中抓住机会 其中一位太乙精仙 暂时离开了此地 不知去做什么 李安悄然跟上 他的生死末盘运转起来 将自身与周围的造化 明明隔绝开来 须知 太乙精仙已经初步 与造化建立了联系 如果感应到造化之间 存在灾祸 劫难 以及针对自身的杀鸡等 能够引入冥冥 所以很难被杀死 除非是到了大罗精仙的层次 与天地交融 能够影响造化 如果一尊大罗 想要对付太乙精仙 太乙精仙便无法 从与造化的联系之中 得到警示 李安的生死末盘 与生死之间平衡 隐约已经超脱因果 所以 一旦运转起来 周围天地造化 便很难捕捉到他的痕迹 他跟随这位太乙精仙 走出了几千万里距离 对方终于进入了一方洞府 李安在洞府之外隐藏起来 对方应该是回来 取某样东西的 很快折返 但他刚出门 一方如山月般的生死末盘 更有许多黑白线条爆发出来 将他给笼罩于此地了 什么 这尊太乙精仙 脸色大变 有人逼近 但他居然没有任何感应 难道是大罗吗 不对 出手之人没有达到这个层次 他瞬间取出一张符禄 直接打了出去 那符禄勾动天地之力 画出一片火海 简直是要将一切都给焚化了 周围百万里大地 都被热焰横空 地面上的植物等 瞬间粘胶 周围山林中的动物等 更都是瞬间被烤熟了 但那黑白末盘 居然没有被焚化 只是被震得摇晃起来 似乎很不稳定 他奋力想要离开 但那黑白线条 却缠绕全身 他速度都被减缓了 一时间难以顿入冥冥内 而此事 一道人影 已经直接奔他而来 你找死 太乙精仙打出一方黑色燕台 这黑色燕台 乃是他性命娇羞的法器 威力极大 砸在李安身上 让李安堪比太乙精仙的躯体 都是出现了寸寸裂痕 但他却强行稳住了 竟然欲血而行 杀到了这尊太乙精仙面前 两人肉搏 这尊太乙精仙脸色大变 他已经发现了 此人的肉身 不弱于太乙精仙 而且 最关键的是 那方玄之的神秘黑白末盘 居然将他的生命力 逐渐磨灭了许多 相反 李安则是从黑白末盘之中 获取大量生命力 死消彼长 三个时尚后 李安气喘吁吁的坐在洞府之前 将这位太乙精仙的纳戒等 一一打开 这一战非常艰难 实际上已冒了一定的风险 李安之所以这么做 主要还是 想要检验一下他的战力 结果让他十分满意 黑白末盘 倘若大成之时 当真能够主宰生死 可以说 这尊太乙精仙 是活生生被李安给耗死的 在生死末盘之下 只要对方被缠住 就会不断被末盘碾碎生命本源 而李安可从其中的得到补充 深吸了一口气 他从这尊太乙精仙那戒中 取出了一些防护阵法 瞬间布下 这里也有一条太乙精仙级别的仙脉 以后说不定还有用 李安取出了许多太乙精仙级别的造化宝玉 他马上开始制作阵盘 希望来得及 师父 何时出手 陈罗舟 天穷虚空之中 七月仙子跟着红波仙子到来 红波仙子淡淡道 此地的消息都传出去了 七月仙子点点头 三日之内 此地的太乙精仙数量 必然暴涨至两百人左右 弟子担心 可能会引来大罗精仙 师父您真的不出手吗 红波仙子微微一笑 道 鬼域和天庭有约定 大罗精仙级以上 不得出手抢夺 这场战争 是属于太乙精仙级别的 可万一 单凭太乙精仙级人物 攻不破道宗的防护呢 难道真的要眼睁睁看着道宗 拿到两道长生白雾 甚至救活太阿剑圣 七月仙子道 当然不坏 红波仙子平静地开口 天下大罗 谁敢碰长生白雾 太阿剑圣 若真想借此逆天改命 我自会出手 半个月后 李安终于出关 他飞速赶往陈罗州 陈罗州的消息 已经传遍天下 前往陈罗州的修者 数不胜数 密尽山谷之外 到处都是精仙 太乙精仙 但让李安意外的是 到现在为止 居然还是没有大罗到来 不敢出手吗 仔细想想 从头到尾 李安没有听说过 哪位大罗出手 抢夺了长生白雾 都在恐惧 李安只是略微一想 就已经明白过来 大罗精仙是距离仙尊 最近的人 自然在知晓 这场长生之争 乃是云罗仙尊 和长青仙尊之间的事情 他们绝对不会允许 任何一位大罗 得到长生白雾 毕竟 大罗精仙境界 距离仙尊太近了 得到长生白雾之后 说不定将来真的会威胁到他们 相反 像是顾雪宁这样的低层次修者 就算得到了 他们也能轻易掌控 既然如此 道宗究竟是想要针对谁 李安心中 已经隐约有了一个猜测 他开始行动 先是在陈罗州 其他的名山周围 布下了阵盘 又沿路接近 最终将整个陈罗州的地脉 都与道宗那片山谷 连接了起来 他这样暗中改造后 道宗的画谷大阵伟力 可以增添数倍 如果那片山谷的地脉支撑不住了 整个陈罗州的地脉之气 都会被聚拢而去 甚至 周边的其他州郡 凡是陈罗州地脉相连的 也都会远远不断地供应 做完这一切 李安也到了秘境山谷之前 道宗的道友 两份长生白雾 你们为您也太贪心了 不错 你们已经犯了重怒 将长生白雾交出来 我们可以 让你们平安离开 纵然你们的 结界阵法再强 面对这么多太乙金仙 也终究会被破灭 山谷之外 一尊尊太乙金仙伶俐 一眼看去 已有两三百人 另外 更有不知多少金仙强者 环似四野 想要长生白雾 倒也简单 这样 谁能胜过我手中这把剑 我就让它进入秘境 如何 而结界之内 故残业一笑 剑指群雄 道 谁来 人群之中 已有几尊修为 强大的太乙金仙走出 与顾残业大战起来 这段时间 顾残业连战不停 无疑败继 早已闯下赫赫威名 此刻赶上前与他交战的 也都是顶尖太乙金仙 双方纠缠来往 法力惊天 轰隆 而就在此刻 从秘境之中 竟有一股澎湃的剑意 似乎起伏不定 隐约之间 还有两朵惊人的白色祥云 声腾起伏 不对 那是 长生白雾 有人在炼化长生白雾 这动静 很惊人 他们快要成功了 一时间 外面所有太乙金仙 都是震惊不已 然后都急了 一起出手 否则真的等他们 炼化了长生白雾 就晚了 不要等待了 所有人开口 此前 因为长生白雾 并没有出现 被炼化的异象 所以 此地的修者 大多有所隐藏 不愿意直接出手 成为他人的踏脚石 但此刻 所有人都等不得了 这种波动 难道是超越 太乙金仙的存在 在炼化吗 阻止 场中数百名太乙金仙 还有无数的金仙 都全力出手 法力好似惊涛骇浪 疯狂地 砸在结界之上 整个山谷 几乎都像是 要被击沉了一般 结界摇摇晃晃 几乎就要被攻破了 但 就在此刻 从结界之内 忽然有一道剑芒 直接斩出 这道剑芒 化作九天瀑布 大河奔涌 所到之处 横扫千军 那些围攻杰界的修者 都是脸色恐惧非常 想要退后 但根本躲避不及 啊 不 不 这是一场杀劫 纵然是太乙金仙 都挡不住这剑气 场中强者 近似差不多死了三分之一 大罗 一定是大罗 居然敢介入这场斗争 是想找死吗 大罗金仙之间 不成文的规矩 谁碰长生白雾 都会死的 所有人都是震惊 四千年间 也曾有不少大罗金仙 得到过白雾本源 但无一例外 那些妄图吞并 长生白雾的大罗金仙 全部都被暴毙了 所以 世间甚至一度将长生白雾 视作大罗噩梦 亦有传言声称 大罗已连通造化 所以 他们已经被盯上了 相反 底层的修者才有机会拿到 这等剑气 难道是 太阿剑圣 猜测纷纭 而在此刻 结界之内 那两朵白色的祥云绽放 眼花 好似要超脱了这片世界 山谷周围 百万里的天地间 有无数的大道在垂落 莫名有红中大驴 龙银奉笑之声响起 这是祥瑞之兆 难道 他要突破了吗 这世间 又要多出一位无敌存在 世人震撼 但也就是此刻 太阿剑圣 你过界了 一道清冷的声音 忽然响起 一只仙仙玉手一挥 浩瀚法力如一片大海落下 所到之处 镇压一切 山谷四野的太乙金仙 金仙等 都是感受到了极致的威压 瞬间无不跪地 大罗金仙出手了 大罗金仙的法力轰然落下 那方结界终于再也支撑不住 直接被撕裂了一脚 保护剑圣 保护剑圣 在结界之中 安黎带着道宗高手李清燃 坟园 雷荡等 齐刷刷聚在一方洞府之前 众人心中震撼 这么多太乙金仙都 无法攻破的结界 居然就这么被人给毁掉了 他们抬眼看去 只见红波仙子 不知何时已经出现了 他偏然到来 神色却冷冽无比 他一直在暗中等待 最终那一剑 让他确认了太阿剑圣的身份 他直接一指 朝着结界点出 他的玉纸上带着一枚石剑 那石剑发出蒙蒙之光 神秘莫测 而从那方洞府之中 仍旧只是一道剑气席卷而出 好似白红灌日 破灭一切 与红波仙子这一指碰撞 巨大的冲击波四散开来 鸿鸿鸿 以山谷为中心 大地上多了很多条巨大的裂缝 几条山脉的山峰 就像是虚弱的沙丘 纷纷被推平 一切生灵都遭遇了混乱杀结 战场中的诸多太乙金仙 金仙等更是无不吐血 几乎全部被中创 你虽然没有死 但你的剑却已经不行了 红波仙子见状却是忽然一笑 然后一步踏出 下一瞬 他就已经出现在了洞府之前 其 也就是此刻 安黎忽然一声大吼 轰隆 轰隆 忽然 山谷周围数百万里 一处处光芒从大地之中爆发而出 阵法的力量 彼此勾连交错 神光凝结 直接将这片区域 全部给封印了一般 没有人可以逃出去 庭主施得无道 今日道宗图之 安黎大吼 场中所有人大惊失色 这 阴谋 陷阱 这是陷阱 道宗疯了吗 居然想要伏击红波仙子 就凭道宗 就凭一个即将厌弃的太厄剑圣 所有人哗然 而此时 安黎等人背后的洞幅 已经缓缓开启 一个中年男子持掌一柄 石剑走出 他身上契机与周围造化 几乎融为一体 向云天 红波仙子眉头一皱 道 竟然是你 我明白了 太厄剑圣还是死了 你借助他冲击先尊的那一日 也渡过了大罗剑 你认为 你可以杀掉我 他的眼中带着一抹冷嘲之意 可以 向云天却是肯定的开口 祸乱苍生 今日 请你去死 花音落下 他手中那把石剑 已经发出滔天光芒 直接斩向红波仙子 红波仙子一拂袖 他身前便出现了一道天渊 向云天的剑意 在那天渊中不断被消耗 到了他身前时 已经只剩下一缕风 伤不到他分毫 如今的红波仙子 堪称亚尊 而向云天 却只是刚刚晋升大罗 两人之间的差距 还很大 人剑合一 而下一刻 向云天忽然消失了 只剩下那把石剑 石剑无人驰而自动 无人催而迸发 好似一颗流星 直接刺向红波仙子 正如当年太厄剑剑一般 当人都不存在了 便也没有什么 能够阻拦这把剑 红波仙子闭上眼睛 双手合十 他身前的一切规则 空间 时间 造物等 忽然像是都不存在了 出现了一片纯粹的真空 或者说黑洞地带 向云天的那把剑 贯穿入其中 却是再也无法出来 此乃 半步仙尊的手段 直接影响天地造化 活生生将他和向云天之间的一切戒指 都给毁掉了 如此一来 就算向云天这一剑再强 也无路可走 无处可循 但 红波仙子却并无喜色 他下意识猛然回头 只见从他身后 不知何时 浩瀚的魔气 居然已经席卷而来 一个女子悄然出现 手持滔天模糊盖子 震杀他 魔女 上官圣仙 红波仙子 脸色一变 魔女上官圣仙 这个名字 在鬼域天庭 同样无人不知 四千年前 滔天大魔被血剑魔君所杀 世人都以为滔天大魔的传承 从此断绝 但不久之后 却有另一个女子出现 他手持滔天模糊盖子 被滔天大魔传承 纵横两欲 今日 他竟然也来了 参与了灭杀红波仙子之举 道宗 入魔了 勾结魔道 这 还是道宗吗 疯了 完了 我们 我们也要死 场中所有太乙金仙等 此刻都是震撼非常 他们已经卷入了一场滔天阴谋之中 道宗要颠覆天庭 灭掉庭主 而他们 作为见证者 绝对不可能活着离开 就连李安 此刻都是 有些吃惊 上官圣仙 竟然还活着 而且 还成为了大罗金仙 而且 他居然和道宗合作了 李安不禁朝着安理所在方向 看了一眼 大罗激战 法阵滔天 而安理却似乎是场中最冷静 最从容的人 他才是这场局的操盘人 盯紧了 今天此地所有人 都不能放过 安理轻声 朝着旁边李清然等开口 如此 会不会太狠了 有人低语 也有人看着上官圣仙 眼中复杂 带着不愤之色 道 掌教 他毕竟是魔修 这件事 有朝一日 我会给道宗一个交代 按我说的去做 安理神色平静 一切后果 一切罪念 安某 一力承担 这一刻 周围不少人神色恍惚 在他们眼中 安理的身影 一下子似乎与道宗曾经的那位长教 太亲子 重合了 上官圣仙出现 一代魔道大罗 手持滔天魔壶盖子 魔威滔天 与红伯仙子连连交手 如果我没有记错 你与昔日里安 乃是宿敌 如今竟与道宗联手 一边交手 红伯仙子 一边冷声道 只是一起杀你而已 联手还算不上 上官圣仙微微一笑 请停主赴死 滔天魔壶盖子再次打出 魔影重重 不断嘶吼 巨大的鬼脸 散发森寒之气 朝着红伯仙子吞噬而去 同时 由于上官圣仙的影响 困住向云天的那片黑洞 也已经出现了裂痕 向云天从中杀出 同时杀向红伯仙子 三尊大罗大战 虚空都被彻底扭曲 战斗的场景和声音 就连太乙金仙都 看不见了 实际上 场中所有太乙金仙 金仙等 此刻也没有心思去看这场大战 他们都在拼命地远离战场 想要躲开 毕竟 三尊大罗金仙大战 随便一缕波动 就能让他们重伤 乃至死亡 但是 道宗部下的这方大战 方圆只有数百万里的距离 全部都在战斗的覆盖范围之内 他们左右横膜 上跳下窜 也根本无用 随时随地 都有仙人死去 李安迅速退避 他看似 也在左右腾膜 但实际上 他能够利用化骨大阵进行规避 他没有马上离开 豪毒 李安不禁皱眉 安离设下此局 是想要杀掉红波仙子 但如果仅仅是目前看到的这些 那说明 安离仍旧 太蠢 远远不够 必须得有其他的安排 比如 眼前的战斗 光联合了上官圣仙 未必就真的能杀掉红波仙子 而且 外界来了红波仙子的支援怎么办 杀掉了红波仙子之后 又如何面对长青仙尊的怒火 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 李安知道 安离绝对不是一个蠢货 他的师父项云天 虽然是个坦率之人 但安离一直都颇负心计 经过这么多岁月的衰大沉淀 其所思所想 也一定有了质的飞跃 所以 他此刻反而好奇起来 安离这场局 究竟想要做什么 轰隆 而此刻 在所有人看不到的空间内 大战已经白热化了 上官圣仙和项云天 修为都只是刚刚进入大罗境界不久 但是 他们手中的法器却逆天 上官圣仙拿的是滔天模糊盖子 向云天手持的是太阿剑圣的石剑 为他们弥补了不少差距 三人都已打出真火 修为全开 法力所到之处 虚空都撕裂成光影 你们的手段 仅此而已吗 若是如此 这场战斗 也该结束了 花音落下 红波仙子眼中忽然一笑 他手上的一个实质戒指 忽然散发出乳白色的鸿蒙之光 那光芒所到之处 天地间的一切造化之力 竟似乎都被剥夺一空了 先尊之物 上官圣仙和项云天 都是脸色大变 大罗之威 在于交感造化 引动造化之力 但先尊之强 则可以掌控冥冥 这先尊之物一出 两人的大罗法力 竟似无可动用 若不是他们手中的模糊盖子 太阿剑 君非凡品 恐怕他们此刻已经死了 小小道宗 竟妄图逆乱 那今日便从这天地间消失吧 红伯仙子微微一笑 玉手朝着上官圣仙 和项云天压了下去 两人艰难抵抗 嘴角都已经溢出鲜血 调转大阵 杀了他 而此刻 安离大吼起来 道宗经言化古大阵多年 但仍旧不能完全吃透 他们布下的阵法 以困为主 杀法只是其次 现在已山穷水尽 只能倾尽全力 法阵轰然运转 安离脸上 似乎都带着一丝紧张了 一杆又一杆的大旗沟通天梯 第一道 第二道 七道正旗的力量 已经足以相当于 大罗经仙的权力一击 但忽然 安离眼中露出了一抹 不可思议之色 因为 他居然看到了 第八杆正旗生疼而起 怎么回事 他下意识地眨了眨眼睛 简直怀疑自己眼睛花了 但那正旗滔天而起 威力磅礴 没有半分虚假 而且 第八杆正旗并非极限 紧接着 第九杆 第十杆 正旗伶俐就像是没有尽头 第十五 第十六 当正旗超过第三十般的时候 安离整个人都呆滞了 他的瞳孔中 简直带着一种不可思议 好似见了鬼一般 什么情况 此地的大阵他非常了解 杀伐之术只有七 七杆杀伐正旗 勉强相当于大罗一击 便是极限 多余的那些 是怎么出现的 简直像是 见到了什么鬼故事 而他旁边的李清然 雷荡等人 眼中都是露出了惊喜之色 我们道宗的实力 居然已经这么强了 掌教 藏得真深啊 有希望了 他们都是振奋的开口 就连顾残业 此刻都是眼中 闪过一抹复杂之色 道 的确学的真音啊 就连我都被蒙在鼓里 战场之中 红伯仙子此刻已经脸色变了 一杆一杆的战旗 绵延不息 最后他扫了一眼 四十九杆 四十九杆杀伐正旗 简直像是将整个陈罗洲 乃至鬼域大地的天地造化之气 都席卷而来了一般 惊涛海浪 气急海啸 朝着他轰杀而来 他的鸿蒙十戒 斩灭了此地的一切造化规则 但此刻这方大阵 却从无数地方 吸来了蟒仓之气 化作天刀神剑 汪洋大河 轰杀向他 竟将画骨大阵 掌握到了这个程度 他第一次露出了心惊之意 就连眼前已岌岌可畏的上官圣仙 向云天都顾不上了 将两人扫飞出去 而后转过身来 驱动鸿蒙十戒 法力大作 竭尽全力 抵抗着阵法杀击 他的确没有想到 这才是道宗真正的杀招 七杆正齐 就相当于大罗金仙一击了 七七四十九干呢 为什么我的支援还没有到 这最后关头 他的心中 却是闪过一个念头 在发现自己被困的时候 他就已经传出了几道消息 给几个忠心的大罗金仙 如果能有几个人帮忙 此刻他或许会轻松很多很多 轰隆 喷喷喷喷 十一天与鬼欲接壤之处 原本一片长城屹立于此 但如今已成为废墟一片 此刻空中 却有几尊大罗 正在对峙 芸汐 夜顶 你们究竟想做什么 竟然敢阻拦我的 前去支援庭主 一尊老大罗金仙 面色不善 他名为赤毛大君 乃是从旧天庭时代 就跟随长青仙尊到今日的人物 属于老牌强者 和他一起来的 还有另外三人 但此刻 他们却被芸汐和夜顶所当 芸汐一袭白裙 他拔下了云记上的一根簪子 任乌黑绣发散落 他名谋善赖 手持发簪 看着赤毛大君等人 微微一笑 道 如果我没有记错 大罗金仙是不能参与这一次的争斗的 几位是想去陈罗州 陈罗州可是有两道白雾本源的踪迹 呵呵 你说 你们是奉庭主之命前去 我们可判断不了真假 夜顶也冷道 不错 我等身为天庭忠臣 自然该维护天庭的规矩 你们现在不能过去 等白雾本源有了主人再说 如果今日我和云公主 真的耽误了庭主命令 我们也甘愿受罚 赤毛大君闻言 怒容满脸 你们分明是想造反 他脸上皮肉跳动 道 既然如此 那就休怪我们了 原定大君 你与我一起格杀这两个叛徒 左凤天君 石藤天君 你们二人 马上去找庭主 不要耽误 说完 赤毛大君手中已多了一柄赤色长矛 煞气惊人 让周围百万里的长空 都飘起了红毛风 而夜顶 身边已经有九只小顶沉浮起来 大战 一触即发 但 就在此刻 轰隆 一股澎湃浩瀚的力量 忽然从鬼域的方向远远传来 场中几位大罗精仙 都是看了过去 这一刻 他们的眼中 都是有些失神 就像是世界末日 天崩地裂 整个陈罗州大地 从陈罗州的方向 大地不断坍塌 消失 一切生灵都毁灭了 天穷之上 发生了大崩灭 大道紊乱 气韵近毁 一眼看去至少几百万亿的大地一起蒸发 毁灭掉了 大罗战 有大罗战斗 而且 没有开辟大罗战场 原定大军震惊的开口 一定是亭主出事了 杀 赤毛大军怒火滔天 现场 一场大战也爆发了 拦住他们 夜顶一声大喝 酒顶瞬间放大 好似化作九方世界 直接要镇压四大强者 打不打得过令说 现在最重要的是 缠住 给道宗争取时间 陈罗州 整个大地都陈县不见 只剩下黄茫茫的一片雾气 那些雾气是沙石 山脉 草木等被毁灭后形成的尘埃 或许在经历几万年的岁月 天地规则重新渗透 这些黄茫茫之气 又会重新凝聚成沙漠 然后变成土壤 又一次成为生灵生长的乐园 但目前 都被毁掉了 为何大罗之间战斗 都有不成文的规定 需要开辟专有的大罗战场 就是为此 而黄茫茫的雾气之中 几乎所有太乙金仙 金仙等 都已经化成了结灰 彻底死绝 在战场之中 红波仙子仍旧站立 只是 他的躯体 居然在渐渐萎缩 像是水质 稀空了一般 他低头 一柄血色的小剑 已经刺入他的小腹 天师 他抬眼 在不远处 一个与上官 圣仙长乡一模一样 但气质 却截然不同的少女 正淡淡地看着他 我该叫你原子一 还是上官萧萧 红波仙子已知晓 他生命走到了尽头 这一次 他是真的落入死结中了 他本以为 七七四十九感 杀伐阵齐 就是道宗的最大杀招了 但他没想到 那么强大的阵法 居然 只是为了掩护 上官萧萧的刺杀 这一次 道宗真的准备太充分了 像云天伪装 泰阿剑圣 又骗他进入此地 上官圣仙持掌 模糊盖子参战 大阵轰杀 同样是大罗金仙的 上官萧萧 隐藏在大阵攻伐中刺杀 天师小剑 刺入他的躯体 而且 他也明白了 此刻救援仍旧不治 足以说明 道宗还有其他的安排 挡住了他的援军 只是 会有谁和道宗一起上赌桌 这怎么看 都是一场必输的赌局啊 就算自己死了 道宗又岂能翻天 须知 天庭真正的主人并不是他 他也只是一个傀儡 袁子参另有其人 他和自己的孩子 度过了平静 幸福的一生 上官萧萧 微微一笑 盯着红伯仙子 道 疼吗 红伯仙子没说话 不说话就是很疼 你疼 我就很开心 今天只是收取一些利息 你应该认识这把剑的 这把剑是李安的 他没了 但他的剑 会替他复仇 你只是开始 上官萧萧笑着 露出了亮晶晶的小虎牙 一个死人而已 你们 很快也会死 红伯仙子到了最后一句 然后 他忽然闭上了眼睛 然后整个人 直接抱成了一团血污 好似眼花一般绽放 绚烂又凄美 惊心又动魄 在原始黄哀中 血雨不断下起 却没有响起天地的哀歌 因为此地的天道和造化 都已经被打崩了 无法再为大罗金仙的逝去 而悲鸣 嗯 不对 但忽然 上官圣仙道 他的血魂 在血雾之中 竟是有一道淡淡的血影浮现 迅速远离 上官圣仙 急忙激活滔天模糊盖子 想要阻拦 但魔气所致 居然拦不住 那道血影 血影迅速离开 到底是亚尊 半只脚踏入仙尊之中 凭借我们 无法彻底诛杀他 向云天眉头紧皱 上官圣仙 也当即收起了模糊盖子 不再做无用功 然后看向云天等人 微微一笑 道 多谢 合作愉快 我想 你们应该要去天庭了 接下来的事情 我便不奉陪了 说完 他直接转身离去 迅速消失 他已经得到了一缕长生白雾 这就是道宗 给他开出的架码 上官圣仙和云西 叶鼎等人 其实也一样 在进入大罗金仙之后 都失去了 更进一步的机会 只要再变强 就会被云罗仙尊 常青仙尊 联手震杀 他们两人斗得再狠 也不会允许 其他人崛起 威胁到他们两人 而这一次 道宗却要颠覆天庭 他当然乐意参与 这至少是一个机会 一个希望 甚至 接下来道宗 还会吸引 常青仙尊的注意力 而他就有足够的时间 去消化 那道白雾本源 此人留不得 等他成长起来 可能比常青仙尊 更加可怕 向云天遗憾 递道了一声 其实方才 他是存了与上官萧萧联手 把上官圣仙 也灭掉的心思 但上官圣仙 见机太快 做完事 马上就撤了 无所谓的 上官萧萧 却是捋了捋头发 收起了天使小剑 道 让他去 我们还有事情要做 只要能给离狗复仇 能让云罗仙尊 和常青仙尊败亡 谁最后长生 都一样 他轻语 上官太上 此时 安离朝着上官 萧萧行了一礼 道 红伯仙子已经败亡 虽于残魂 但不足为虑 天庭内部群龙无首 得劳烦您 马上去一趟立山 救出紫仙子 他乃是常青仙尊的弟子 我们需要奉他继位 为天庭之主 这 就是安离的下一步计划 杀红伯 只是第一步 紫仙子为天庭之主 便是第二步 红伯仙子死后 紫仙子 虽然是常青仙尊 仅剩的弟子 但他未必会首肯同意 做好安排 道宗的年轻一代 都遣散了 上官萧萧问了一句 四千年前一战后 他一直与道宗 保持着联系 上官萧萧 乃是太亲子的清传弟子 并且奉太亲子之命 引入诡异之中 所以 如今他在道宗内的地位 仅次于李安 这次的行动 太过冒险 道宗很可能全灭 所以留下一些火种 是必要的 正如当年临界大乱之时 太亲子等人 也曾让向云天等人 离开一般 太上放心 都做好了 安离微微一笑 顿了一顿 他又道了一句 太上放心 我道宗吉人自有天相 列代式去的前辈太上们 都会保佑 我们这次的行动的 上官萧萧点点头 道 我马上去立山 他的身影随即消失不见 准备离开 但忽然 他自虚空之中横行时 目光竟然发现 在茫茫黄埃之间 似乎还有一两道身影 正在远离 还有火口 上官萧萧心中一动 你小子 可以啊 而上官萧萧走后 向云天 却笑着一巴掌 拍在安离脑门上 道 什么时候学会的画骨大振 就连老子都被你吓到了 你是真的够阴 安离似乎想要说什么 但随即只是 微微一笑 不露声色 平静道 师父 你不是让我学习李安叔叔吗 我当然需要留一些后手 毕竟 永远都需要有底牌 他已经确定 有人暗中帮了 道宗一把 那多出来的几十感震旗 将陈罗洲 及更多地域的地脉之气 凝聚在一起 根本不是他所能够做到的水准 古往今来 能做到的人貌似 只有两位 那两位 不是都应该 已经逝去了吗 他的心中 此刻 已经掀起了滔天巨浪 有无数的猜疑想要说 有无数激动的情绪 想要发泄 甚至想要跳起来 抓住师父 向云天的胳膊 大声地告诉他这一切 但他最终只是平静 不告诉任何人 就当不知道这回事 只是 当他转过身来 朝着茫茫黄埃中 眺望的时候 眼底却有种 想要热泪盈眶的激动 真的 会是他吗 大战已毙 当看到上官 萧萧那一刻 李安已知晓 红波仙子死定了 安黎的计划 倒是十分忠密 就算李安来安排这场谋杀 差不多也就是这个水准了 当初选择 让安黎来继承长教之位 算是李安 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事情之一 他像向云天 满腔热情 赤子之心 正义之魂 也像李安 机关算尽 果断冷决 而此刻 李安眺望着前方 那道身影远离 他缓缓停了下来 李安目送顾雪宁离开了 是的 这场大战 所有太乙金仙和金仙 都死在了战斗的波及之下 唯有他和顾雪宁 活了下来 实际上 顾雪宁 虽然对画骨大阵 颇有些了解 但仍旧不足以找到生路 是李安暗中帮忙指点 给了他一条活路 救他 并不单纯 是为了救他 一来 他身上还有长生白雾 是李安 观察探索 长青仙尊计划的重要棋子 二来 他现在活着 可以帮助李安 遮掩身份 李安还不想在上官萧萧面前 暴露真身 喂 顾雪宁远远离去 李安的背后 已经响起了一道 轻力的声音 这道声音 从漂浮满天的尘埃中传来 就像是 穿越了无穷的混沌 跨越了生与死的距离 终于到了 新的彼岸 李安的嘴角 露出了久违的笑意 但是这笑意很快收敛 他转过身来 看到了那久违的熟悉身影 漫天黄埃 就像是一层幕布 隔在李安 和上官萧萧之间 但透过尘埃 细细看去 在李安眸中 上官萧萧容颜依旧 四千年过去 他还是当年那般 少女模样 身体 仍然显得有些病弱 但他已不再喜欢 穿白色的裙子 而是一身素衣 看上去 多了一种 历经风霜的沉淀 他不着脂粉 他似乎有些失神 还是上官萧萧 主动走了过来 饶有兴致地打量他 道 诡异生灵 你区区一个仙人 居然能够 从化骨大阵中逃出来 说说看 怎么做到的 李安心神恢复 一切情绪 竟藏在心里 脸上却露出了 警惕和畏惧之色 道 你是谁 上官萧萧道 相比起你的性命 和我是谁的答案 你更想要哪个 李安犹豫了一下 然后没有隐藏到 我名薛剑 乃是青元山的弟子 拜师顾雪宁 我师父曾经经验过 化骨大阵 我就是跟着他逃出来的 上官萧萧朝着顾雪宁 消失的方向看了一眼 道 怪不得 他话音落下 却是一挥手 李安手上的那戒 顿时飞到了他的手中 他扫了一眼 一张福禄 却已经出现在他手中 那只是一张 杜杰奇修者制作的福禄 但他却反复打量 目光中 似乎都有些失神追忆之色 这张福禄 你从何得来 他发问 李安道 这是我祖传之物 祖传 对 我父亲临死前曾告诉我 我家老祖 曾经被某位 名贯天下的大人物 受为弟子 只是 我族不断衰落 到了我这一代 已经只剩下我一人 祖传之物中 也只剩下这张福禄了 所以 我才不得已败入青元山 另求他人之法修行 瞎话随口就来 实际上 这张福禄乃是他自己画的 但他相信 上官萧萧 一定能认出来 弟子 上官萧萧忽然抬眼 清亮的美眸中 似乎有种夺人的光芒 李安只觉得 炫目之光射入眼内 紧接着便是 大脑一阵空白 呆滞了 他知道 这是上官萧萧在 探查他所说真假 李狗当年 还收过别的弟子吗 他清难一句 他心中原本是带着杀意的 毕竟 这次道宗做的事情 虽然肯定掩饰不住 会震动天庭 但有些细节 最好还是不要让其他人知晓 此刻这个薛剑 却让他心中 微微闪过一阵复杂之意 竟是李安某个弟子的后人 前辈 晚辈对阵法一道 颇有天赋 求前辈 留晚辈一命 晚辈愿以死相报 李安更是直接开口 上官萧萧看了他一眼 却道 你在阵法一道上有天赋 可你怎么也比不上你师父啊 我为什么不杀了你 留你师父 李安正住 这把剑剑你用 来 去把你师父 等人头带回来 我就留你一命 如何 他随意地将天师小剑 递给李安 李安对此毫不意外 但他却故意表现出 一阵犹豫之色 但最后还是摇摇头 道 我这一身记忆 借源自于我师父 他对我有大恩 薛某岂能如此行事 他将天师小剑双手奉上 道 既然如此 请前辈杀了晚辈 留晚辈师父一命吧 神色坦然 杀顾雪宁 这肯定是上官萧萧的考验而已 上官萧萧虽然出身魔门 但其实心性一直都不是试杀之辈 后来在道宗之内修行过 更是已经与魔之一字 划清了界限 上官萧萧轻叹了一句 可惜 虽然是李安弟子的传人 但却可惜不是李安那样的苟且无情之辈 所以 他可惜薛剑永远成为不了李安 不过 如此也好 他收起天师小剑 道 给你个机会 拜我为师 李安正了一下 疑惑地看着他 但随后却是一咬牙 道 薛剑拜剑师尊 直接行拜师大礼 上官萧萧坦然地收了他这一礼 将他的那张符录给收了起来 真而重之 道 这张符录 便算作你的拜师之礼了 至于你那个师父顾雪宁 我不会杀他 只不过 关于此间一切 他须得忘掉 他一挥手 李安就已经被他大罗金仙的法力笼罩 随他穿越虚空 只是一眨眼 居然就已经在数千万里之外 目光看去 明明正在飞速逃离的顾雪宁 行动居然好似一只乌龟般迟缓 大罗金仙的移动 直接是跨越虚空 是任何法术都难以比拟的 上官萧萧摇摇一直点出 一道光芒就已经打向了顾雪宁 正在飞驰的顾雪宁 郊躯一颤 坠落在一方山林中 似乎昏迷了过去 斩掉了他 关于这一战的记忆 你放心 他死不了 李安道 多谢师父 不知师父 我们接下来要去什么地方 上官萧萧道 问那么多做什么 身为徒弟 只要跟着师父走 也就是了 李安 他本来是想打听一下 上官萧萧下一步准备做什么的 毕竟 道宗的计划 应该还有后续 他需要了解 才能更好应对 但现在看来 上官萧萧不准备告诉他 但 也无所谓 上官萧萧行径并不算敢 他中途甚至还停下来了几次 在仙城之中隐藏身份 然后传出了天庭之主已死 道宗即将奉子先子为天庭之主的消息 显然是在推波助澜 故意把这件事给搞大 实际上 这个消息 也以最快的速度 传遍了整个天庭 所有先遇无不听闻了此事 道宗谋逆了 居然敢埋伏天庭之主 这是想要找死吗 到底真的假的 难道天庭真的已经一主了 如果真是如此 或许也是一件好事 子仙子仁慈良善 比红波仙子更合适 噓 这话不能乱说 当心被人听到 万一天庭问罪 那就完了 哼 我看你们就不用担心了 如果红波仙子真的还活着 会漠不作声吗 我已经得到消息 红波仙子真的死了 陈罗州等几个大州 都因为大罗战争 而化作黄埃之地 道宗传出习闻了 广告天下 天庭之主 红波仙子 勾结鬼域 祸乱苍生 真的假的 重磅消息 碧落宫和宝鼎宫 已经表态了 支持道宗 红波仙子 竟真的做了什么 天怒人怨的事情不成 各种消息满天飞 整个天庭都是人心惶惶 而且 还时不时传来 大罗之战的消息 好像是有一批 忠于天庭之主的大罗精仙 如赤毛大军等 与云熙等人 发生了多次大战 白雾本源大战危险 天庭内部 已经彻底乱了 但是 大部分的势力 此刻 却都保持了沉默 你这包鳄鱼皮的手法 倒是挺熟悉的 以前杀过不少鳄鱼 而此刻 一座山林之中 水潭旁边 上官萧萧 坐在一块巨石上 对着他手中的 那张符路发呆 见另一边 李安已经打了两条鳄鱼上来 正在包皮 手法熟稳 不禁开口 李安正了一下 没注意隐藏 差点露线 他不好意思笑了笑 啊 家道中落之后 曾经跟随父亲 当过一段时间猎人 很多灵兽 野物都猎杀过 鳄鱼皮挺值钱的 所以包得多 随口掩饰了一句 嗯 生火吧 上官萧萧没多问 代李安将两条鳄鱼洗净之后 他亲自上手 把两条鳄鱼 穿在两根银刺之上 架在火上翻烤 随着火势 不时从袖中 取出许多瓶瓶罐罐 包括油 酱 盐 辣椒等 竟然是配得十分齐 样样调料都不缺 不多时 两条鳄鱼已经被烤得金黄 外酥里嫩 散发出诱人的香味 好香啊 李安蝉虫大动 这味道 正是他最喜欢的 实际上 上官萧萧烤鳄鱼的每一个步骤 都和当初的他一模一样 因为他能吃辣 所以 辣椒就多一些 他喜欢脆一些的口感 所以 上官萧萧烤的时间也比较长 李安似乎还记得 上官萧萧对鳄鱼这种东西 原本是不怎么喜欢吃的 而且 他不是很喜欢吃辣的 在那漫长岁月的相处之中 对他的生活习惯 李安已经无比熟悉 但他如今却似乎很享受 平静地撕下一条鳄鱼腿 不顾淑女形象 直接啃着 樱桃小嘴上都是油脂 李安笑了笑 然后把鳄鱼尾巴切成小结 随手调着酱料 准备站着吃 但小料还没有调好 就发现上官萧萧正若有所思看着他 李安顿时正住 道 师父 怎么了 他心中却是恨不得给自己一巴掌 怎么又漏了线 跟在上官萧萧身边 他竟像是失了痣一般 平日里的千般警惕 万般小心 都像是飞到天外 完全没有了防范的意识 下意识地就想放松 隐约间 有种对自己的放纵感 好像很安心 好像很放心 好像完全没有了算计的欲望 只想要让自己自由 随意 就这样享受生活 享受当下 吃过 上官萧萧道 嗯 吃过 我爹说 鱼尾巴最劲道 蘸汁吃 最爽快 尤其是多放醋 味道就很不一样 他拿起醋 倒了一堆 上官萧萧不禁笑了 道 我就不爱吃放醋的 他也动手 自己调了一碗 没有起太多的疑心 毕竟 四千年前 李安就已经被长青先尊献祭 天地从此二分 生死从此有界 此刻的薛剑 就算在鳄鱼这件事上 表现出和李安略有些相似的点 他也不可能 联想到 两人居然 会是同一个人 只是 因为薛剑勾起了 他对李安的更多的回忆 所以 他对薛剑这个弟子 倒也多了一分莫名的好感 而李安不说话 吃着放了好多醋的蘸水 心中一阵发苦 妈的 他最讨厌醋了 从来不吃的 但现在 为了掩饰 他还不得不 装出一副很享受的样子 真的很难受啊 吃完了烤鳄鱼 上官萧萧带着李安继续前进 前面这座仙城 如果让你灭掉 你怎么灭 一边赶路 上官萧萧一边随手 指着下方的仙城等 询问李安 用阵法 我还不知道用阵法 怎么用 首先要进去看看 这座城池的护法大阵是怎样的 最好是基于城里的大阵 来布置沙阵 但一道沙阵肯定不够 需要在内部布置上 十七八个小阵法 最后再和大阵法联系起来 一锅端了便是 李安自意回答 如此可教 但这么做 你也死了 上官萧萧道 记住了 动手之前 先考察逃生路线 不准备七八十条逃生路线 确保自己时程把握能活下来 那就和送死没有区别 法术 神通 修为 都只是其次 学会狗 才是王道 算了 给你说你也不懂 你这种愣头青 鱼木脑袋 他摇摇头 他并不觉得 薛剑有这方面的天赋 毕竟 如果薛剑真有天赋 逃离画谷大阵 就不会被他抓住了 不过 该教还是要教的 而且 这些东西 本就是李安内斯 该教给他自己弟子的 如今他 就当是替李安留下一些东西 这也是他收下薛剑的原因 他不需要徒弟 也早已习惯了孤独 只是能够遇到李安弟子的后人 算是一件意外之喜 李安不禁露出了笑意 他做梦也想不到 有一天 上官萧萧居然会教他如何拱命 哈哈 傻笑什么 上官萧萧白了他一眼 道 就你这种傻子 我真不知道你祖上 怎么会被他收为弟子的 哦 也对 他就喜欢收傻人当弟子 好糊弄 李安不禁问道 师父 您认识我祖上的师父 上官萧萧磨了磨小虎牙 道 嗯 认识 生死仇敌 李安故意露出脸色刷白的模样 当场站住不走了 一脸恐惧地看向上官萧萧 看上去吓得不轻 上官萧萧顿时扑斥一声笑了 道 放心 就你这么个愣子 我报仇也报不到你身上来 李安这才露出放松的样子 又道 师父 那我祖上的师父 是个什么样的人 自私冷血 无恶不作 为了利益 可以把自己最爱的人都给卖了 在他眼中 没有亲友 没有兄弟 没有情之一自可言 狼心狗肺 李安道 真是个王八蛋 上官萧萧 却忽然瞪了他一眼 道 你说什么 李安道 他 你也配骂他 师父 是你在骂他 上官萧萧冷哼一声道 我骂是我骂 关你什么事 虽然不知道你祖上是他的哪一个徒弟 但他收的徒弟都被他照付得很好 他的宗门 他临死仍在看顾着 那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李安轻声发问 哪有什么好的坏的 他就是他 上官萧萧道 算了 不和你说这个了 到了 他带着李安落在一片山谷之间 只见此地四野长满了月季花 在花团紧簇之间 有着一座小茅庐 茅庐之前 还有着一个湖泊 不远处 有三座坟墓 上官萧萧踩下一捧盛开的月季 放到了一座坟墓之前 默默立两脚 这是 李安发问 一个朋友的坟墓 旁边的是他的丈夫 孩子 上官萧萧捋了捋头发 道 他丈夫很早很早就死了 所以只剩是衣冠种 他活得很可怜 但也很开心 他走了之后 我按照他的一命 把他们一家三口埋在这里 李安证了一下 他的感应 加上上官萧萧此刻的描述 他已经猜到了 这应该便是长生者心心念念的妻儿 长生者一生凄苦且残酷 从万人岛上走出的人骨 一生从来没有相信过任何人 但最后却被原子一所感化 愿意放弃一切 拼尽全力 不下万古局 只是为了让他的妻子 孩子 回到这个世界上 过完了幸福且平静的一生 看过了这个绚烂又灰暗的世界 如今三座坟丘便在眼前 平常普通 就连墓碑都不曾有一个 谁又能想到 这三座坟居然有那么大的来历 再过一段岁月 或许就连坟墓都会消失 被荒草吞噬 世间再也没有人记得 这世上曾有一个人骨走到长生 曾有一个子一女子 换回了迷失的灵魂 能够永恒的时候 只有估计 终于美好了却又短暂的很 是不是所有美好的东西 都不能永恒 永恒的 也会不再美好 上官萧萧莫名感慨了一句 然后他回过头来 道 你就在这里修行 这是你们这一脉的所有秘法 能够修行到什么水准 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他一直点出 顿时许多信息涌入李安的脑海 李安一一扫去 赫然便是养命助先绝 不灭天魔宫等 这些东西 当初李安都留给了道宗 现在 他又传给了李安 记住了 你祖上的那位师父 叫李安 世人称他为 血溅魔君 上官萧萧说完 身影已经逐渐淡去 肆意离开远去 师父 你去何处 李安惊了 急忙大声发问 立山 救人 然后杀人 这一次 上官萧萧倒是没有在隐瞒 然后又追问李安道 回答我 你们这一脉的祖师 叫什么名字 李安道 李安 血溅魔君 记住他的名字 不要忘了 我不想在我死后 这世上再也没有人记得他 说完 他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 记住他的名字 三座坟墓之前 月季花锦簇之中 李安久久助力 心中滋味莫名 两久之后 他终究只是一叹 深吸了一口气 开始思考起来 立山 李安之前听说过 约百年之前 一直庇佑道宗的太阿剑圣 冲击先尊不成 生死到萧 随后紫仙子曾经谋逆 被红波仙子击败 关押在立山之中 如今上官萧萧去立山 显然就是要救出紫仙子 杀掉红波仙子 奉紫仙子继位 倒也是一条路 但倘若把希望都寄托在紫仙子身上 那也是渺茫得很 对长青仙尊来说 的确需要有人 替他主持天庭事务 红波仙子死后 紫仙子便是他唯一的传人 但谁说长青仙尊 一定会让紫仙子做天庭之主 紫仙子不像红波仙子 未必会完全成为他的傀儡 甚至 就算长青仙尊 真的让紫仙子当了天庭之主 也不意味着道宗 宝顶弓等势力能够活下来 这些 安黎不会想不到 难道 他还有别的安排不成 他有什么把握 能够打动长青仙尊吗 李安想不出来 毕竟 他离开这个世界四千年 目前所知的信息也太少了 得抓紧提升修为境界 虽然对上官萧萧和道宗的事情感到担心 但李安却也心知肚明 如今他的修为 根本不足以参与这场大戏 他目前经线境界 能够镇杀太乙金仙 但此次的玩家至少都是大罗金仙啊 此地倒是有些特殊 李安仔细感应 这片山林似乎有种神秘的力量笼罩 他循迹而去 进入了原子一生前居住的小院 越过空空如也的池塘 推门进入茅庐中 推门刹那 他分明感受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阻力 似乎根本无法进入这座茅庐一般 但也就是此刻 他体内的生死末盘 自主运转 生死平衡的力量弥漫到手上 茅庐的木门支嘎一声 露出了一道缝隙 茅庐之内陈设十分简单 不过是些简单的家用之物 桌子 椅子等等 但是无数岁月过去 无人清扫 居然也仙尘不染 不对 李安有些吃惊 如果他没有猜错 这方茅庐本身是无法开启的 比如上官萧萧 就算他是大罗金仙 修为以通造化 这座茅庐对他来说也是净花水月 似在眼前 实则无法触及 但李安身上生死平衡的力量 却是开启此地的唯一钥匙 李安心中隐隐然有些期待 他迈入茅庐 顿时有种进入意境的恍惚之感 此地像是从天地间隔绝开来 时空的力量都无法触及茅庐之内 这里就像是一世独立的彼岸 已经不再属于这片时空 心中无数杂念 瞬间平静下来 长生者留给他妻儿的一方净土 李安明白过来 长生者费尽全力 让他的妻子孩子重生于世 但自然也不会让他的妻儿 再受世间的雨雪风霜 原子一母子住在此地 哪怕是长青先尊 云罗先尊来了 也伤不到他们分毫 这方净土乃是长生者 用生与死平衡的力量来构造的 超脱于一切因果之外 李安竟成为了唯一一个开启者 长生者或许并不担心 因为当时的所有修者 当能够成长到开启此地的地步 他的妻儿也早已经度过了他们的一生 此地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李安打量着 发现茅庐正面墙上挂着一幅画像 那是一个男子的模样 一身白袍 他端坐于清风之上 正在专心地抚擒 五官如刀削 眉眼分明 正是长生者 当原子一重新活过来 他便已经知晓 长生者已经逝去 这画像是他唯一的纪念 在画像之前 还有一座香炉 其中积满了香灰 想来原子一和他的孩子 经常会给画像上香的 独具神韵 这张画像 近似都要产生一丝灵了 李安观察良久 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 这方茅庐 不受天地的限制束缚 所以 如中之人的思念 念力地持续注入 久而久之 一成梦魇 思昌等物 但原子一也明显察觉到了这一点 所以停了下来 画像终究是画像 毕竟 就算这张画像 真的产生了灵智 也绝对不再是长生者本人了 就算那灵具备 和长生者一模一样的英容笑貌 性格神韵 也终究只是 他思念的产物而已 此地超脱岁月之外 也就意味着 我在这里修炼多少岁月 出去茅庐之后 都还只是一瞬之间 李安有些激动 他现在最缺少的 便是时间 毫不犹豫 便在这方茅庐之中 修炼起来 黑白末盘演化出来 从其中似乎流淌出无尽的气息 那是仙道与魔道在并舞 是生与死在共振 是光明和黑暗交织纠缠不休 是存在和空虚互相渗透 从生与死 毁灭与存在之间 近似可以演化 这世间一切相对的存在 也可以说 毁灭与存在 生与死 本就是这世间最根本的力量 仙道只是生命的形式 魔道只是死亡的异化 光明是世间造物的豪芒 黑暗是一切死亡后的象征 当领悟了生与死 便能通一切法 当明白了存在与毁灭 便能破一切数 这种状态 玄而又玄 不知过去了多少岁月 茅庐虽然不受 世界一切力量的影响 但却能感知外界 秋风吹起 春雷响彻 山间的秋雨 不知湿透了多少场星穷 茅庐上的积雪 映照了许多个月夜 随着里安修行 生死末盘 似乎惊吞了天地间的一切 就连这座茅庐 都在渐渐失去 那超越一切的力量 长生者庇护此地的力量 也已经被里安给炼化吸收了 终于 某一天 一缕香风扑打在已经破旧的窗户 窗户目矿随之之嘎一声 掉落在地 声音让里安缓缓醒来 他嗅着风中月季花的香味 睁开了眼睛 目光所及之处 整栋茅庐已经腐朽 木制的桌椅上多了许多虫眼 地面上积攒了厚厚的一层灰 当这个茅庐的力量 被里安吸入自身的生死末盘之中 这个茅庐也就不再特殊 只是当时天地间一座在普通 不过的房屋而已了 里安长生而起 多谢 虽然此间主人早已消逝 但他还是道了一句 茅庐内已再无他物 倒是那张快要诞生出灵的画像依旧 里安略一思考 便将画像给取了下来 收入囊中 或许还会有用 长生者已逝 他的妻儿也已经埋入坟墓 这张画像中诞生的灵与长生者 并无关联 留在此地 说不定有朝一日 还会化作祸害 里安取走并非不尽 更何况 某种意义上来说 里安已经是长生者唯一的传人 也是这世间 唯一一个知晓长生者全部过往 所有历史真相的见证者了 推开门 走出茅庐 一片月季疯涨 里安踩下一捧 到了原子一的坟墓前 放在坟头 将三座坟墓周围的杂草等一一清扫 然后里安转身离开 他走后不久 那座已经失去了神力的茅庐 在山峰的吹拂之中 终于支撑不住 支嘎一声 大梁断裂 倒塌在山野之间 里安的第一目标 并非立山 现在 他的修为已经金仙圆满 可以突破到太乙金仙层次 需要太乙金仙级别的仙脉 用来提供足够的生死之力 宝顶宫和碧洛宫被围攻了 赤矛大军带着另外几位大罗金仙 要诛灭叛徒 道宗太上长老向云天 已经前往救援 向云天居然也是大罗金仙 大罗之战 看来此前消息不虚 天庭之主一定出事了 赤矛大军传下号令 要求所有势力一起平乱 但响应者并不多 天珠宫 新玄宫等闭门不出 保持中立 出山来 仙玉之内已经是战火纷飞 各种消息满天飞 最新消息 双手圣地 罗玄圣地出手了 正在围攻道山 道宗根基不保 如果道宗根基被迫 还怎么参与这场争雄 乱了 彻底乱了 里安并不费力 就得到了道宗被围攻的消息 如今道宗内 高手都已经前往 池原碧落宫 保顶宫 所以道山空虚 靠着护山大阵苦苦支撑 里安略意沉吟 便毫不犹豫 直接前往双手山 他连续施展 缩地成寸等神通 惊鲜圆满 威力更胜从前 不过第二天 他就已经出现在双手周了 双手山 正如其名 两座山峰一四龙头 一四虎手 矗立在双手周平原大地之上 雄伟万丈 在龙虎双山上 还有淡金色的光芒照耀而下 终年不息 据说在上古时代 曾有天龙神虎争斗 两败俱伤 双双陨落于此地 化作双手山 龙虎躯体缠绕 形成了这么一方修行宝地 因为正值混乱期间 所以 双手圣地派出了很多人马 四处巡视警戒 护山大阵更是一直开启 双手山能够晋升到圣地层次 意味着已经出现了 大罗金仙这个级别的修者 目前为止 李安还没有听到 双手圣地的大罗踪迹 所以 他并不敢太过接近 他斩杀了一个双手山修者 潜入一对双手山的人马之中 在双手圣地周围盘旋两久 观察双手山的地势等 半个月后 李安心中有了计策 他前往双手州的几个大郡 这几个大郡 距离双手山 距离数百万里到千万里不等 虽然不是双手山的核心区域 但对双手山来说 都颇为重要 其中几个据点 甚至有太乙金仙坐镇 这些据点就已有太乙金仙级别的灵脉了 经过三五日的准备 这一日 李安直接出现在一座仙城之外 狠狠一拳轰杀而出 轰隆 恐怖的权威落下 与这座仙城的防护大阵碰撞 李安并没有将阵法击穿 嫡妻 谁敢作乱 找死吗 从仙城之中 已经有太乙金仙强者飞出 要震杀李安 但也就是此刻 整个仙城忽然轰隆作响 大地都在摇晃阵战 万千契机混乱 杀气凌然 整个仙城居然都随之崩塌了 仙城之中哀嚎一片 无数人想要逃离 但杀阵已成 无数人升空就被击毙 化作血污 镇守此地的太乙金仙 脸色大变 他都被这股杀阵给惊到了 对方绝对是一位镇法大师 而李安已经镇压而来 拳头之上 仙道与诡异的力量同时爆发 这尊太乙金仙施展法术抵抗 但他的强大法术 在李安这拳头之前 居然像是烟雾般散开 根本不起作用 他想要逃离 但大阵所致 让他无法进入冥冥 更有一方诡异的黑白墨盘 将他给缠住了 不久之后 整座仙城被灭 速度非常快 消息传回 双手圣地 直接震惊了 怎么回事 白玉仙城被人灭了 一定是道山的人 他们的报复 出兵 出兵扫清一切 绝对不能容许他们 在我们的地盘上乱来 双手圣地内 很多人怒吼 但是 却有一道雄魂的声音响起 静观其变 稍安勿躁 我山主力都在攻伐道山 当心中了敌人 调虎离山之界 根据道山那边传回的消息 道山那好几位高手 可都是没有出现 此言一出 双手圣地所有人都是一领 当下乱局之中 的确 一不小心就可能中计 如果双手圣地核心区域受损 恐怕攻伐道山的主力 就不得不回来救援了 而此刻 双手周狮子岭外 这里是双手圣地的一个重要据点 产出大量的灵药 仙京等 数十名高手 正在暗中窥伺 准备等待夜晚降临之时动手 什么 白玉仙城被人灭掉了 消息传来 其中为首的一个女子 却是有些诧异 不 难道有其他势力 暗中帮我们 她眉头微皱 师父 我们道山内已经分身乏朔 我们就是最后一只能出击的人马 会不会是保顶公和毕洛公的朋友 她身后 一个俏丽的女弟子猜测 但这女子却是摇摇头 不会 保顶公和毕洛公的局势更加险恶 就连向太上都不得不前往支援 他们不会有余力浪费在双手胜地的 实际上 道山 双手胜地等战场 就算厮杀再惨烈 也无法影响到大局 天庭之内 保顶公和毕洛公 以及赤矛大军为首的红波仙子一派 双方的对峙 才是胜负的关键 而能够轻松灭掉白玉仙城 这样的人物 少说 也是太乙惊仙中的顶尖强者 不会浪费到侧面战场 也许是其他星象道宗 却不能明面上出手的势力吧 他喃喃了一声 道 芸汐 夜顶公主能够倒向道山 其他人当然也可能 毕竟 他们都曾见过李太上的死 提起李太上三个字 他的眼中 渐渐凝聚出一股惊人的杀意 此刻天色已晚 他盯着前方山岭 道 动手 把双手山的人引出来 哄 爆炸声顿时在狮子岭上响起 感儿 在狮子岭内 坐镇的太乙惊仙已经升空 但看到来人之时 却是吃了一惊 道 血手人图立念血 这尊太乙惊仙 有些惊句 四千年来 道山发展非常快 内部高手的名声 也早已传遍四方 人见和一向云天 即战见先故残业 人亦无双安离 还有这位 血手人图立念血 他是道宗之内 最无情最铁血之人 长道宗刑法 同时对外 也极为强硬 曾有一座名山的长老口出狂言 侮辱了道宗那位 早已逝去的太上李安 他硬是堵在那座名山之外 连杀八位太乙惊仙 逼得那座名山低头认错 这才罢休 世人皆知 他乃是血剑魔君的死忠 所以便用了 类似的绰号 来形容他血手人图 他的战力 在太乙惊仙之中 也绝对是真正的强者 没有出来 此刻 双手周某地 李安露出了一抹微笑 既然如此 他可就要大开杀戒了 他做了两手准备 如果敌人 直接派人出来扫荡 那他就撤走他 并非真的想要掉虎离山 也不准备趁对方出来 攻击双手 圣地核心区域 毕竟 双手山可是有大罗诞生的 敌运已不俗 没必要死磕 但如果敌人闭门不出 那就说明 他们害怕被人偷嫁 只要他们不愿意出来 那李安就能安心利用 双手圣地的外围灵脉 突破修为了 他迅速前往下一个地点 时间飞逝 眨眼间 一个月过去 一个月内 双手圣地的人当真闭门不出 双手周各地的重要据点 全部被拔除 毁灭 师父 看来双手圣地的人不会出来了 我们走吧 女弟子朝着历念雪发问 历念雪沉思片刻 道 不 藏起来 敌人也一定以为 我们计策失败 就会离开 所以机会才回来 更何况 他们前往道山那边的人 很快就会被困 双手圣地 必派人前往救援 那时 再趁虚而入 他的弟子 宁晓晓连连点头 历念雪又问 可查出来了 另外几处据点 究竟是什么人捣毁的 宁晓晓道 不知 目前来看 只知动手之人经通证法 至少是太乙经先级的证法大师 而且 那人做得很绝 不知用什么办法 把那些据点的鲜脉 都给毁掉了 直接化作一片废墟 历念雪脸上 也有些凝重 罢了 对方既然不愿意暴露自身 我们也不必再度追查 此刻 一片山岭中 李安终于走了出来 他马不停蹄 直接往鬼欲赶 数条太乙经先级的鲜脉 已经尽数吸收 现在 只差鬼脉了 第九天 九乃吉树 所以 星天亭便是设立于此 第九天天穷之上 天功灵力 祥云层叠 这段时间 更是来往修者无数 而第九天的普通修者们 这段时间 都在抓紧时间逃离 外迁 生怕被随时可能会爆发的大罗之战牵连 碧落宫 天功之外 以赤矛大军为首的数名大罗 金仙紧逼 这段时间 双方已经交手不止一次 但各有胜负 先功之内 像云天 夜顶 云西三人脸上 都有些疲惫之色 这几日 一直都是以他们为主要战力 在旁边 也另外还有两尊 大罗东方天军 葛天军 这两位老牌大罗金仙 一直坐镇此地 实际上 云西和夜顶 之所以愿意 走到道宗这一边来 很大一部分 也是因为这两位老大罗 当年他们就曾与紫仙子密谋 想要抓出幕后黑手 只是 后来幕后黑手真身出现后 他们都无力至极 甚至 只能看着 李安去死 岁月流淌 这两位大罗金仙 虽然曾经无奈屈服 但未必 真的会就此任命 目前尚能支撑 但如果 紫仙子不速速 登上庭主之位 带红波仙子的 那血魂苏醒过来 号令天下 我们也终将败亡 东方天君 颇为担忧地看向安离 这场逆乱 本就是一场豪赌 机会稍纵即逝 现在大部分的势力 保持沉默 是因为多年以来 都受过 红波仙子的压榨之苦 默不作声 就已经是对 道宗最大的支持 如果拖下去 红波仙子缓过气来 以庭主之身份 传令天下 谁又敢真的不尊 毕竟 他身后 是长青先尊 单靠道宗 碧落宫 宝顶宫 不可能真的 与整个天庭为敌 芸汐也盯着安离 一双青城妙目之中 也不禁带上了 一抹质疑之色 这和当初 你所说的计划 已有出入 照你所说 这个时候 上官萧萧 应该已经救出了紫仙子 他究竟在做什么 安离在众人之中 修为最弱 身份也最低 但此刻 却最为平静 道 诸位稍安勿躁 紫仙子很快就会归来了 我答应诸位的事情 一定会做到 丽山 此地自救天庭时代 就是造化契机 混乱之处 修者久居于此 神魂崩灭 化作巅峰 所以 一直是天庭 流放泛仙之地 一眼看去 丽山荒凉至极 几乎没有植物生长 大地上随处可见 各种生灵的海骨 这里本就是一处 古老的战场 丽山的主风 靠近之时 更是鬼哭狼嚎 好似有无数冤魂在怒吼 在荒凉的封尘中 上官萧萧副手而来 上官萧萧 止步 在虚空中 一道身影已经浮现 原定大军 道宗要奉子仙子 为天庭之主的消息 早已经传遍世间 所以 赤毛大军 自然不可能没有准备 虽然丽山的封印 十分厉害 就算大罗金仙来了也难解 但它还是让一尊 大罗金仙在此地镇守 只要子仙子不出事 道宗便名不正 言不顺 这把剑 已经吸过很多 为大罗金仙的血液了 上官萧萧手中 天师小剑浮现 他微微一笑 道 你猜我几剑 可以杀死你 原定大军沉着脸 不语 但已经做好了 战斗的准备 不过 今天不想打架 但上官萧萧 却是收起小剑 一挥手 一方棋盘 居然已经浮现在虚空之中 他一笑 听说你棋艺精湛 不如以其分胜负如何 原定大军略意沉吟 便已飘然落在棋盘一侧 当先执黑子 落下一子正是天元 请 原定大军早已得知 红伯仙子虽然遭遇杀劫 但却有血魂不灭 逃出之后 被他的弟子 七月仙子带回天庭灵霄 殿内休养 只要等他稍稍恢复 一切局势就能扭转 时间 站在他们这一边 所以 下棋 只要能拖延时间 就足够了 上官萧萧 微微一笑 也落下一子 气定神闲 鬼欲 混乱是向上的阶梯 得以于鬼欲和天庭的大战 两边厮杀不断 争抢白雾本源 每天都有高手 在陨落 每天都有大势力在凋亡 李安也才有机会获取 太乙金仙级的先脉 他盯上了青元山 无他 此地他最为熟悉 动其手来也最快 青元山 已经闭关封山多年 除了一些高手 外出参与 长生白雾的争夺之外 门下弟子 一概不得离开 乱世之中 保证自己能够活下来 这或许才是最重要的 但青元山的护山大镇 对于如今的李安来说 着实什么也不算 他轻而易举 找到了破绽 混进山来 在青元山周围 埋下了一些震气之后 悄然回到了三元谷 三元谷内 一切依旧 只是却已经换了主人 当初和李安一批 进入此地 被顾雪凝收 为弟子的龙威等人 却成了杂役 从事最低贱的事物 备受欺压 剑种门徒 耽误了今年的血药 要你们的命 炼药堂的一个青年弟子 站在药田旁边监工 手中鞭子 随着话语落下 原本和李安熟师的几个弟子 被抽打得皮开肉绽 十分凄惨 龙威 你跟我来一趟 这个青年弟子 朝着龙威招了招手 龙威长相俏丽 姿态恶 但此刻眼中 却带着畏惧之色 道 范杰师兄 什么事 让你来 你就来 费什么话 范杰眼中 闪过一抹荧光 走到了药田旁边的小木屋内 龙威发出了挣扎的声音 范杰 你个畜生 田里 一个青年弟子忍不住了 他火气上冲 直接冲到木屋之前 一脚将木屋踢碎 木屋里 将龙威压在身下的范杰 回过头来 愣了一下 然后愤怒地道 你他妈找死 他反手一掌轰了出去 门外的青年 修为不强 直接被打飞在十几步外 范杰走了出去 脸色阴沉地道 想学英雄救美 也不看看 你是什么东西 他狠狠一脚踢了过去 倒在地上的青年 顿时发出了一声 凄厉的惨叫 他的腿已经断了 从明天开始 你一个人 给我负责三块药田的所有事物 如果完不成 看老子怎么收拾你 说完 范杰重新回到木屋内 龙威无声哭泣 别挣扎了 你们三元谷的谷主 顾雪宁失踪 已经被定为叛徒 你叛徒弟子 没被杀掉 已经万幸 跟了老子 让老子开心 还能有条活路 刚刚回到山谷的李安 正好看到这一幕 他脸上平静无比 但是内心 却不禁回想起了两位故人 玄阳宗 林直山 当年与他一起 当杂役的 王子林 张素素 张素素也曾 被当时的管事繁解所误 王子林也曾 为了他出头 而被打断了腿 当初的李安 只是漠然旁观 那两个故人 早已是万年之前就逝去 这世间 就连他们的坟堆都寻不到了 但此刻 却在脑海之中 如此清晰 亦或者 李安不曾忘记过 当初是真的觉得 与自己没关系吗 还是一种逃避 李安轻轻一探 从木屋旁边路过 木屋之中 即将得逞的范杰 忽然发出了一声 凄厉的惨呼 紧接着扑出门外 他浑身上下 竟已经长满了肉流 倒在地上 痛哭不已 不可名状缠身 很快 有炼药堂的执事 飞了过来 一番检查之后 唾骂道 扶不上墙的废物东西 玩个女人 也能牵动诡异之气 真是自作自受 死便死了 李安动手 自然不会让人 看出任何的异常 而木屋之内 龙威紧紧捂住胸口 眼中 虽然还带着恐惧之色 但心中 却已经不禁庆幸起来 老天开眼 做完这件小事 李安已随意 开辟出一个洞府 然后开始炼化 吸收青原山的鲜脉 青原山主峰 共有五座 所以太乙金仙级别的 林脉也有五条 互相交织 三元古本 就是一处地脉交汇的宝地 否则也不会引来 其他人的际遇了 时间飞逝 两个月过去 这一日 叛徒顾雪宁被抓住了 据说 是一位金仙长老外 出巡视之时 发现了重伤的他 所以抓了回来 临阵脱逃 死乃死罪 一个消息 传遍青原山 青原山大殿之中 太乙金仙 大肠老朱 林淡然端坐于上 其余三位金仙级 长老一例左右 另外的堂堂主 只是也都来了 朱灵盯着顾雪宁 你临阵脱逃 不知所踪 按照门规 已是叛徒 已律当诛 你可认罪 顾雪宁 被人用捆仙绳捆住 脸色苍白 咬牙道 我乃山内长老 行山内法度 需要所有太上长老都同意 为何只有你一人 没有其他人同意 我不服 朱灵冷横道 你还有脸温 你未战逃走 但我清元山 却奉云罗宫号令 由山主带领诸多长老 参与长生百物之战 如今山内 太上已只剩下本座一位 宗内大事 有本座自行决断 你不服气 顾雪宁的眼中 似乎出现了一抹奇怪的神色 只剩下 你以为太乙惊仙了吗 花音落下 他身上忽然气急爆发 捆仙绳 直接被震断了 他朝着朱灵杀去 嘎尔 不好 他是装的 所有人都是大惊 一场大战爆发了 顾雪宁显然有备而来 加上已经得了长生命中 尽管一己之力 居然也勉强挡住了 朱灵等人的进攻 你们 都去死 顾雪宁一声大呼 忽然青元山大阵转换 居然朝着朱灵等人轰杀而去 这才是他敢孤身前来的底气 青元山众人都是脸色大变 朱灵也是眉头紧皱 但是他一咬牙 却是道 你真以为 你可以颠覆青元山吗 找死 他竟是直接祭出了一方血印 那血印非常恐怖 血气滔天 煞气惊人 周围天地都被勾动了 这方血印 已经运生出了部分的大罗道运 显然 乃是一位半步 踏入大罗金仙的高手 炼制的至宝 顾雪宁纵然借助阵法之威 但终究只是金仙 此刻这方血印祭出 他顿时难以支撑 阵法都挡不住了 他对画骨大阵有一定的理解 但谈不上多深入 所以 自然不能逆天法上 他叹息了一声 准备逃离 他本来是 准备拿下青元山 以图突破太乙金仙的 但低估了青元山的底蕴 只好另图他法 但就在他准备撤离之时 青元山忽然轰隆一声巨震 以三元谷为核心 恐怖的波动 将数十万里的青元山 都给震塌了 飞沙走石 昏天黑地 鲜脉的气息枯败 就像是到了世界的末日 怎么回事 发生了什么 所有人震惊不已 顾雪宁 你疯了吗 居然如此狠毒 要将我青元山的鲜脉都毁掉 朱灵脸色难看至极 愤怒到了极点 而顾雪宁此刻 却是一脸的猛 怎么回事 而就在众人 都震惊不已的时候 忽然从朱灵的上空 似乎有一道 黑白墨盘的影子 一闪而过 啊 一代太乙金仙 此刻竟直接裂开了 他的骨骼 血肉 都化成了水 神魂顿消 直接被灭 周围几位金仙 也没有逃过厄运 连惨叫都没有发出来 就已经无声无息 化作血舞 看到这一幕 顾雪宁浑身发抖 通体寒澈 他知晓 在青元山 一定是 隐藏了某位了不得的存在 这位存在 竟然杀朱灵如此轻松 难道 是大罗金仙吗 完了 他警惕 恐惧到了极点 知晓自己 随时都可能和朱灵一样 无声被杀 他尽量保持平静 道 请前辈饶命 晚辈曾经沿化骨大阵体内 已生命中 愿奉献给前辈 他的话语都在打战 只求活下来 但他的声音久久响彻 居然无人回应 只等到黄昏日落 青元山半山的尘埃都落定之时 他才确信 那位暗中出手的前辈 居然已经离开了 怎么回事 他 为什么没有杀掉自己 甚至 就连对化骨大阵和命种都不感兴趣 他后辈都是冷汗 犹豫了一下 他还是前往三元谷 想要探查一下 师父 你回来了 拜见师父 刚刚入谷 却见一群弟子狼狈不已 跑了出来 朝着他跪拜下去 三元谷那其他人 已经尽死了 但他的这些弟子 修为低微 竟是一个不损 顾雪宁正主 他沉思良久 看着眼前这群弟子 心中一阵复杂 道 起来吧 不必多礼 收拾一下 从今以后 我便是清元山之主 你们 都是我清传弟子 他轻声道 从此之后 为师不会再让你们受人欺辱了 从这些活着的弟子身上 他似乎已经 觉察到了什么 那位高手 保了 他这些弟子一命 也没有杀他 他也能够从这一片废墟狼藉之中 感受到那一丝丝 正在消散的微弱大阵之意 虽然很淡很淡 但来历是错不了的 化骨大阵 师父 大师兄呢 他什么时候回来 一两个曾经和李安交好的弟子发问 当初 李安和顾雪宁一起离开的 他 不会再回来了 顾雪宁的嘴角露出一抹苦涩之意 一时间 心中失落无比 他 竟然如此强大了 当初也曾为自己挺身而出 也曾对自己忠心耿耿 然而如今 自己却是把他给弄丢了吗 他不禁黯然 不禁后悔 但也有一丝庆幸 幸好自己曾经对他 终究怀了些许善念 否则今日等待他的 或许就真的是死亡了 李安借虚空而行 速度极快 眼前虚空如水流过 距离双手胜地亿万距离 在一个时辰之后 居然就已经尽数跨越了 感应明明约太乙 迈入这个境界之后 李安的灵觉强大到了极点 他能聆听到宇宙间的无数声音 也能感应到 从亿万里外吹来的一缕风中残留的气急 甚至 当他从青原山离开的时候 还觉察到了顾雪宁对他的一丝念力 这便是太乙惊仙的可怕之处 只是 当他用生死末盘镇压自身的时候 冥冥中的一切念力都无法触及于他了 对冥冥的感应 在李安看来是一把双刃剑 如果有人想要杀李安 李安可以第一时间觉察 但同样的 念力 感应等等 这些东西也会在无形之间暴露李安的位置 形成因果 如果大罗惊仙仔细观察 说不定能把李安找出来 尤其是 数千年来 道宗之内 还是有不少人感念着李安 那些人的念力 原本是漂泊无一的 突然之间有了归宿 有了去处 怕是连长青先尊 都会因此而注目过来了 因为那意味着 李安又出现了 他出现在双手圣的周围 准备强攻 他已经得到消息 道山那边被双手圣地等围攻 岌岌可危 而天庭方面 诸多大罗先尊对治未果 这样下去 道山很危险 当然 他敢这样做的一个原因是 双手圣地的大罗惊仙楚鸣骨 在天庭对治之中露面了 不在双手圣地内 李安略做准备 便将动手 但忽然之间 双手圣地山门大开 许多位高手从中奔出 神色急切非常 也就是此刻 一只人马忽然杀出 直奔双手圣地而去 关闭山门 快 大阵合拢 双手圣地大惊 但一道轻力的人影 已经孤身闯入山门之内 他的手中已经多了一把剑 剑指双手圣地群雄 血手人徒 利念血 不好 中计了 双手圣地中群雄大惊 紧接着一场大战随即爆发 利念血孤身一人 闯入圣地之内 面临护山大阵 以及多位太乙金仙的围攻 局势险恶无比 但他竟然毫不退缩 像是根本不畏惧死亡一般 双手圣地之外 李安截杀了一个 刚刚冲出来的双手圣的高手 从他身上得知 双手圣地等围攻道山的势力 居然被魔宗的人给偷袭了 上官圣仙 结了道山之围 双手圣地的高手等 陷入死境之中 传回消息 所以山门内急忙派出人马 准备救援 倒是周密 李安赞叹了一句 利念血显然在周围等待许久了 他肯定对道山那边的情况 已有了解 只是 这般孤身闯入双手圣地之内 终究是有些梦浪了 他在拨命 甚至 李安看得出来 他并不真的认为 凭借他一人可以灭掉双手圣地 只是要牺牲自己 重创双手圣地 让双手圣地在短时间内 无法插手道宗之事 这便是胜利 大战越发激烈 双手圣地之内 利念血已经斩杀了三位太乙金仙 但他的身上也已经是伤痕累累 主要是 他直接扛着此地的阵法在战斗 他快不行了 杀了他 血手人徒 今日就为你送终 哼 利念血 你为了李安那个死人 连自己母亲都杀了 还曾屠杀许多无辜 今日 就让你去见你 心心念念的血界魔爵好了 双手圣地内 几个太乙金仙都市 露出了宁孝之色 他们引动整个双手圣地的大阵之力 如万虫大浪轰杀而下 各种法力神通 将利念血即将淹没了 而利念血 却是神色平静到了极点 不畏惧死亡 亦不害怕消失 他双手合十 调动所有的力量 即将自爆 不好 快撤 这个疯子 这个疯子 双手圣地内所有人都是 震惊无比 一般来说 太乙金仙就算是战败 也很少会选择自爆 毕竟 太乙金仙很难真正被杀死 有很多方法保住魂灵等 而且 就算真的被灭了 只要留下了魂魄等 都还有被大罗重新救出的机会 但自爆 这一切都无用了 此女居然如此酷炼 怎能不令人心惊 看着敌人慌乱的脸 利念血却只是轻蔑的一笑 她的眼中露出一种死得其所的安然 然后闭上眼 无声地道了一句 太上 念血追寻你来了 但她的脑海之中 却忽然响起了一道声音 停下 利念血猛然睁开了眼睛 一双眉眸之中 写满了不可思议之色 震撼到了极点 掀起滔天巨浪 而同时 黑白交错的旗线 已经贯穿了这片虚空 双手圣地的几尊精仙 躯体竟瞬间被冻穿了 龙头一般的山岭 轰然砸在大地之上 大得多出了一个巨坑 裂缝弥漫开去 绵延数百万里 虎手山则直接塌陷了 山体直接被摧毁不见 在一片狼藉之中 双手圣地的弟子们 还在哀嚎 逃逸 而利念血屹立于长空之上 此刻却是一片茫然 他四股 神识都全部放开 运转到了极点 可是 他没有找到 想要找到的人 双手山群雄被杀 就在那么弹指之间 干净利落到了极点 近乎只有大罗金仙 才能做到的手段 但当双手圣地的太乙金仙们 死光之后 却没有人出现 暗中出手的人 居然似乎已经离开了 他想要呼唤 却不敢喊出那个名字 想要寻找 李治却又告诉他 不能寻找 他就立在原地 眼中莫名湿润 真的是你吗 太上 他心中难难 李安不是已经死在 四千年前了吗 被长青仙尊献祭给生殖祭坛 彻底消逝 就连李安留下的一些后手 包括他在傀儡中 留下的生姬等 都被长青仙尊用 搜减造化的手段 全部给灭掉了 他的脑海之中 曾留下李安一道印记 结果同样被抹除 后来道宗不甘心 曾经请太阿剑圣 用通天彻地的手段 暗中召唤李安 但都只是徒劳 他真的彻底消失了 再多的因果和思念 都换不回 但如今 今日 那两个字 停下 他努力地回想 像是怕这两个字 会从脑海中消失一样 他走了 许久许久之后 他还是确认了这一点 暗中出手的人 无论是不是太上 都已经离开 他深吸了一口气 没有再沉溺于情绪之中 转身走出双手胜地 师父 太好了 太好了 小小还以为 再也见不到您了 他的清传弟子 宁小小 热泪盈眶 激动地 扑进力念雪怀中 力念雪心情大好 被世人称之为 血手人徒的冷艳美人 此刻竟也露出了一抹微笑 拍了拍宁小小的肩膀 好了好了 我不是活着吗 师父 你单枪匹马 就灭掉了双手胜地 天啊 你太厉害了 宁小小等人看到 双手胜地的惨状 更都是震惊无比 须知 这里可是双手胜地 纵然主力都离开了 但一个太乙精仙 想要灭掉 那是痴人说梦 如今 力念雪居然做到了 力师姑 才是大罗之下第一人吧 太强了 恐怕比顾师祖都弱不了多少 力念雪并未解释 道 去天庭 道山已结尾 现在 一切的关键 便是天庭对峙了 李安也在往天庭赶 他虽然不知道 安利究竟设了一个什么样的局 但最终一定在天庭爆发 希望会有用 一边赶路 他一边握了握手中的画像 纵然他如今修为 以至太乙精仙 战力之强大罗之下皆无敌 但想要干涉如此局面 仍旧不够看 他去也不会暴露自身 而是远关 如果有机会 就帮安利他们一把 如果太过危险 那李安也只会作弊上官 不可能为了一个道宗 就去拼命 此刻 你说了 丽山 虚空之中 正在与上官萧萧对弈的原定大军 落下最后一字 抬眼微笑 道 上官道友 你可以离开了 他心中大定 这场棋局 让他成功拖住了上官萧萧 而且 他方才已得到消息 天庭那边 红波仙子的血魂已成功复苏 他已以天庭之主的名义 发下法旨 让各大势力前往逃逆 此前 赤毛大军等人苦苦围杀道宗 碧落宫等 但因为大罗数量并不占据太大优势 故而久战不下 他们也曾传令各方 但他们 毕竟不是天庭之主 各方只推说真相不明 不敢贸然出手 但如今 面对红波仙子清令 谁敢不遵 再加以搪塞 那就是 等于和道宗站到一起 成为逆贼了 各方已经不可能再保持沉默 道山输定了 而上官萧萧看着棋盘 却并无沮丧之色 反而是点了点头 道 世人都说 原定大军的奇异冠绝当时 今日一见 果然名不虚传 原定大军放心 上官萧萧说话算话 我不会再进攻此地了 他的嘴角露出了一抹微笑 清澈的大眼睛之中 似乎有一抹脚侠闪过 原定大军眉头微皱 如此顺利 倒是让他生意 那就请吧 他站起身来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上官萧萧却摇头 不着急 我虽然不攻你 但好歹 要看着你怎么死的 原定大军心中忽然一抖 他意识到了不对劲 马上眼法自护 同时回眸看去 之间浩瀚立山 此刻竟轰隆分开 万重封印 竟被冲开了 什么 原定大军大吃一惊 此地的封印乃是红伯仙子 率领七位大罗金仙亲手封下 除非红伯仙子亲自到来 否则谁能打开 就算是有大罗金仙强攻 都绝非一日之间可破 单靠子仙子一人之力 根本没这个可能 更何况 当初紫仙子被打入封印之时 更是以身受重伤 修为禅境了 在他目光之中 一道紫色的身影 已经湿湿然从立山之中走出 诸多大罗金仙留下的封印 在他身边只化作梦幻的光 丝毫伤伤不到他 亚尊 原定大军失声开口 他已经看出 此刻的紫仙子 修为强大至极 半只脚已经踏入仙尊境界中 可称为亚尊 而且 他身上隐约间 还有股强横至极的生机 仿佛就连死亡之力 都无法落在他的身上 你炼化了一份长生白雾 原定大军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这 到底怎么回事 臣服 或者死亡 而紫仙子偏然而至 却只是淡然道了一句 原定大军脸上 带着忐忑不安之色 下意识地回头 看了一眼上官萧萧 放心 我说过不打你 就一定不打你 不过 他要打你 可不关我的事哦 上官萧萧笑了 原定大军全都明白了 他以为他和上官萧萧之间的对异 是拖住了对方 但其实也被对方拖住了 需要时间的 不只是红锅仙子的血魂 还有紫仙子 只是 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出 紫仙子究竟是怎样得到长生白雾的 紫仙子当初被关押之时 肯定被搜过 不可能是那个时候带进去的 除非后面有人给他送去 可 除了红伯仙子无人能接近 此地封印 也没有被强行打开过的痕迹 红伯仙子 给敌人送长生白雾 更是荒谬 阁下乃是长青仙尊高徒 没有仙尊长号令 我不会向你出手 由于片刻 他道出这样一句 很狡猾 让他现在向紫仙子出手 那是找死 打不过的 让他跟随紫仙子 那又是毒命 所以 他倒是忽然选择了 中立 理解 紫仙子平静地道了一句 回去你的园定宫 在无我法指之前 不要出事了 园定大军行了一礼 眼中倒是颇有些感激之色 不得不说 紫仙子的确宽容 如果他现在面临的是 红伯仙子 那恐怕根本没得选 园定大军飞速离开 紫仙子看向上官萧萧 眼中微微透出一丝复杂 道 决定了 上官萧萧只是笑了笑 早就决定了呀 好 紫仙子轻声道 为了替李安 为了替李安复仇 上官萧萧道 不 你为了天下苍生 我为了李安替李安复仇 他笑容奄然 去天庭吧 莫要让他们久等了 天庭 就在今日 从林萧宝殿中 已经发出了红伯仙子 亲自手术的法指 传达到世间各大势力 一时间 所有此前沉默 中立的势力 都不得不赶往天庭 天珠公公主夜天蚕道 新玄公公主万星子道 陈瑶公公主道 采石圣地 圣主洛长英道 一个个大势力 一个个雄霸一方的人物 今日 已经齐聚林萧宝殿之前 叶天蚕 曾经和李安 在时空秘境之内血战过 财情无双 如今以正大罗 此刻沉默不语 采石圣地的圣主洛长英 站在他的身边 两人之情天下共知 此刻也只是轻轻一叹 道 不要冲动 如果叶顶芸汐他们都败了 加上你我 也没有用的 要怪 只能怪道山行事不密 居然让红波仙子一道血魂逃离 他道出了很多势力的心声 如果红波仙子 直接死了 那其他势力做什么 都不算是大逆不道 甚至支持此仙子 还是名正言顺的 如今红波仙子还活着 谁敢明面上跳出来 跟随他们 叶天蚕 清恩了一声 在众人等待之中 林萧宝殿之内 一仗已出 十八名身穿白衣的角色仙女 前后适应 八位金甲天神抬着地脸 地脸上 白色沙漠后方 依稀可以看到 红波仙子端坐鱼上 身穿黄色冠冕 威严大气 他的脸车旁边 清传弟子七月仙子 紧紧跟随 是七月仙子 将红波仙子的血魂 带了回来 所以 他如今在红波仙子面前 已是格外受重用 都在这里做什么 我的法旨 是让你们去碧落宫 脸车停下 红波仙子平静开口 目光从叶天蚕等人脸上 一一扫过 显然有责怪之意 遵命 叶天蚕等人 却都只是应了一声 然后跟上了红波仙子 撵车在云端飞渡 八位金甲天神 全都是太乙金仙境界 不过片刻之间 浩浩荡荡的人马 就已经看到了 被围的水泻不通的 碧落天宫 赤矛大军 带着四位大罗金仙 包括左凤天军 石藤天军 以及双手胜地的 大罗金仙楚鸣骨 罗旋胜地的 大罗金仙罗旋上人等 屹立于宫外 而他们率领的天兵十万 则分裂 各方 碧落宫内 同样是五位大罗金仙 向云天 叶顶 云西 东方天军 葛天军 其中 东方天军和葛天军 年纪已老 岁月无多 所以这段时间 主要都是向云天 三人在支撑 但赤矛大军等 也没有讨到什么好处 停主道 天穷中一声高呼 赤矛大军等都是大喜 当即转身迎接 恭迎停主 停主无恙 当真是我天庭之血 赤矛大军等 看了一眼 跟随红伯仙子 来得诸多高手 更都是瞬间放松了 有了这些人的加入 避落宫避破 传我号令 生情道宗太上向云天 顾残业 掌教安礼 其余人等 格杀勿论 红伯仙子 施施然站起身来 目光之中 露出了一抹切齿的恨意 虽然他侥幸活下来 但却实实在在被重创了 想要恢复到此前的修为状态 恐怕至少需要几千年的岁月 这一切 始作俑者都是道宗 杀 尊庭主号令 尊庭主号令 一时间 天穷之间 云海之上 喊沙之声震动长空 叶圣主 听说叶顶乃是你亲弟弟 你该不会不是下不了手吧 赤矛大军 目光直接落在了叶天蚕身上 叶天蚕尚未出手 但他旁边洛长英已经咬牙道 当然不会 说完 他直接当先出手 朝着碧落天宫打出一击 天蚕 动手 他喝道 叶天蚕终究是一声长叹 然后施展大罗手段 朝着碧落宫镇压而下 其他人也都动了 此前的沉默 对道宗已经是人至一尽 如今局势明朗 没有谁会为他们付出一切 杀掉他们 这才是唯一的选择 光是大罗惊仙 此刻就已经不下十位出手 碧落宫内 一股惊人的剑意冲天而去 向云天已经杀了出来 叶鼎和云西紧随其后 就连东方天军和葛天军 这两位老牌强者 此刻也坐不住了 同时出手 抵抗群雄 天庭阵法全部都亮起 一时间属于大罗的战场 独立地开辟出来 否则这么多大惊仙交手 足以让整个仙玉 全部化作原出黄埃 大战今天激烈到了极点 纵然向云天人剑合一 都被震得几次吐血 夜顶的九顶中 有两座小顶都是军裂了 身上伤痕累累 云西白衣染血 绣发都已经凌乱起来 葛天军和东方天军竭尽全力 但此刻生命力正在逐步削减 这是一场围剿 三大势力不可能对抗整个天庭 这是早已注定的 杀呀 向云天手中的太阿剑 爆发出绚烂的剑意 横扫千军 逼开了眼前的两尊大敌 他回头看去 葛天军和东方天军已身受重伤 他急忙救援 救下两人 他忍不住回眸 看向了碧落宫中 此刻 碧落宫中 外面已经是大战升起 除了大罗战场之外 天兵天将们 已经潮水一般围攻过来 碧落宫的阵法 都快被人攻破了 三大势力的太乙精仙级高手 浴血奋战 死亡不断上演 但 安理此刻 竟然还在喝茶 他宽袍大秀 端坐宫中停前 看着悟到茶的茶叶 被沸腾的灵水冲击地舒展开来 他举起茶杯 在鼻前清秀 脸上似乎露出了一抹享受之色 兔崽子 向云天怒骂一声 却没有多说什么 反身杀入战场 完了 我们还有援兵吗 战死 唯有战死 轰隆一声 碧落宫的阵法 已经被攻破 天兵天将杀了进来 血水飞剑 落在了安理的台阶之前 但他竟然仍旧头也不抬 大罗战场 葛天军叠血 几乎就要惨死 肉身被毁灭 只剩下一道残魂 东方天军半个身体都被点燃了 此刻已忍不住发出哀吼 夜顶的九顶 都已碎裂了五座 几乎 绝望 就是你这么个玩意儿 弄出这么大的动静 一尊强横的太乙金仙 带着天兵天将 杀到了安理的面前 这尊太乙金仙盯着安理 眼中尽是怒火和杀意 但安理却只是轻轻放下手中茶杯 道 给你个机会 七暗投明 站过来 这尊太乙金仙文言 像是听到了这世上最大的笑话 他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道 疯子 你踏马的就是个疯子 他举起了手中的天刀 就要斩落 但他的刀还没有落下 忽然整个人的身影 就已经虚幻了 他整个人 竟就像是不存在 忽然间被抹去了一般 不只是他 攻破避落先攻 以先锋姿态 冲进宫内的数千名强者 都在同一时间被抹杀了 大罗金仙 谁赶住他们 外面 浩瀚天军 无不骇然后退 就连大罗战场 此刻都是不禁微微一停 所有大罗金仙都已经感应到了 这不只是大罗金仙 这是 亚尊的威士 大军护卫之中 金甲天神抬着的地脸之上 红伯仙子猛然站起身来 他眼中不可思议至极 道 你怎么出来的 不可能 在所有人目光所及 两道亮丽无比的身影已经出现 一人这紫衣 仙气飘渺 好似九天玄女 气质高雅而出尘 一人这肃群 不着脂粉 却倾国倾城 只是身形却有些并弱之意 紫仙子 上官萧萧 他们 终于来了 红伯仙子 道行逆施 荼毒苍生 罪该万死 紫仙子毫不畏惧地迎接着 红伯仙子的目光 平静地道 今日我将即位天庭之主 天下之人 当弃暗投明 他目光扫向赤毛大军 道 赤毛 你可怨奉我为主 赤毛大军健壮 眼中也有忌惮之色 但却怒道 我奉仙尊之命辅佐红伯 你算什么东西 他话音未落 紫仙子的人影 已经消失不见了 下一瞬 赤毛大军脸色大变 下意识地急速后退 在他的身边 更是有一方世界显化 镇压而下 以一方世界之力 抵挡子仙子 到了大罗金仙层次 各种手段可以沟通天地造化之力 法术神通对大罗金仙以下 便是碾压性的秒杀 随便一个小数 对于太乙金仙 也是不可承受之重 但最强的手段 乃是自运天地 大罗感悟天地规则 以自身构造出大罗之界 哪怕是最弱的大罗金仙 也能轻易开辟出灵界那样的世界 而赤毛大军 身为老牌强者 他更是拥有一世界的赤色天火之力 方才凭借此力 让东方天军都吃了大亏 但此刻紫仙子健壮 竟不退不必 先先御守一点 浩瀚绿色鲜光爆发 在他身后 好似出现了一株万古长青树 枝叶垂落 天火纵飙落 不能伤他分后 他束手结印 引导枝条 探入赤毛大军的世界之中 刹那间 那方世界内 竟似有无数花朵绽放 无数绿树生长 不 赤毛大军一声残忽 喷出一口鲜血 脸色苍白无比 已然被重创 他连战都站不住 竟直接半轨而下 还是石藤天军急忙飞来 掺住了他 我的大罗事件 竟被你轻夺 妖术 妖术 赤毛大军惊恐万壮 愤懑怒骂 但他的骂声 却显得绝望而无力 此刻场中所有人 大罗 天兵天将等 都是心中拔凉 感受到了深深寒意 赤毛大军 老牌强者 方才纵横战场 杀得东方天军蝶血 现在在紫仙子面前 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还有 谁是紫仙子的对手 左凤天军 楚鸣鼓 螺旋上人等 都是脸色变了 就连向云天等人 此刻都是 十分意外 紫仙子 竟以强横如斯 他 到了亚尊境界 安利让我们等这么久 就是憋着这么个大惊喜 云熙 夜顶等人 惊喜非常 其实这次的计划 到了后期 就已经和当初 安利给他们描述的不一样了 只是被绑上了安利的贼船 他们没办法 一群大罗金仙 竟是只能跟着安利的安排 一步一驱 此刻真相终于浮出水面 却是没有让他们失望 而碧落宫中 安利看着紫仙子 方才的霸气出手 终于露出了一抹微笑 但他仍旧没有起身 而是再次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悠然享受 仿佛正在欣赏一出 刚刚开幕的好戏 此刻 天兵天将战团的某个角落之中 李安遥遥注视着紫仙子 然后目光又落在安利身上 不禁感叹了一句 真是个疯子 比太亲子还要狠 他想转身就走 真的 此地的危险系数 已经飙到天际了 仙尊来了 都不一定能够住安利这次的底 这小子胃口太大了 不宜久留 但他目光扫过紫仙子 扫过上官萧萧 扫过向云天 安利等故人 他却没有挪动步子 罢了 年轻人想疯 那这个底 只能由我来斗了 他轻叹一声 心中反复盘算推演 都这个底 成功率怕是只有六七成 全场济然 紫仙子自立山归来 竟然强横如斯 一出手 便将一尊老牌大罗金仙格杀于此 对方行魂俱灭 这还怎么打 赤毛大军 就这么死了 亚尊之威 更甚于洪波亭主 左奉天军 石藤天军等 此刻都是脸色震撼至极 下意识地往后退 身为大罗 全都是经历了无数的岁月 才走到这一步 生死沉浮多少年 但一旦进入大罗境界之后 便很难再被杀死了 在今日之前 也只有四千年前那一战之时 才有几位大罗金仙 陨落于里安见下 也正是因此 里安才被冠以雪剑魔君的称号 雄威响车四千年 不曾被人忘却 反而一直被是做一个标志性的狠人 无论正道魔道 都有无数他的崇拜者 四千年后 里安的师父子仙子 再次出手 又杀了一尊 或许这样下去 今日死的将不止是一尊 左奉天军等人 都已经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不得后退 但此刻 地念之上 红伯仙子 却是面色冷兵 紫仙子私自离开栗山天牢 已是犯了大罪 如今更于本作之前 斩杀天庭大罗金仙 已当死罪 所有人等 皆应杀之 不从者 以谋逆之罪并处 纵然此刻 他的眼中 虽然也有震惊之色 但仍旧话语冷兵 十分笃定 红伯仙子祸乱苍生 当退位让贤 今日从之 便是助恶 凡今日归顺我者 既往不救 紫仙子也平静地开口 一时间 场中所有人 都是举气不定 按理来说 正当停主 红伯仙子在这里 其他人 根本没有拒绝的权力 但如今 紫仙子如此强大 篡位之势 只怕大概率 能够成功 加上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本就心向枉之 便都犹豫起来了 此刻 正是红伯仙子有名分 紫仙子有实力 人心 但场中 能够决定成败的 仍旧是 这还没有表态的大多数 毕竟 如果诸多大罗一拥而上 紫仙子恐怕也多半 还是要败亡 他一只脚 踏入仙尊境界 但终究 还在门槛上 没有跨过去 当初红伯仙子也是亚尊 还不是被向云天等 一群大罗伏击 杀的 只剩下血魂一道 叶天残 本作令你 灭杀紫仙子 红伯仙子 直接开口 盯着天诛仙公叶天残 天庭之内 其实大概分为 两大股势力 一股是前天庭时代 云灭之时 跟随长青仙尊 得其眷顾照拂 而活下来的 如赤毛大军 原定大军等人 而另一股 则是当初建立圣境 后来从圣境中崛起的 圣境势力 以碧落宫 宝顶宫为首 紧随其后的 其实便是天诛宫 所以 红伯仙子 让叶天残表态 只要叶天残不到 像碧落宫等 其他势力 也仍旧是不敢分裂的 此刻天庭群雄 都已经意识到 内部 也随时可能会爆发出战争来 所以目光都齐刷刷落在了 叶天残的身上 叶天残一身白袍 目光沉运 他朝着紫仙子 芸汐等人看了一眼 叶天残 你想谋反吗 红伯仙子 沉声开口 天残 彩时圣地的圣主洛长英 也不经神色复杂的呼唤 实际上 他心中 也已无决断 只是觉得这件事事 但重大 一不小心 不只是天诛宫 恐怕其他出身圣境的势力 也都会随之沉沦 所以要提醒他谨慎 诸位 叶天残忽然开口 他的目光 扫过圣境众人的脸上 洛长英 碧谣仙子 万星子等人 一字一句 道 不知诸位 可还记得四千年前 太极山一战之事 此言一出 圣境一脉诸多高手 都是神色微微一动 不瞒诸位 四千年间 叶某不曾忘却分毫 那一战的始末 结局 牺牲 代价 历历在目 越是境界上升 那一战种种 却反而越是清晰 乃至于几成心魔 说到此处 他顿了一顿 道 为天下苍生 也为了我们自己 叶天残 愿迎奉天庭新主 紫仙子 花音落下 他直接朝着紫仙子的方向 行了一个大礼 见状 场中 所有人都哗然了 叶天残 镇前倒戈 是啊 四千年前 一代天骄 血剑魔君 化作牺牲品 哼 天下英才 从此之后 不敢再触碰长生白雾 碧瑶仙子 曾经与芸汐仙子并列的绝世天女 陈瑶仙公如今的圣主 她轻语了一声 然后也湿湿然 朝着紫仙子行礼 陈瑶仙公 天诛仙公 都表达了自身的立场 一时间 圣进一脉的其他势力 也是稍作犹豫 然后纷纷站到了紫仙子一边 彩石圣地 愿迎立新主 紫威圣地 愿迎立新主 一时间支持紫仙子 即位的仙道势力 增加了七八个 已占据了天庭主力的三分之一左右 一群逆贼 我们真的要跟随红伯仙子吗 别着急 这些都只是小打小闹 真正的胜负手 根本不在红伯仙子和紫仙子之间继续等 有人大骂 有人怀疑 也有人很明智 抱定了继续等待的心 叶天蚕等站到了芸汐等人身边 叶天蚕朝着夜顶问了一句 你知道我们都为何而来 所以 我想问一句 你们 有几成把握 这是秘语传音 洛长英 碧瑶仙子等人 虽然已经做出了决定 但同样关心这个答案 他们和其他势力不一样的是 他们亲自见证过太极山秘境那一战 知晓真相 李安的死 最大的意义可能是教育了他们 让他们明白 在云罗仙尊和长青仙尊面前 所有人都只是棋子而已 一旦过于突出 肯定就会遭受难以想象的打击 沦为牺牲品 他们的前路已被斩断了 叶天蚕方才所说的话 别人可能听不懂 但是他们这些人都听得懂 但夜顶文言却是苦涩一笑 回眸看向碧落宫中 那正在端着茶水 慢慢享受的道宗长教安理 道 你们得问他 文言 叶天蚕 洛长英 碧瑶仙子等人 都是不禁有些恶然 这次的事情这么大 在他们看来 应该是紫仙子 东方天君 葛天君等人物操盘的才对 夜顶的意思是 这一切幕后的布局者 居然是道宗长教 道宗长教 在仙界之内 当然不算是什么小人物 但对于一群大罗精仙来说 他也着实算不上什么大人物 因为安理至今也只是一位太乙精仙 但一位太乙精仙 竟然主导了这场波及整个天庭大变 不愧是李太上当年选定的继承人 当真是个狠辣角色 颇具李太上之风 他们都是不禁感慨 而已经是一片废墟的壁落宫中 安理感受到诸多强者的目光 他微微一笑 抬起茶杯 仿若敬酒一般举了举 然后吹了一口 继续喝茶 两边对峙 局势已经僵住了 红伯仙子原本想要让群雄一起上 通过围攻灭掉紫仙子 但却怎料 四千年前因为李安之死而种下的花 在经历四千年岁月间的恐惧 犹疑 愁愁之后 让当年那些见证者开出了别样的果 这 天庭乱了 左奉天君等 都是下意识看向红伯仙子 红伯仙子看着走向紫仙子一边的诸多势力 此刻居然笑了笑 啊 很好 大乱之中见忠贞 经过此事 天庭之内妖邪进出 他日天庭必将大兴 而紫仙子则是淡然走向红伯仙子 盯着他道 师姐 你最好的归宿 就是死在当年天庭崩塌之时 你不该再活过来的 游记小子出进师门之时 多蒙你指点关爱 起料却有今日 他的眼中有些许唏嘘之色 他与红伯仙子之间 自然也曾相亲相爱 但终究是抵不过岁月漫长 抵不过仙道常青 请你赴死 紫仙子抬手 将出手灭杀 红伯仙子 左凤天君等人 此刻亦不敢妄动 我的好师妹 你千算万算 可惜 要死的是你 红伯仙子冷笑一声 忽然他的地念之下 八位抬念的金甲天神 全部都爆炸开来 化作血物 地念发出滔天绚烂光芒 贯穿整个天庭万端 威力之大 让场中 无数天兵天将都为之战立 诸多大罗都是色变了 仙尊法阵 怎么会 天庭何时有了此物 常青仙尊留下的阵法吗 哈哈 反贼当诛 幸好 我们没有站到紫仙子一遍 这可如何是好 所有人大出意外 左凤天君等人 都是大喜过望 而投向紫仙子的几大实力 此刻心 都是瞬间悬了起来 这 才是红伯仙子的底气吗 叶天蚕 碧瑶仙子等人都是脸色大变 叶顶 芸汐等人 也是眉头紧皱 就连向芸天 都是不住看向安黎 安黎究竟还有什么后手 就算紫仙子 是亚尊 面对着仙尊大阵 只怕也是无能为力 仙尊大阵浩瀚运转 大道的力量 重于万军 似乎就连造化 都要被压塌了 大罗已下境屈膝 大罗此刻 也心惊胆战 紫仙子首当其冲 万众杀伐之力 已经凝聚成一把天刀 朝着紫仙子 轰然斩下 这一刀 超越了大罗 所能控制的一切造化 所到之处 大道都被磨灭了 造化都为之成空 举世之间 无人能挡 不 我等无辜 不 此刻 无尽天庭 无数天兵天将 无不是感觉 万刃加身 奇奇图血 脸色苍白 就连太乙 惊仙级别的强者 都五脏六腑巨阵 骇然待死 像云天 夜顶云西等 一群大罗惊仙 就算没有被主要针对 也已经是气息制住 浑身僵硬 竟是分毫动弹不得 在仙尊之下 一切皆为蝼蚁 这是真正的天谴 废墟之中 碧落宫内 安黎端着茶杯 忽然抬眼 他抬眸处 那把毁天灭地浩瀚天刀 竟在紫仙子上方 忽然停了下来 天刀鲜于手 紫仙子抬眸 他的眸中也有吃惊之意 他看到这把不实天刀 就像是万古凝聚的悬兵 竟缓缓融化 然后逐渐变成 丝丝缕缕的光线 消散了 他不解而震惊地 看向地脸之中 所有人都下意识地 看向地脸之中 却见在地脸之中 身着明皇冠冕 好似绝代女帝般的红波仙子 血魂之身 居然正在缓缓消散 他此刻脸上都写满了 不可置信和恐惧之色 他低下头去 一柄血色的小剑 从后背直刺透前胸 正疯狂吞噬着他的血命 天师小剑 红波仙子 四千年来的天庭之主 法令所至无所不尊 屹立天下众生之上 但此刻 他终于支撑不住 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脸之上 他倒下去 他身后站着的人影 终于浮现在世人面前 那是少女一袭碧绿长裙 婀娜的身姿 此刻正在颤抖 脸色也有些苍白 但他的眼神却无比坚定 七月仙子 竟然 是他 为什么 他不是红波仙子的清传弟子吗 怎么会 此刻 天庭之中 所有修者 都是震惊到了极点 眼中骇然 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 七月仙子 红波仙子唯一的清传弟子 曾经多次代表红波仙子行走天下 可以说 他得到了红波仙子的绝对信任 这四千年来 他也一直都是红波仙子的铁杆心腹 替红波仙子做过无数事情 甚至 红波仙子被人暗算 只剩下一道血魂 也是他带回来的 但现在 他竟然亲自杀掉了红波仙子 而在举世不解怀疑的目光之下 七月仙子 却只是深吸了一口气 他盯着红波仙子 法力催动天师小剑 红波仙子的血魂 渐渐流逝殆尽 为什么 临死之时 红波仙子似乎仍不解 他的脸上已无愤懑 他已知晓他必死 天师小剑原来是可以杀死他的血魂的 之前不杀你 是因为需要用你的血魂 进入丽山 给紫仙子送长生白雾 七月仙子平静地开口 紫仙子不曾出过丽山一步 却得到了长生白雾 正是他的手段 现在杀了你 是因为你已经没有用了 七月仙子看着红波仙子 渐渐消失的生命力 他忍辱负重几千年的心结 此刻似乎终于解开 他的脸上多了一抹得偿所愿的慰解 然后一笑 我知道 你想问的 是我为什么杀了你 答案在剑上 他握住了天师小剑 当红波仙子的血魂最后消失 他才轻轻道了一句 我师父或许早已忘记 他还收过我这么一个弟子 但我却从未忘记过 有过他这么一个师父 他提起天师小剑 雪剑见光湛然 锋刃幽冷 映照出的光芒 让全天庭的强者都感觉到心寒 而七月仙子 却是嘴角带笑 道 恭迎天庭新主 然后他朝着紫仙子跪了下去 红波仙子已死 他的死亡来得太过突然 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所以 场中所有修者 就连大罗金仙 都是久久未回过神来 仙尊大阵的力量 已经消散不见 这大阵 只有红波仙子 一人能够掌控 他一死 自然回归平静 红波仙子 死在了自己徒弟手中 到底怎么回事 七月仙子 可是他的唯一清传 卧底 叛徒 所有人惊诧 左凤天君 石藤天君 楚明谷等 此刻都是眼中震撼 红波仙子的死经不了他们 让他们感觉到 心中发寒的是 紫仙子 道宗的算计 七月仙子 是什么时候 被红波仙子说为弟子的 应该在三千年前左右 如此说来 紫仙子 道宗等人算计 竟然是从三千年前左右 就已经开始了 跨越三千年 终于在今天 将红波仙子送上了死路 这份隐忍 这份诚服 就算是大罗金仙 也未知一理 居然还有这样的后手 怪不得 怪不得 在天庭心脏之中 插入了一把刀 红波仙子安得不败 果然 这等狠辣 能与当年的李太尚相比了 叶天蚕 碧瑶仙子 万星子等 一颗悬着的心忽然放下 心中都百感莫名 目光不住地往碧落宫中瞄 道宗长教 安离 这一刻 在他们的眼中 安离的身影 隐约和当年 他们都为之心哲的 那位道宗太上 重合了 藏得真深 叶鼎忍不住也感慨了一句 李安选的继承人 果然和他一般 芸汐不知想起什么 不禁一笑 向云天都是愣了半天 他硬是没有反应过来 为什么七月仙子 忽然就成了天庭叛徒 道宗卧底 他目光悠悠 安离这臭小子 到底是瞒着自己 暗中做了多少事情 被师父的目光看得有些发毛 安离都是有些坐不住了 他不由地起身 朝着师父心虚地笑了笑 只有面对向云天的时候 他偶尔还会展露出 当年那个少年的模样 哼 待此件事了 再给老子好好解释解释 太他妈地绕弯子了 向云天摇摇头 他不善这些阴谋诡计 此刻也索性懒得去想 转过身来 直接举起太阿剑 道 红伯已死 新主当位 紫仙子 他这一声号召升起 顿时他身后 道宗 碧落宫 宝顶宫 天珠宫等诸多势力的修者 都是大声呼喊 声音震动了九重天雀 紫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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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好似雷霆一般 响彻万端 好似一种催人的战鼓 其中蕴含的激昂澎湃之气 着实震动人心 许多方才犹豫不定的势力 此刻更不等待 也一起大呼起来 唯独左凤天君 石藤天君等老派人物 脸色难看无比 物字不语 只是保持着警惕 似乎随时会离开 珊瑚海啸般的声音 紫仙子却像是充耳不闻 他走到红伯仙子的地脸之前 看着手持血色小剑的七月仙子 眸子中似乎有一丝疑惑 道 你与李安 是何关系 七月仙子站起身来 道 启禀师祖 我本灵界南海银渊岛传人银沫 后得师父李安相救 灵界大乱之前 他老人家孤身附险 灵别之时 曾赐我道号 仙患子 顿了一顿 他又道 师父说过 他此生总共有三个弟子 大师姐梨花 二师兄尹莫子 只可惜师姐师兄 都已经亡于岁月之中 如今只剩下我一人了 灵界大乱之后 仙患子几经波折 前路渺茫 本已将死 幸亏得遇上官萧萧前辈 他老人家认出了我来 将我救下 并且密得一具上具生机的尸体 令我入住其中 方活下来 也是从上官前辈处 我才知晓 师父竟已被洪波奸贼所害 所以便依照上官前辈之计 败入洪波门下 以待今日 如今终是为师父报了大仇 子仙子文言 脸上也是闪过一抹复杂之色 李安于四千年前就已经逝去 但今日种种变故 却仍旧以他为冤手 太多果 都是他种下的因 太厄建圣之所以庇护道宗多年 不过是因为当初在太极山大战之时 李安用他的人剑合一击败了他 却没有杀他 反而怨称他一具授业恩师 太厄建圣何等人物 从此感念李安之情 便教导向云天 故残业多年 安离在道宗之内 在当时也绝非最合适的人选 上有向云天 故残业 下有利念选 李清然 都与李安关系极尽 但他却让安离 承袭长教之位 安离的确也没有辜负他 不下如今之局 上官萧萧更不用说了 当初太极山一战 李安拼尽全力 让他活着离开 他所做的一切 不畏永生 而只是为了给李安复仇 甚至 就连这仙界群雄 芸汐 叶鼎等 能够和道宗合作 很大程度上 也是因为李安 私人已逝 但其因果 却还在这世间流淌 大起波澜 此刻 在一从天兵天降的角落中 李安遥遥看着七月仙子 她的眼中 也是闪过一抹复杂之色 她之前跟随顾雪宁 参加法鬼大会之时 见过七月仙子一次 但当时她都没有感应出 七月仙子的来历 直到现在 七月仙子再无掩饰 灵魂波动隐约释放 李安才终于察觉了 她的真实身份 七月仙子 应该是已经换过了身体 生命气息改变了 而且 元神也隐藏得很好 被大罗金仙处理过 所以才能骗过李安 骗过红波仙子 银面 李安不禁回想起来 当年 灵界大乱前夕 她前往南海寻找机缘 遇到了银面 帮助银面夺回银元岛 并且收她为徒 但说实话 李安对这个弟子 并没有太多感情 甚至也没有 把她放在心上 李安此生共收了三个弟子 大弟子梨花 不过是当初凝结金丹之时 出于利用对方的目的才收下 到了后来灵界大乱之前 她又收下银沫子 先换子两人 但也只是利用为主 随手下一步嫌棋 甚至 后来灵界大乱之后 李安压根连寻找他们的心思 都没有生起过 死就死了 对李安来说 这些徒弟 真的和路边一株草没有区别 但此刻 银面居然帮她报了仇 她手中的天师小剑 足以证明 她和上官萧萧 一直有所联系 李安也明白 为何子仙子明明被困立山 如今身上却有长生白雾了 安离这场局 做得很完美 上官萧萧 也比以前长进多了 她莫名有些欣慰 但越是欣慰 心中的担忧 便越重一分 她很清楚 红伯仙子 最多是安离这场局的天头 不是主菜 罢了 李安难难 天师小剑都出现了 不消说 上官萧萧也一定在暗中 只是没有出现而已 上官萧萧 向云天 安离 紫仙子 丽念雪 李清然 芸汐 夜顶 七月仙子 李安很想痛骂一声 安离这次的赌信太大 把所有与李安有关的人 竟都拉上了赌桌 成了筹码 她还有走的机会 可以逃走 从李安的理性来分析 安离最好的局面 其实也是必死 是的 此刻李安已看得极为透彻 虽然没有完全猜出 安离手里是哪些牌 但出牌的顺序 最后的目标 李安已经全部想清楚了 可惜 就算安离手里所有牌 都打出王炸的效果 最终也是悲惨收场 上官萧萧 向云天 所有人都会死 安离要做的事情 如果真的成功了 对于整个天下苍生 或许都称得上是伟大的 但对于道宗来说 却太过酷烈 所有站上她战车的人 都只有一个下场 芸汐 叶丁 叶天残等人 如果知晓 安离真正的企图 还敢和她一起吗 李安觉得不会 安离欺骗了这些人 她已学会无情 但她仍旧有情 因为她也会死 她做这些事情 也并不是 为了她自己 李安轻轻握了握手中 那张长生者的画像 心中喃喃了一句 我应该现在就走 但她 没有动 她还有一个活着的弟子 真好 子仙子上前 轻轻抚了抚七月仙子的秀法 道 我虽然是她的师父 但却对她不起 当年眼睁睁看着她 走上绝路无能为力 从今以后 我不会再让你们 像她一样悲惨 她转过身来 轻轻抬手 震撤苍穹的声音 忽然间就停了下来 此刻的子仙子 纵然尚未正式进行登集大典 为着冠冕 却显然已是众望所归 人心所向 其事之圣 更甚于拥有正式庭主 尊名的红波仙子 子仙子眸光微微一扫 冷淡地 看向左凤天君等人 左凤天君和石藤天君 位于 楚明谷和螺旋上人见识不妙 则是直接上前 道 我二人愿奉子仙子为主 楚明谷和螺旋上人 分别出身圣境的双手圣地 螺旋圣地 但这一次 却是站错了队 但子仙子却并未理会二人 反而是看向左凤天君 和石藤天君 我放了原定大君一命 你们也可如他一般 回你们的道统之地 从此之后不得出山 我不会为难你们 至于双手圣地 螺旋圣地 助纣为虐 不可轻饶 当初 子仙子也绝非花瓶 活了多少岁月 对于全数他 当然也会 如今天庭出定 原定大君 左凤天君等老派人物 底蕴很深 直接对他们动手 真个斩尽杀绝 会引起大波澜 所以暂时需要绥静 但双手圣地和螺旋圣地 却属于圣境的叛徒 必须清除 分化打击 果然 此言一出 左凤天君和石藤天君 两人对视一眼 略意犹豫 便没再说什么 转身准备离去 而楚明谷和螺旋上人 却是脸色大变 没想到一向宽和仁慈的紫仙子 居然不给宽恕 他们两人急速退后 想要离开 但此刻全场 都已经遵奉紫仙子之号令 向云天 夜顶 云西等大罗精仙早已准备 其他夜天蚕 碧瑶仙子等 刚刚向紫仙子效忠 也急需证明自身 一时间 真不知有多少位大罗齐齐出手 只见虚空扭曲 规则破灭 万法澎湃之下 不过一瞬 楚明谷和螺旋上人两尊大罗 就已经跌血而出 脸色难看至极 被围住了 只等紫仙子一声令下 便可诛杀 就连左凤天君和石藤天君 都是脸色矩阵 一时间不敢动弹 深怕被群雄一怒波及 此刻正应举行登集大典 这两人 不妨便做纪礼 有人开口 紫仙子略意沉吟 便也点点头道 好 既然如此 便登集 大乱之中 鬼欲虎视眈眈 诸多繁荣礼节 一概不用 便在此地 敬天礼地 世人共证 杀逆济明 此仙子挥手 刹那间 群雄响应 一时间 场中各大势力的大罗金仙 太乙金仙等 无不是当场演道 化作大道祥云 宁城一方登天仙街 登集大典 除了诸多繁杂仪式之外 最核心的 便是天庭诸多仙宫 圣地 名善的掌舵之人 都需要演道 为庭主铺路 心愿庭主一步步迈上 直到九重天雀上 行敬天礼地之仪 并继明明 便可完成 场中数十位大罗金仙 数千位太乙金仙法力神通所致 大道成形 隐约间有大道祥和志音响起 搅赶天地 祥云万丈 在浩瀚天穷之间 一朵朵鲜花如海绽放 当真祥和至极 子仙子便一步步登上仙街 所有势力 所有高手 眼中都带着众喜悦放松之色 这场席卷天地的大祸 终于已经结束 从此之后 天庭将迎来一位更加开明 宽子的庭主 对于所有人来说 都应该是一件好事 夜顶 芸汐等人都是露出了由衷的笑 就连向云天也是感慨万千 喃喃道 老阴祸 要是你还活着 那该多好 可惜 你都看不到了 没有人注意到 此刻碧落宫中 安利一边施展法力 参与为子仙子扑就登天路 一边她的眼底 却是带着一抹凝重之意 隐隐约约间 近似有些紧张 面对赤毛大军等人围攻的时候 她淡定品查 碧落宫被攻破敌人杀到台阶之前 她弃定神闲 就连仙尊大阵启动 天刀将斩此仙子之时 她都未曾色变 但此刻 她竟然如灵大敌 如灵大敌的不只是她 在一层天兵天将之中 李安的目光也是如利剑一般 脸色平静的像是暴风雨前的湖水 在等待着什么 大的要来了 子仙子一步步登及 她在行走的过程中 万千大道与她一起共振 她一日之间见诸多大道 每走一步都会有新的领悟 是的 当世间所有势力的掌权者 都以自身道法演化 为她铺路之时 对她来说已经是一桩莫大机缘 当年的红伯仙子 为何能迈出一步 达到亚尊之位 和她当初的登基大典 也有莫大关联 在这个过程中 可以观其他大罗经线的道 见世间分成万种的法 各大势力的传承道统 都是不传之秘 势力核心 也只有这个机会 才能一关 说不定 她有机会证出先尊 她已经是亚尊之位 真的会有一丝机会 她成先尊 则大势定义 此刻 向云天 云西 夜顶等人 眼中都是莫名有一丝期待 东方天君和葛天君 两位老牌强者 眼中更是炽热 他们经历方才一战 已经重伤 不久人间 所以 此刻竭尽全力 将自己一生修为 尽数展现出来 给子仙子看 他们曾与子仙子 一起算计幕后黑手 但可惜失败了 如今 子仙子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在世人的期待和祈祷之中 子仙子步步登天 每一步落下 他身边都有鲜花绽放 每一朵中 都是神庙至极的大道光芒 造化之欲 无数道法从他心中流过 他即将踏出第三步 这个过程会很漫长 他的身后 丝丝缕缕的绿色本源间 隐约一缕白雾 渐渐消融 那是他体内的长生白雾 此刻已经彻底被他吸收 并且与万道相迎 似乎要有步凡蜕变 只 但 就在世人沉溺于这等红大祥和场面之时 却忽然有一道清晰的声音传来 这道声音 简直像是 从诸天之上 冥冥之野 大道之荒传来的 似于此地 相隔了无数世界和岁月 但这道声音传来之时 却像是具有莫大的力量 诸多大罗金仙 无数太乙金仙 用自身道法铺垫的仙阶 竟然轰然崩落 刹那断绝 化作满天幻光 消失了 仙阶之上 紫仙子脸色苍白 他身形一阵 直接从仙路上坠落而下 几乎立身不住 他的气息都瞬间紊乱起来 大罗道理 都有些散意之状 仅仅是这么一语 他居然就已经心神失守 那道本 已经看到的门 忽然间远去了 他的修为 都已受创 而漫天天兵天将 大罗金仙 太乙金仙等 更是无不投晕目眩 都被反噬了 很多太乙金仙 直接恶心狂吐 吐出来却都是血 谢 仙尊 由大罗金仙 颤抖着说出了两个字 仙尊 登天仙路崩塌 诸多大罗 太乙金仙合力 却被一语惊破 甚至 就连已有亚尊实力的子仙子 都无法抵抗 刹那受创 仙尊 仙尊来了 是 长青仙尊吗 为何 他要阻挠此仙子登集 场中所有天兵天将等 无不是骇然失色 诸多大罗金仙 也都是震撼非常 叶天残 碧妖仙子等人 眼中都是闪过了金仪之色 他竟然出现了 红伯仙子的死 居然让他不惜从长生之争中抽身而来 他对子仙子 态度 并不善 很多大罗金仙都是皱眉 就连云西 夜顶等人 此刻都是神色正重 不由得回眸朝着碧落宫中的安利看去 如今的种种变化 已经和当初 他们和安利所商定的不一样了 在原来的计划之中 最主要的 便是除掉红伯仙子 天庭一主 毕竟 红伯仙子本就是长青仙尊 辖制天庭的傀儡 他为天庭主的岁月里 所有势力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大罗金仙 不得触碰长生白雾也就算了 甚至 就连想要往仙尊之位迈出一步 都会遭受不测 前有太阿剑圣 后有东方天君 葛天君等 红伯仙子在天庭一天 所有势力都没有希望 今日这场大乱 很大程度上 也是因为天庭苦红伯仙子久矣 芸汐和夜顶等人 和道宗合作 并非全无利益条件 他们最大的诉求就是 天庭从此之后 不得再干涉他们 往仙尊晋升 子仙子答应了 当然 他们也不是没有考虑过 红伯仙子 毕竟是长青仙尊的大弟子 直接通过这种方式 杀掉红伯仙子 长青仙尊岂会满意 如果长青仙尊真的干涉 他们的一切计划 都只会成空 但安离说服了他们 长青仙尊 已陷入长生之争中 尤其是这个时间节点下 世间长生白雾进出 长青仙尊 和云罗仙尊之间的矛盾 将无比剧烈 所以 红伯仙子生死之事 就算长青仙尊不悦 他多半也不会腾出手来管 更何况 继位天庭之主的 还是他的弟子 紫仙子与红伯仙子的内斗 怎么都还只是他门下之事 所以 他们参与这场计划的理想结局便是 红伯仙子死亡 紫仙子登集 长青仙尊因为长生之争 无暇此故 紫仙子 给予他们土壤和空间 让他们有机会 超越大罗之外 之前虽然计划有些变故 但一切大致上都还算顺利 红伯仙子的确死了 紫仙子已登集 长青仙尊也正如安理所说 真的没有现身 让他们都以为大局已定 其料长青仙尊虽然姗姗来迟 但终究是 没有缺席这场动乱 芸汐 叶鼎等人 似乎都想要从安理身上找到答案 这个道宗长教 虽然修为不如他们 但身为这场大局的布局者 他已经是芸汐等人最后的希望 但芸汐等人 却没有从安理身上 得到他们想要的慰藉 因为此刻的安理 也已经失去了此前的淡定和从容 他的脸上 也写满了紧张和忐忑不安 计划生变 怕是你我 终究是赌错了 叶鼎轻轻叹了一声 他从头站到尾 不曾示弱 一代雄主气魄境险 但此刻却是已生不起丝毫占心 仙尊与大罗之间的差距 当真不可跨越 就连紫仙子这等强者 都承受不住那么一语啊 你我踏上这条船之前 不是已经设想过最坏的结果了吗 但芸汐却只是微微一笑 她近似没有畏惧 道 现在死 和困于大罗 终有一日大道消失而死 又有什么区别 大道为征 长生避竹 征竹之间 生死岂有定数 叶鼎也是点点头 道 是我这香了 他们两人都较为淡定 但其他人 此刻则都是惊慌起来 恭迎先尊 而此刻 不曾离开现场的左凤天军 石藤天军两人 都是脸上露出大喜之色 急忙呼喊 然后朝着那一语 传来的方向跪了下去 他二人当真是死里求活 山穷水尽 又得见曙光 就连他们 也没有想到 长青先尊居然会降临 所以都准备任命了 一时间 场中方才无数跪拜 子仙子的天兵天将 诸多势力 又都朝着那一语传来的方向 跪了下去 所有人都露出 诚惶诚恐之色 唯独东方天军 葛天军两人 却是对视一眼 眼中都有着苦涩之意 你我终究是败了 葛天军常叹 人事已尽 但听天命 东方天军则是平静 四千年前 只是天仙的李安 都敢舍命一搏 你我又何惧败灾 葛天军示然一笑 是 而向云天 此刻则是默默提着太阿剑 走到了子仙子的身边 你应该离开了 未来的道宗 或许还需要你 子仙子轻轻密语传音 道宗之所以是道宗 便是因为从不后退 向云天一笑道 李安当年没干过那老东西 今天我再试试 少说也要砍他三剑 他没有用密语传音 甚至声音都没有压低 甚至还有些故意张扬之意 大声说出 远远传了出去 顿时所有事里 修者都是见了鬼一般 急忙离他 离道宗的人远了一些 已是划清界限 毕竟 长青先尊的目光 明显已注视全场 场中众人一举一动 都必然瞒不过他去 向云天这丝 还敢这么说话 称他为老东西 要砍他 简直是对长青先尊赤裸裸的挑衅 不敬 属实是找死了 万千修者其跪地 而自东南角天穷之间 隐隐约约有祥云绽放 便自然而然有一道身影浮现 那是一个中年男子 他一身淡青色的长袍 文质彬彬 儒雅非凡 眉眼分明 阴朗之中 带着飘逸之气 并无多于仙光神器衬托 只是出现 便给人一种如沐春风之感 好似面对并非一尊天上地下皆无敌的仙尊 而只是一个博学飘逸的文人默克 正是长青仙尊 他扫了众人一眼 身影已至场中来 只是一招手 不远处的七月仙子 忽然不由自主 藤魔虚空 已经到了他面前 七月仙子脸色大变 眸子中惊恐非常 但在他身前动弹不得 长青仙尊一抬手 血色小剑就已经落在他手中 天师小剑以引亚尊之血 在天地之间都算是一件宝物了 长青仙尊愧然长叹 可惜 却引的是我弟子之血 他没有杀七月仙子 却是看向紫仙子 道 你想当天庭之主 本来只需要和我说一声便是了 又何必残杀你师姐 紫仙子轻咬下唇 对视着长青仙尊 一言不发 眸子之中却十分复杂 长青仙尊毕竟是他的师父 他也曾如梨花 七月仙子等人对李安一样 对长青仙尊无比尊敬 誓死追随 只是如今却发现 长青仙尊要走的路 竟然是这般毒辣险恶 不惜牺牲无辜 师徒已分野 是了 你是对我有所不满 长青仙尊的脸上 闪过一抹唏嘘之意 道 你是我最疼爱的弟子 就算你杀了你师姐 本也可以不死的 甚至 我也都可以不过问这件事的 但是 你千不该万不该 却将长生白雾 熔炼自身 他话语没有掩饰 凭借儿清晰地传进场中 每一个修仙者的耳中 瞬间 场中所有人都是一惊 尤其一群大罗金线 紫仙子竟熔炼了长生白雾 怪不得 怪不得居然如此强大 就连赤毛大军 都不是他的对手 他触碰了禁忌 此前大战之时 紫仙子隐藏得很好 加上修为又是亚尊 所以 他们都没有看出来 本来还心有疑惑的云熙 叶顶 东方天君等人 都是瞬间得到了答案 怪不得紫仙子 能够突破到亚尊修为 怪不得原本不该出现的 长青仙尊会出现 他们眼中都震惊非常 同时许多眸光 不禁看向了安理 叶顶等人 都是有种被背叛 出卖之感 安理许诺给他们的计划 是灭掉红波仙子 紫仙子即位 但紫仙子 居然熔炼了长生白雾 这是属于两大仙尊 不可容忍的境界 大罗金仙这个级别的修者 一旦得到了长生白雾 便有可能对两大仙尊的利益 造成威胁 所以 紫仙子杀掉红波仙子 未必会引来仙尊 但熔炼长生白雾 一定会让仙尊出手 但这一点 安理事前并没有告诉他们 我们 被利用了 叶顶脸上 有种愤怒 而又想要笑得复杂之色 道 李安选出来的人 我们居然也敢信 安理和紫仙子 可以说 根本没有考虑他们的利益 一旦紫仙子熔炼白雾 一定会引来仙尊 一定无法兑现对他们的承诺 但安理却隐藏了这一点 把他们骗上了战车 他真正的目的 是让紫仙子 借此冲击仙尊之位 如果紫仙子成功了 得到一缕长生白雾的紫仙子 便可与长青 云罗顶足而立 我等 竟只是此人的棋子 算计 其他夜天残等人 也都是有种恍然大雾之感 一时间 群雄真是又敢愤怒 又觉荒谬 身为一群大罗精仙 居然终究 被一个小小道宗长教 给当成了棋子 怎能不气不诺 岂不荒谬 而安理此刻 却是沉默不语 只是静静地注视着 场中局势的发展 长青仙尊 没有理会场中众人的骚动 长生之争 不容他人觊觎 他这次来 既是阻挠紫仙子 迈出那一步 也是以此警戒其他人 不要多想 否则 就算是他的清传弟子 也不可被饶恕 你我师徒一场 交出长生白雾 自费修为 我仍许你安全平静地度过余生 长青仙尊 淡然朝紫仙子开口 紫仙子叹了一口气 没有回答 而是道 师父 我曾受过你无数教诲 昔年 你为救天庭长青宫之主之时 曾定下公规 收徒不以资质 天赋为先 而需以心性为主 则寻良善 公规之中 更是要求门下弟子 要行走世间 行善积德 你可还记得当年太乙周温魔出世 导致百姓流离失所 生灵涂炭 九霄神佛不闻不问 但你却拆遣门下弟子前往平乱 因此中了魔道埋伏 你与魔军一战 甚至修为受创 你可还记得 就天庭之主玉皇 其子寺贪图美色霍乱一地 你秉公直言 要求玉皇严城 最终玉皇之子被推上诸仙台斩首 但你也因此开罪玉皇 事后被罚前往三千罗刹海 众仙本以为你必陨落其中 却起料 你以莫大修为 莫大宏愿 竟将三千罗刹海中的冤魂 一一感化妒敬 险恶妖魔之地 从此不存 他说其许多往事 这些往事都已经是遥远的历史 在上古某个时代 或许也曾让长青仙尊的人生 夜夜生辉 留下美谈和传奇 但天庭桑乱 大道横流 历经诸多结束 或许世间已经没有几个人还记得了 子仙子还记得 他说起这些往事 眼中也有种抑制不住的仰慕和敬佩 道 在小子看来 师父您便是仙道之光 无私 正义 够了 但长青仙尊 却只是轻轻道了一句 没有让他往下说 他的眼中 也闪过一丝黯然 一丝复杂 但难以觉察 难以深究 道是子仙子旁边的向云天 颇有些目瞪口呆 不可思议 他大概想不到 这个布局万古 牺牲了李安 还准备牺牲天下苍生的幕后黑手长青仙尊 居然也曾是这般光焰万丈长的光明磊落之辈 大势更迭 却让天骄失去了雄心与骄傲 岁月如波 以令英雄斩断了慈悲和博爱 便只剩下长生久世的欲念 永恒不死的执着 可是你变了 子仙子却接着往下开口 道 长生之争 想要得到长生之果 则务必须要祭掉整个时空为火 为何你曾为救一人 敢开罪玉皇 今日却要灭众生 为何 你曾连百姓敏弱 不惜与魔君血战 今日却要弃天下于不顾 他的话语来得又快又急 因为这些话 不只是要告诉长青仙尊 更是要告诉天下之人 实际上 纵然当初红波仙子出现 他知晓 长青仙尊 就是幕后布局黑手之时 他仍旧对长青仙尊是信任的 这也是为何他当初对李安的牺牲 既觉得愧疚 却又无能为力 那时 他仍旧以为长青仙尊做这一切 是为了让三十三层天恢复光明 驱逐笼罩大地的诡异 所以 他看着李安被牺牲 虽然不忍 却也无能为力 甚至某种意义上 他觉得李安的牺牲 也并非全无意义 至少能拯救天下苍生 但后来他才明白 他眼中曾经高大伟案 无私博爱 为了弱小之辈 敢与玉皇 魔君为敌 曾孤身 渡尽三千罗刹海的那位师父 已经被长生扭曲了灵魂 他只是为了长生 为了长生 他还要牺牲整个世界 葬送这方时空 所以 他才走上了今日之路 此刻 他也不惜一切 将真相 告知天下人 果然 此言一出 全场都是哗然 无数大罗金仙 明山圣地仙宫等 都是震惊不已 长生之争天下皆知 但世间并没有人知晓 原来长生 不只需要长生白雾 还需要 牺牲整个世界 整个时空吗 啊 为了不耽误大家吃年夜饭 早些更新今天 祝大家新年快乐 何家开心 在新的一年 万事如意 财源广进 步步高升 他说的可是真的 长生道果 需要将整个时空都记掉 如此说来 岂不是意味着 长生之争中有定数之事 便是举世寂灭之 如果此言当真 那就真的没有人能置身事外 天下苍生 皆只有死路一条 所有修者 心中都是掀起滔天波澜 在此之前 虽然长生道果动人心 但大部分人都知晓 那绝非寻常之辈所能觊觎 所以 并不至于如此关心 现在确知 所有人都会成为长生者 长生的牺牲品 性质 便不一样了 一时间 人心浮动 但长青仙尊却平静至极 他当然已经看出 紫仙子是想要挑动人心 但是他却丝毫不在乎 到了仙尊层次 的确已不需要在乎 世间之人的想法 大罗金仙 太乙金仙 这些在普通人眼中顶尖的高手 强者 对于仙尊来说 和路边的蝼蚁 着实没有什么区别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 长青仙尊轻叹 道 但你可知晓 如你一般善良的人 这世间也并不多 如像云天 道宗一般的修者 势力 更是稀缺无比 更何况 纵然是你 纵然是像云天 纵然是如今 你眷顾的道宗 也并非永恒的善 终有一日 或许你也会如我一般 像云天也会化作魔道 道宗也会腐朽 纵然此刻 世人皆知结局 又有几人 敢向我出手 他扫视天下群雄 淡淡道 紫仙子所说都是真的 而等 可有不服 目光所致 只有低头和颤抖 就连夜顶 芸汐等人 此刻都是 不敢和他的目光对视 这便是仙尊 我去你妈的仙尊 呼听的一声雷霆咆哮 只见紫仙子旁边的向云天 已经举起手中太恶剑 吼道 老王八蛋 老子砍死你 他的身形已消失 整个人的意识 灵魂 怒火 杀鸡 都与手中的太恶剑融为一体 这一刻 那把剑简直像是化成了火焰 化成了焚天之怒 穿越一切 展向长青先尊 向云天 真的向长青先尊动剑了 他疯了吗 我草 场中所有人都是一惊 但此惊未凭 他生又起 从跪地低头的人群之中 一道道不甘的怒吼之声 如浪潮一般响起 老王八蛋 老子砍死你 老王八蛋 老子砍死你 老王八蛋 老子砍死你 一个个道宗修者 故残业 利念雪 李清然 雷荡 甚至是年轻一代中的后起之秀 此刻都拔剑向先尊 他们喊着同样的话语 就连李清然利念雪这样的清诚之色 也大呼老王八蛋 自称老子 一时间如意道道流行冲了过去 竟无人畏惧 竟皆一往无前 疯子 道宗的人都他妈是一群疯子 不要命了 真的不要命了 在场的所有势力 所有修者 此刻都是看呆了 简直像是见了鬼一般 那可是先尊 那可是 这世间真正的无敌者 一句话就能让亚尊跌落受创 但道宗的人 竟敢这般 今日 请师尊赴死 就连子仙子 也是竭尽全力 亚尊之力澎湃爆发 诸天都在随之颤抖 他化作漫天紫霞 霞光如雾 却可侵蚀一切 镇压所有 而长青先尊 却依旧平静地看着这一切 他既没有因为被称作老王八蛋 而露出愤怒之色 也没有因为道宗的无礼 而生起杀意 更没有因为子仙子的出手 而感觉意外 他只是一挥手 然后轻轻往下一压 仅仅是这一压而已 甚至没有感受到法力的波动 神通的释放 没有绚烂的光芒 和大道的痕迹 而杀相他的所有攻击 就已经尽数折损 子仙子的漫天霞光 如刚刚画完的画作 被清水冲洗 刹那消失不见 子仙子跌跌撞撞 口吐鲜血 脸色苍白 已不能再动弹 向云天的人剑合一 只听十剑一声悲鸣 剑身之上 就已经多了数条裂痕 向云天从剑中掉出 身上满是裂缝 血水淋漓 倒是其他里清然 历念学等 似乎受到的反噬 要更弱一些 只是将在了原地 一动不能动 化作木偶般 全场既然 纵然方才已见过 长青仙尊 一语破了诸多大罗 联手铺垫的登天仙路 但此刻 再见他真正出手 仍旧震撼人心 亚尊 大罗惊献 只是那么一回手啊 这样的实力 真的足以无视 世间所有人的看法了 足够有勇气 长青仙尊淡淡开口 我当年也曾收过一位 出身临界道宗的弟子 很像你 他看着向云天 道 他也修剑 给自己的剑道 取名为正义 你应该修炼过 他写的正义剑经 但可惜 他后来死了 为了拯救 他心中的苍生而死 长青仙尊微微一叹 然后忽然道 沙道宗长老一人 可得大罗机缘一份 徒子仙子 可谓天庭之主 话音一落 场中所有人都是一惊 大罗机缘 天庭之主 一时间 不知有多少人心中私动 目光都隐约热切起来 如此 不妥 子仙子与道宗乃英雄眼 我等岂能杀他们以求荣 有人犹豫 这是何等机会 我们一生 都无法踏足大罗之境 如今却能得到一份机缘 能成为天庭之主 便是无上的荣耀 不可 你们别忘了子仙子所说的 长生之争 最终是所有人的牺牲 哼 没有长生之争 我们就不会死了吗 不能成为大罗经线 再等千年 我也化作黄土了 安静的人群开始骚乱 道德与正义的言辞 正在被贪婪和欲望击碎 方才跪地尊奉子仙子 为天庭之主的人 此刻正踢着屠刀 一步步向他们靠近 子仙子是我的 忽然 不知何处传来一声大吼 一尊太乙金仙 化作仙光一道 直接斩向子仙子 你敢 他的性命属于我 我要为红伯仙子报仇 住手 一时间 其他人也坐不住了 子仙子只有一个 道宗长老有很多 杀他们 对 保住大罗机缘便不错 给我去死 一时间 也有无数的人 杀向向云天 李清然 丽念雪等人 甚至 现场直接爆发了一场战斗 你争我夺 厮杀起来 为了抢到向云天等人的人头 而厮杀 他妈的 这群王八蛋 向云天双目目瞪 我倒看看 谁敢杀我 话音未落 一个太乙金仙已经冲过来 直接给了他一剑 向云天当场挣住 但幸亏其他人已经争抢过来 将这位太乙金仙给斩了 一群肖肖 你们还要脸吗 李清然等愤怒呵斥 但此刻面对疯狂的众人 已经是于事无补 人群如潮水 要将向云天子仙子等人吞噬了 无数的法力 无数的神通 争先恐后的面容 争鸣的杀意 就在子仙子向云天等人都要死亡的时候 长青仙尊忽然再次挥手 顿时 冲过来的无数修者 都似实化了一般停住 再也无法动弹 他们的法力神通等 也随之消散 向云天 子仙子等 于千钧一发中 劫后余生 好好看看 这便是你们要拯救的人 长青仙尊开口 你们想要救他们 但他们 只需要有足够的利益 却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你们 他神态平静如水 仿佛只是在陈述一件事时 并没有带任何的主观个人情绪 不愤怒 不嘲讽 不悲悯 他挥手 顿时向云天便获得了自由 杀光这些人 你可以成为天庭之主 在长生之争结束之前 你可以随便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长青仙尊给向云天开出了一个架码 场中诸多势力 不曾想反转来的 竟然如此之快 方才屠刀所向 此刻屠刀却落在他们头上 无不骇然 不 向太上 不可 向太上 我们与道宗一向交好 请太上饶命 他们竟恢复了说话的能力 此刻纷纷哀求 简直与方才疯狂争抢 杀鸡纵横的情况 判若两人 向云天首提石剑 张了张嘴 想要说什么 但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他似乎是以迷茫 被他守护的 为了一些机缘 便可以来杀他们道宗 他想要杀掉的长青仙尊 现在却反过来保护了他们的周全 还许诺给他们整个天庭 远处 方才没有动手的云熙 叶鼎等人 此刻心都是瞬间提了起来 他们都注视着向云天 不知向云天会做何决断 按理来说 他们方才没有动杀意 压制住了内心的贪念 向云天不会杀他们 甚至 向云天继位之后 对他们也是好事一件 但此刻 他们竟然莫名有种希望 希望向云天 不要动手 长青仙尊 真的太强了 叶鼎不经感慨 不只是修为的强大 顷刻之间 玩弄人心 就连向云天这等人物 都已经动摇了 这些事情 或许长青仙尊都经历过 所以他 才会信手拈来 才会如此平静 云熙神色复杂 道 历经朱节 终究看空 只求长生久世 世间一切情感 皆如梦幻泡影消逝 若我们有朝一日 到了他的境界 或许 也会变成新的长青仙尊 天欲既然 万众无声 就连道宗李清然 历念学等 都心弦紧绷 如此十字路口 向云天心中一念 可能决定的 便是历史的走向 向云天低头 他看着手中的石剑 难难道 不 不应该 但抬起头来 看到那些脸庞 那些方才穷凶极恶 甚至已经伤了他 伤了道宗之人的脸庞 他又杀鸡毕露 本就该死 他手中的剑举起 然后又缓缓落下 举起 又缓缓落下 反反复复 内心着实 已经是纠结到了极点 而他面前的那些修者 此刻已经是 几乎崩溃吓尿了 妈的 大哥你要杀就杀好不好 举起来又放下 放下又举起来 真的很让人心态崩啊 长青仙尊 淡然旁观 他的眼中 忽然有种光芒绽放 他的目光落在向云天身上 向云天的眼中 忽然也有那种光芒浮现 这一刻 向云天忽然看到了 很多不同的东西 他眼前的一个中年修者 太乙金仙 乃是出身保顶宫的名流 但却在五百年前 奸杀过一位女修者 曾经与邪修联手 将自己的师兄截杀 这是这个中年修者的过往 紧接着 向云天又看到了 这个中年修者的另一面 他杀了李清然 得到了大罗机缘 终于正到大罗金仙 从此之后无法无天 他亲手将道山山门摧毁 将整个道山的修者屠杀殆尽 只是为了斩草除根 向云天眸光一一扫过 每一个人曾经的因果 竟然都逃不过他的眼了 而这些人的未来 也在他眸子中一一眼花 这些人在漫长的生命之中 或多或少 都曾做过不光彩 乃至于极其邪恶的事情 在他们拥有了足够实力 掌握了权力和地位的未来 他们所做的恶更加不可言说 长青仙尊眼中的光消散 向云天也恢复了自我 他的脸上 只剩下一种深沉的怀疑和反思 他知晓 方才的一切 绝非长青仙尊施展的幻术 而是长青仙尊 借了他可观因果的仙尊之眼 让他看透了人性的伪和恶 真没意思 他忽然道了一句 真他妈的 没有意思 他猛然握住手中太阿剑 诸如大罗之力 太阿剑猛然爆发出万道杀机 他朝着眼前的无数修者 横斩而去 噗噗噗 血水喷洒 人头滚落 哀嚎声连连响起 这些修仙者 大片大片的死亡 仅仅是一剑而已 便斩杀了数千人 准大罗 金仙 太乙金仙 血水在向云天的眼中蕴开 他好似化成了修罗 他似乎已经疯狂 他怒吼道 你们都该死 他疯狂诸如大罗之力 手中明明已经有了裂痕的石剑 此刻爆发出此生最强的一剑 然后狠狠落下 场中所有人都是亥然 就连云西 夜顶等大罗金仙 都是金王 向云天这是失去自我 要疯了吗 他这是要灭掉所有人吗 他们下意识地退后 同时做好了防御 但 就在此刻 向云天那道惊天的剑光 竟是忽然转向 瞬间斩向了长青仙尊 他竟然又一次朝着长青仙尊动手了 但这一次 不一样 因为在场中 已经多了一道剑意 那道剑意无声无息的出现 无声无息的逼近 剑意之所致 比向云天更强 比向云天更恐怖 甚至超过了紫仙子此前的威势 那剑意之中 隐约间还有一道魂灵 以手为剑 剑指长青仙尊 太阿剑圣 太阿剑圣的 仙尊级剑意 他 他们竟是 想杀长青仙尊 这一刻 看到此目惊变 全场都是 震撼了 谁也没有想到 向云天居然会反手斩向长青仙尊 在所有人看来 他分明已经被长青仙尊操控了心智 失去了自我 让人更没有想到的是 当向云天再次朝着长青仙尊出手的时候 太阿剑圣的仙尊级剑意 居然也随之出现 直接杀向长青仙尊 直到此刻 这场大戏的真正目标 才终于显露 不是红伯仙子 不是天庭 而是 长青仙尊 他 疯了吗 全是这样 全是这样 道宗这个长教 真的太可怕了 这一刻 云西 叶鼎 叶天蚕等大罗金仙 都是瞳孔一缩 醒悟了所有 他们中途曾经疑惑过 愤怒过 甚至觉得被安理给骗了 他们都成为了棋子 但现在才明白 安理所图居然如此之大 把剑锋对准了长青仙尊 对他们来说 安理不过是一个小小道宗长教 但现在 却让他们所有人心中生寒 感觉到了震撼之意 以太乙金仙之水准 算计当世之仙尊 这种角色 已经不是用一个狠字可以来形容的 怪不得 怪不得 原来当年太阿道友 虽然身死失败 但却还是留下一道剑魂 迈入仙尊境界中 他才是今日的杀手锏 东方天君大呼 同时 他也是激动无比 怒吼一声道 功伐无道 就是今日 他自己也紧随向云天 太阿剑魂之后 化作一条青色的天龙 朝着长青仙尊扑杀而去 他已经豁出了性命 太阿剑魂虽然强 但未必能够杀长青仙尊 安离小友敢有屠龙之意 那葛某今日 便以身为火 为苍生坟 葛天君也是大笑一声 他方才大战 就已经只剩下魂魄了 此刻以魂魄化作夜火 拼死一搏 杀向长青仙尊 长青仙尊 当猪 芸汐猛然抬眼 也已经动手了 好大的胆子 把我们所有人 都给你绑上了图仙尊的战车 不过 正合我意 夜顶也是宝顶悬浮 朝着长青仙尊镇压而去 一时间 向云天 东方天君 葛天君 云西 夜顶 当时五大大罗金仙 以及亚尊子仙子 都随着太阿剑魂而出手 其他大罗金仙 如夜天残等 也是一动 但却还是克制住了 没有出手 这是一场豪赌 道山是谋划者 而宝顶宫和碧洛宫 已经没有退路 要么长青仙尊死 要么他们传承从此消亡 所以 他们才会舍命一搏 但其他的势力 远远没有那么强的压力和动力 若非无路可走 谁敢向仙尊动手 快退 撤开 也有很多人在惊呼 所有人都预感到 接下来爆发的大战 很可能是蔑士级别的 搞不好三十三重天 都可能因此而崩灭 天下苍生 都可能会被波及 千万大军远盾 大罗惊仙惊叉 而在战场的中心 诸多高手 海量的法术和神通 超越了世人感知的道责和造化 竞数化作一团朦胧混沌 就像是 回到了天地初开 宇宙出生 普通的修者 就算是太乙惊仙 都无法再感知到 战场中的丝毫动静 因为那是 超越了他们认知的东西 因为境界不到 所以 就算是绝世强者 就在你眼前大战 你也看不清 听不见 浑然不觉 岁月静好之间 已经是天翻地覆 唯有到最后 一切成定局 当天地毁灭达到烟灭 才感叹末日来临 而叶天蚕 碧瑶仙子 左凤天军等 此刻都是睁大了眼睛 他们是大罗惊仙 所以能够看得清楚 浩瀚战场中 仙尊建议以杀制 紫仙子 向云天 东方天军等齐齐跟随 那是毁天灭地的力量 是重开造化的尾世 满天的紫霞 好似淒厉的血色 要将世间一切生机 都给涂灭 雪白的剑光 彗星喜悦般灵力 要把天下一切黑暗 都给斩碎 青色的苍龙 遨游天穷不回头 要吞噬进眼前的 所有敌人 而在这一切造化尾数之前 只是一道青烟般的剑意 在那剑意之中 是太阿剑圣不屈的剑魂 四千年前 太阿剑圣便是 先尊之下第一人 人剑何以无敌于世 可穷尽一生 太阿剑圣在突破 先尊之时 却仍就是出了意外 留下剑魂 只待今日 毁天灭地的法力和攻击 以长青先尊为核心 但长青先尊 却是眼中平静 好似眼前只是云起云书 潮起潮落 终究影响不到他分毫一般 他甚至没有把注意力 放在太阿剑魂 亚尊子仙子等人身上 眸光似穿越了战场 落在了后方碧落宫中 道宗长教安利的身上 以红波仙子为局 以子仙子长生白雾为影 引我入杀局 倒是颇具枭雄之姿 长青先尊点评了一句 啊 小小道宗 当真屈才了 你更适合来做天庭之主 花音落下 他已经出手 右手掌心摊开 于掌心之中 瞬间有一株绿色小树升起 光滑璀璀 神光绚烂 闪烁着岁月的光芒 流淌着时间的盗玉 那小树上 就像是有无数的世界 正在孕育一般 他手中小树往前飞出 顿时瞬间放大了千万倍 化作苍天巨树 好似将整个天地都给撑开 这旷古巨树的每一根枝鸭上 都有大道的力量在流淌倾泻 一方又一方的世界在生面 旷古绿树上 枝条一扫 如柳絮福天穷 紫仙子画出的万道霞光 瞬间被绿树吸收殆尽 叶片如刀 斩落之下 铿锵一声 向云天太阿石剑 彻底断裂 他本人从石剑中脱离而出 一瞬像是苍老无数岁月 紫仙子和向云天连伴 东方天君画作的青色苍龙 被一条绿色的枝条一抽 顿时龙脊断裂 他发出了一声凄厉的惨呼 血洒久消 临死之前 他终于感受到了莫大的恐惧 奋力将身后的芸汐逼开 葛天君以魂魄化成的大罗夜火 更是被绿色的光影浇灌 转瞬便消亡 夜顶身前的宝顶 一个接一个的炸裂 他瞳孔一缩 拼力将一座歇顶制出 但自己却再劫难逃 直接被炸成了一团血舞 大罗连面 唯有太阿剑魂 却穿越一切 绿色的枝条 好似秩序链条一般落下 但都没有封锁住他 他穿越树影 不能阻拦 西年在太阿剑身为大罗之时 人剑合一 就已经能够穿越大罗领域 因此被称作大罗第一人 如今他一道剑魂 也真正可以对长青仙尊产生威胁了 你可穿越世界伟丽 但我这树上 却是万千世界花开花落 无尽种子此节比开 你又能带我何 长青仙尊嘴角 似乎出现了一抹冷嘲之意 他摇了摇头 绿树之上 顿时无数叶片 好似水波凌凌 一片叶子落下 便化作一方世界 当太阿剑魂从这方世界中走出 另一片叶子 却也已经绽放出新的世界 如此循环往复 绿树似技轮转 世界中无尽时 除非长青仙尊陨落 绿树枯萎 否则太阿剑魂 将永世被困在这绿树之中 不得穿梭而出了 长青仙尊用他的命中之术 将太阿剑魂给困死了 难道 终究不行吗 完了 很多人轻语哀叹 道宗与保顶弓等 竟然敢设下如此杀局 针对长青仙尊 其实很具备悲情色彩 容易引人同情 尤其是在得知 长生之争的最后 所有人都会死之后 其实大部分人的内心 都已经变了 谁愿意牺牲 如果道宗能够杀掉长青仙尊 或许是最好的 但现在 落空了 大罗死的死 伤的伤 子仙子生死未卜 太阿剑圣永振树中 从此之后 这世间便再也没有反抗 长青仙尊的力量了 这是苍生最后的机会 长青仙尊平静如斯 真的超然物外 他一招手 避落空中 安利的身影忽然消失 下一刻 就已出现在他的面前 是个人才 可愿拜我为师 长青仙尊淡然发问 我许你大罗道果 天庭主位 安利脸色微微有些苍白 但却还是摇摇头道 道宗自有传承 自安某 进入道宗以来 枯元子 太亲子 李安太上 师尊向云天 皆天下豪侠人物 英雄无双 今日可死 却必不贵 他的修为 比起长青仙尊来说 天差地别 但他眼中的平静和淡然 静隐约可以和长青仙尊相比 东方天君 葛天君 乃至于我那徒儿子仙子 和你相比起来 都太弱了 后生之中 也只有你 以及当年那李安 才撑得上一具真正的强者 长青仙尊感叹了一声 他拍了拍安黎的肩膀 道 好好考虑 你真的是个人才 安黎却是仍旧摇摇头 长青仙尊一抬手 便将已然身受重伤的 向云天给抓了来 道 你当真不从 安黎微微一笑 道 我若为了救我师父 便拜你为师 那我师父只怕会活活气死过去 所以 你尽管杀了我师父 把他切碎了 拿去喂狗 我也不会心痛的 长青仙尊点头 道 可惜了 那今日 便再开一次杀戒便是 他已不再抱有任何的宽恕 对于他来说 其实安理也并不重要 只是惜财之心的微微起伏而已 他一抬手 便要将向云天震杀 但也就此刻 原本无精打采 满身是血 几乎昏迷的向云天 猛然间抬起眼来 他的瞳孔之中 竟是邪乱和不可名状的雾气 带着一丝争鸣 向云天猛然抓住了 长青仙尊的手臂 从向云天身上 顿时有大量的诡异之气 如潮水一般 涌入长青仙尊 长青仙尊顿时脸色大变 这一刻 他一直保持得风轻云淡 气定神闲 终于彻底稳不住了 他失声开口 云罗老贼 你竟然和他们合作了 长青仙尊满脸的不可思议 这一刻 他眼中无数愤怒翻腾 瞬间明白了一切 原来 太阿剑魂 根本不是安理准备的最后杀招 云罗仙尊才是 以天庭设局 故意让紫仙子 熔炼长生白雾 如此一来 长青仙尊便不得不过问 而安理在以太阿剑魂 牵制长青仙尊 让云罗仙尊 有出手杀掉长青仙尊的机会 安理竟然和云罗仙尊达成了合作 如今云罗仙尊附身于向云天之上 已经用难以想象的不祥和诡异 侵入长青仙尊全身 长青仙尊脸色一阵僵子 他竭尽全力 想要化掉这些气息 但却收效甚微 他下意识地想要将命种之术召回 但命种之术 此刻反过来被太阿剑魂牵扯 同时 不知何时 滔天魔虎已再现 再添一份力量 阻挡命种之术 回归长青仙尊体内 命种之术 乃是长青仙尊养命助先绝的根本所在 如果此术再生 云罗仙尊的诡异和不祥之力 是奈何不了他的 但现在 他的身体和灵魂 正在被侵蚀 却无能为力 向云天已然凝笑 哦 长青 你我争执多年 你这只老狐狸不死 我的确睡不着觉 长生道过 只属于我 你安心去吧 向云天的脸上 隐约间浮现起一张鬼脸 竟是长青仙尊 一口口给啃食下去 长青仙尊苦苦支撑 但此刻落入陷阱 以回天乏术 而战场之外 所有大罗金仙 太乙金仙等 此刻都是目瞪口呆 恐惧到了极点 谋子之中 竟是不可思议 云罗仙尊 猎杀长青仙尊 云罗仙尊也参与了 道宗什么时候 和云罗仙尊联系上了 长青仙尊 既然要陨落了吗 长青将云 这怎么会 叶天残等人 都是震撼到了极点 云西 重伤的叶鼎等 同样是震撼无比 同时 脸上 已经由衷地 升起一种敬佩之意 好生的算计 环环相扣 一步又一步 竟是 将长青仙尊 引入死局 夜顶长叹 幸好 幸好安离是道宗的人 幸好他对长生没有兴趣 否则的话 有这样的敌人 实在太过可怕了 可这是驱虎吞狼 长青仙尊一死 云罗仙尊称霸世间 还会得到长青仙尊身上的 所有长生物质 他距离长生道果 便前所未有递进了 对天下苍生 可能还是大祸 不知安离 是否有其他计策 云西沉吟着 眼中却是露出了 一抹深深的担忧之色 举世无言 所有势力都已经意识到 这一战将改变整个世界 而在万众瞩目之下 长青仙尊 正在被一点点啃食 他原本儒雅飘逸的身姿 变得血水淋漓 狼狈无比 诡异和不祥 侵蚀了他的身体 他竭尽全力的挣扎 反抗 但仍就是没有用 长青 江雨 某处人群中 李安窑窍战场 确实沉思着 目光之中 竟是疑惑和担忧 长青仙尊 当真会死得这般 容易轻巧吗 这等人物 就算被算计得很死 也终不该这么落幕 战场之中 已成胶着之势 被云罗仙尊附身的向云天 此刻如一只咬住了 猎物脖子的雄狮 死死抓住长青仙尊的手臂 他的眼中 口中 鼻中 都有诡异之气散发而出 如复古之躯 渗入了长青仙尊体内 长青仙尊脸色铁青 越发难看 他竭尽全力抗衡 身上的仙道晶圆等 不时化作雷霆 火焰 若谁等异象 结成一道道超凡屏障 维护自身性命 他身上每一滴仙道晶圆 都堪称是无上的至宝 一滴落下 就能让一方大陆或者世界 彻底被烧穿 就算是大罗精仙 也会被那种契机给镇压 扫灭 但现在 任凭他命远演化 大到沸腾 却仍旧挡不住诡异之气的侵蚀 没有了命种的庇护 长青仙尊 也难以阻拦云罗先尊的诡异之道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云罗先尊和长青仙尊 其实走到了生于死两方面 所谓的诡异 其实只是死亡的一种异化表现形式 云罗先尊 便是诡异的掌控者 长青仙尊能够与他对抗 皆依赖命种之力 如今命种被太阿剑魂牵制 便失去了最重要的仪仗 云罗 道宗之人杀我 是为了拯救苍生 你觉得 他们会让你成为长生者吗 长青仙尊虽然仙道金元在不断流逝 体内的诡异之气越来越严重 但仍旧镇定非常 冷静得道 如果杀了我 只是为了成就你 那他们 做这一切的意义何在 你我谋划万古 才有今日 如果中了这等蝼蚁的挑拨反间之计 或许会成最大笑柄 你莫要自悟 但云罗先尊却是宁笑道 这等蛊惑人心的手段 连对象云天都没有太大的作用 你觉得对我会有用吗 你不死 我不放心 你死了 区区一个道宗 又能带我喝 云罗先尊更加了一份力量 长青仙尊的血肉大片大片地落下 身体好似腐烂了一般 森森白骨露出 血水淋漓 隐约间 还能看到 他的神魂在肉体之中挣扎 好好好 既然如此 我便成全了你 长青仙尊见云罗先尊不为所动 忽然一捏法觉 法力涌动 顿时从他的体内 居然有诸多白色雾气腾起 另一边 被太阿剑魂缠住的那绿色巨树中 也同样有白雾散意 面对如此情形 长青仙尊 居然主动将自身的长生白雾逼出 今日长青 便造福天下苍生 虽然被诡异遍布 但此刻他竟然有种 君临天下一念花开的超脱玄妙之感 大袖一挥 那长青巨树竟然是瞬间消散 就像是一方方的世界在崩塌毁灭 绿叶凋零 枝丫枯朽 树干苍老无光 一切的生机和神圣都化作无数的光点 超越了造化的屏障 如诸天星辰陨落 洒向三十三重天的广袤天地之间 他的躯体也顿时裂开 就连魂光都化作烟雾 化作气息 什么 这是疯了吗 长青先尊居然选择了化道 他 他这是死中求活 见到这一幕 周围的所有高手 无不是大惊失色 此刻长青先尊所谓 乃是直接将自身性命给化掉 一切的性命因果 修为神力都归于造化之中 如此一来 他必然会失去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先尊及的修为 无上的地位 积攒一生的资源 甚至是那世间第一等珍贵的长生白雾 都烟消云散 如果他的运气足够好 那无数的光点落入造化凡尘 能活下来 那他还有重生的机会 但也仅仅是重生的机会而已 不愧是枭雄人物 面对如此情形 他越是挣扎 越是将自己置于死地之中 迟疑和犹豫 只会让他被云罗先尊彻底炼化 但他趁现在倒立未散 将自身生命晶圆置入轮回 这样一来 就算是云罗先尊也挡不住 他便能够重生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长青先尊这等人物 心智太过惊人 就算没有了今日的一切 或许 也能很快崛起 很多人开口 不乏聪明之辈 已经明白了 长青先尊 为何如此抉择 实际上 身为一代先尊 他肯定还有很多的底牌和后手 如果真的全部使出 也一定 还能在抗衡云罗先尊一段时间 给云罗先尊 造成一定的麻烦 甚至有机会 让云罗先尊 付出惨重代价 但那又如何 到那时 就算他真的将云罗先尊给击伤了 自身也已经无力再行重生之法 不过是于死网破 于死网破 从来都不是长青先尊这种人的选项 更何况 他显然已经猜到了 道宗不可能没有对付云罗先尊的手段 既然如此 他现在最优的解法 就是马上进入轮回重生之中 让道宗与云罗先尊为敌 还能为他牵制敌人 换作他人 被如此步步埋伏 徒而反目 云罗被刺 恐怕会被怒火烧昏了头脑 但长青先尊却太过理智和冷静了 甚至到了可怕的地步 长青先尊的仙道晶元等散入天下 而他体内原本的长生白雾等 此刻却是飘散于天穷之间 四处逃窜 长生白雾 其实总共分为四份 黎安 长青先尊 云罗先尊 各得其一 另外一份 则是散入天地间 被顾雪宁等机缘巧合等得到 或者是无人发现 如今 长青先尊殒灭 他身上的长生白雾之圣 几乎将这片天庭 化作了一片云征峡位的长生海洋 其中有无尽的生机 所到之处 无数的天兵天将等 都是感觉神清气爽 舒服到了极点 原本搜寻天地间 才能找到的长生白雾 如今居然就这样化作海洋 出现在所有人面前 这 长生白雾 这么多 这可是长生的机缘 一时间 天穷之间 所有人都是莫名心动了 眼中炽热 这种冲击 无异于凡尘俗世的街道之上 有人将黄金 洒满了穷人聚集的大街一般离谱 不 这不是机缘 这是催命的福禄 同时 也有明智之辈惊醒 长青先尊之所以这样做 明显是汽车宝帅 现在每一个胆敢 取走长生白雾的人 都会成为替长青先尊分担火力 吸引云罗先尊出手的炮灰 但这样的明智之辈 终究是少许 如此机缘在前 很多人都忍不住了 马上伸手 从海洋之中获取一缕 然后准备逃亡 尔等想要找死吗 而向云天的身体之内 云罗先尊已经怒吼起来 这一声传出 所到之处 无数的金仙强者 直接瘫软在地 四肢酸麻僵硬 无法动弹 太以金仙五官流血 耳中嗡嗡轰鸣 就连诸多大罗金仙 都是周围瞬间有诡异的大道秩序浮现 化作牢笼 将他们给锁住了 无人能逃 长生白雾也谁碰谁死 向云天的身体忽然软倒下去 已经昏了过去 生死不知 而从他的体内 一股诡异之气飘出 在虚空之中 凝聚出了云罗先尊的身姿 他一挥手 滔天魔虎已经落入手中 他冷灭地扫了一眼全场 诸多长生白雾 都是我的 呵呵 这一世长生 我必正知 他朝着长青先尊 先到金元消散的诸多方向 随意地扫了一眼 道 重来一世 你以为你 还有机会和我禁竹吗 纵然让你活下去 也再无意义 他没有去追 长青先尊的重生火种 转过头来 把目光放在了眼前的 无数长生白雾上 他一挥手 浩瀚白雾如云向他涌来 长生白雾入体 云罗先尊体内的诡异之气 都像是 发生了某种奇妙的变化 方才因为贪婪 对长生白雾动手的人 此刻 都被云罗先尊这挥手之间 将精血命魂一起抽干 连哀嚎 都来不及发出一声 云罗先尊缓缓吸收 炼化长生白雾 不 他吸收这么多长生白雾 恐怕距离蔑视便不原意 我们 都会死的 他会杀了我们所有人 一时间 场中所有修者 无不是恐惧到了极点 方才长青先尊出现 虽然也曾操纵人心 引发血灾 但终究没有滥杀 此刻云罗先尊 根本不在乎场中 所有人的死活 直接将诸多先人 连同长生白雾 一起炼化了 我们要完了 不 一时间 苍生哀嚎 天庭之地 近似化成了炼狱一般 云罗先尊 就像是将士的炎罗 云罗先尊 请住手 忽然 一道声音却是响起 安离已经淡然走出 道 按照约定 我们帮你杀了长青先尊 你需给天庭三千年的和平岁月 请阁下履行约定 此刻云罗先尊 磨为滔天 诡异之气 铺天盖地 仿佛一尊洪荒巨兽 在吞噬天地 安离在他的面前 就像是一只小小蚂蚁 走到了黑色的巨山之前 但他的话语之中 却没有恐惧 约定 云罗先尊 微微一笑 道 你可知 就凭你这种身份地位 与我谈条件 便已是大不敬 大不敬 便当诛 安离眉头一挑 道 先尊不愿住手 如此 便休怪我道宗冒犯了 云罗先尊 只是细血地看着他 安离的眼底 也没来由地有些焦躁 但他还是一咬牙 道 既然如此 那我道宗便涂魔 他的手中 已出现一个石冠 他将石冠开启 其中顿时又有一道 青年般的剑翼腾出 直接展向了云罗先尊 竟然 还是太阿剑圣 太阿剑圣 留下了不止一道剑翼 还有第二道 两道先尊般的剑翼 足以护佑一个 传承万古辉煌了 能杀了他吗 一时间 场中 所有人都是一惊 同时 他们心中 都生起了前所未有的期待 巴不得太阿建议 能够击杀 或者重创了云罗先尊 否则的话 他们所有人 都会死于此地了 芸汐 叶鼎等人 也都是再次一惊 他们没有想到 安离居然还有一手 不只是要对付 长青先尊 还要对付云罗先尊 可 想要杀云罗先尊 仍旧太难了 叶鼎叹息 芸汐也是沉默 他们方才都亲眼见到 长青先尊 是如何对付太阿建议的 太阿建议 穷尽所有力量凝聚的 先尊建议 与长青先尊 这种老辈 先尊之间的差距 的确是太大了 云罗先尊 不可能没有相应的手段 果然 云罗先尊 只是大手一挥 滔天魔湖 已经飞了出去 瞬间放大了无数倍 此物曾经属于滔天大魔 与他们乃是同级的人物 如今又被他祭练过许多岁月 更加不凡 化作无剑魔玉 那道先尊建议 竟被困于其中 好似消失了 安离竟毫无惧色 并无犹豫 再次上前 将整个石冠都砸了出去 整个石冠都裂开了 而在其中 还有最后一道太阿先尊建议 太阿建圣西年冲击先尊之位 留下的总共是三道建议 快 就在此刻 安离更是一声大吼 轰隆 与此同时 在天地之间 近似有种 超越了岁月的力量 再拉扯 再显化 好似有另一方时空降临了 要与现实重合 视镜 这是 视镜的力量吗 视镜 不是早就已经消失了 一脚视镜 这一刻 场中 所有人都是震惊了 不可思议地看去 视镜 对于世人来说 并不陌生 视镜曾经是诡异的源头 在诡异统治天下的时代 无数实力都供奉着神像 用以连接视镜 从视镜中获取 各种修行资源等 后来 因为长生者的消逝 那方并不安宁的时空 如幽魂魅影 终于缓缓 从浩瀚英国海洋中退潮 早在百年来前 李安重新归于 现实之时 就已经很淡很淡了 但今日 视镜的力量居然 最后一次显化了 所有人瞩目看去 只见在天地之间 不知何时 已经多出了无数 尊曾经被诡异势力 祭拜的神像 而在那些神像的上方 一个病弱少女 脚踏神像 牵引着最后一脚 视镜降临 时空的力量 好似披风一般 落在她身上 让她显得朦胧又遥远 上官萧萧 这是 怎么回事 世人吃惊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道宗的计划是 杀长青 然后 引长生白雾入视镜 让长生白雾 随着视镜 一起彻底消失 如此一来 世间将在无人 能够正长生 这一刻 一直旁观的左凤天君 不禁失声开口 他的老脸之上 简直写满了不可思议 像是见了鬼一般 此言一出 全场哗然 所有人都是瞬间醒悟 这场大戏 终于彻底图穷必现 天庭之变 沙红波 只是续曲 紫仙子熔练 长生白雾 只是影子 甚至 就连灭杀长青 仙尊 都不是最终目的 就连云罗仙尊 长青 仙尊 竟然也只是 道宗这场大局的棋子 道宗的目的是 在世境 最后消失的时机中 将一部分 长生白雾 带入世境之内 如此一来 将无人能凑齐 长生白雾 凑不齐长生白雾 那长生之路 便断了 断了长生之路 无论是云罗仙尊也好 其他人也罢 都只能称霸一事 而不可能横行万古 只能如会心耀眼 但终将陨落 这世间 将再无永恒的君王与先帝 但却会有源源不息的文明和火光 道宗 所图太大了 上官萧萧 曾经被原子义附身过 他对世境 是最为了解的人 所以 他能掌控这一角世境 但代价 他也会跟随这一角世境 彻底消失的 他们 能成功吗 一时间 无数人的心 都是提到了嗓子眼 就连云罗仙尊 此刻都是 不禁闪过一抹惊诧之意 他悠悠盯着世境中的上官萧萧 许多白雾 已经被上官萧萧 吸入世境之内 你已成就大罗 距离亚尊不原意 如此做 你便永惰虚无过往 与历史一起消散 却是何必 走出来 我许你此生平安喜乐 荣华富贵 无上权势 云罗仙尊平静地开口 我可以立下大道之事 若有为此誓言 必于长生路上陨落 此言一出 就连天地明明之间 都有莫名伪力 被勾动了 仙尊及人物 一言一行都与天地合 他此刻立誓 已经是拿自己的前途 再给上官萧萧许诺 这或许是世间 最值得相信的誓言 而且 我可以向你保证 道宗 所有参与这场大战的人 你喜欢谁 谁就可以活下来 我不会追究任何事情 本作只需要长生白雾 其他的一切都可以给你们 甚至 可以给你们一段 安静的岁月 本作 可以在一万年 两万年之后 再成就永生 那时 你的人生 将再无遗憾 所有与你相关的人 都已经老死无恨 他继续补充 这的确是最诱人的条件 此言一出 无数人却都是瞬间担心起来了 这 正如方 才像云天面临 长青仙尊的许诺一般 又是一个 无比艰难的决定 只要走出来 便可以得到这一切 权势 地位 财富 甚至是最宝贵的时间 一万年 两万年 对于世间所有人来说 如此时间跨度 的确真的人生圆满 而无憾地离开了 真的 足够了 上官姑娘 你要坚持自我 莫要让他骗了 道宗岂能与诡异同流合污 你可是道宗太上 请上官姑娘就是 我等必世代 铭记上官姑娘之情 为您立庙 永世祭祀 一时间 很多修者都是 忍不住齐声呼喊 他们是真的急了 甚至当场有人跪下了 摇摇朝着上官 潇潇磕头 谁也没想到 道宗居然这次的 局部的如此之深 将两大仙尊给饶了进来 现在竟真的有段 绝长生路的可能 断绝长生路 世间所有势力 生灵 都将得到真正的解救 但唯独 需要牺牲上官 潇潇一个 他将无法载入轮回 他将永恒堕入 无人可触及的荒野 孤寂之地 再无意识 彻底祭灭 他们并不在乎你的生死 云罗先尊 却反而笑了 他看着上官潇潇道 这些人 可值得你如此拯救 上官潇潇并没有思索 直接道 或许你错了 我从来没有认为他们 值得拯救 他轻蔑地扫了一眼 那无数朝着他跪下的天下苍生 无情地道 他们都该死 这世上大部分人都该死 彼此争夺 勾心斗角 道貌黯然 死了 反而清净一切 这些朝我下跪的人 你帮我杀了他们好了 文言 那些刚刚下跪 哭着喊着劝上官潇潇 去死的所有人都是郑主 什么 上官潇潇 居然是这样的 他 怎么和道宗的人都不一样 上官太上 你可是道宗的人 你怎么能杀我吗 你要救我们 这是你的责任 妖女 你要下地狱 一时间 这些方才大意凛然 喊着 让上官潇潇 拒绝云罗先尊 求着上官潇潇 拯救苍生的人们 都是大骂起来 仿佛上官潇潇 做了对不起 全世界的事情一般 妖女 上官潇潇 却只是不屑一笑 老娘当年 可是魔女好吧 杀人如麻的魔 无情无义的魔 狼心狗肺的魔 她的眼中 真的对这些所谓苍生 一点都不在乎 好 而云罗先尊确是一笑 然后大手一挥 直接万众杀鸡震杀而下 一时间 天地间 少说有上百万人 直接炸成了血污 全灭了 现场一片死寂 一时间 谁也不敢说话了 那些想要劝上官 潇潇去死的人 也都是冷汗直冒 不敢再吐出半个字 看来 你已经想清楚了 云罗先尊 微微一笑 上官潇潇道 重复一遍你给我的条件 我许 你此生平安喜乐 荣华富贵 无上全是 你在乎的人 也都能活下来 我不会追究此事 他一字不改 够了 上官潇潇微微一笑 道 真是 动人的条件 可惜 平安喜乐 此生于我已无用 而我最在乎的人 已经让你给杀了 他的笑容中 无比平静 只带着一丝消索 以及一种无聊和看透 仿佛这世间 早已经没有 让他留恋的东西 我真的不在乎 什么天下苍生 真的 你如果不高兴 把他们全杀了吧 抽筋扒皮 奸淫折磨 怎么残忍怎么来 我只在乎 有个人曾经让你和长青先尊给害了 所以 我做这件事 只是报仇 单纯的报仇 上官潇潇的笑容灿烂无比 哦对了 云罗老狗 你应该记住他的名字 这样 我的复仇才有意义 他叫李安 李狗的李 狗安的安 他身后的视镜 脚下的神像 随着这最后一语 发出浩瀚的光芒 海量的长生白雾 如被惊吞一般 卷入视镜之中 冥顽不灵 云罗先尊叹了一口气 摇了摇头 道 本不想给他这个机会的 毕竟他要的太多 但可惜 你不要这个机会 那这个机会 便只能给他了 而人群中 李安远远看了 上官萧萧的身影一眼 他的眼中 莫名闪过一抹复杂之色 他的身影 悄悄从人群中离开 顺手掏出一粒得负担 扔进嘴里 此刻千军一发 此刻已走到了历史的分野 或许纪元将因此改写 岁月将因此重开 世间大罗 太乙乃至于先尊 都倍感压力和沉重 紧张无比 但李安的心中 却忽然静了下来 他的身影 没入尸地之中 他并没有感受到 太多的焦躁不安 或者恐惧害怕 他只是感受着 味蕾间传来的一切 那是一丝丝滑的苦涩 在口中花开之后 带出来丝丝富裕芬芳芳的甜 他虽然曾经 给上官萧萧炼制过这单药 但还从来没有自己吃过 原来 还真的味道不错的 他抬眼 平静地走进这一角 视镜之中 去赴他此生最大的一场豪赌 这张凌晨三点才写完 下一张肯定不会完本 如果就这样完本 真的太仓促了 交代不好不清楚 所以 再写写 别慌 上官萧萧 禁术激活神像的力量 视镜中随即发出朦朦白光 力量越发渗入现实 将天穷间的长生白雾 吸入视镜之中 成了 他好了 如此一来 长生路断 天下苍生 却都有了活路 他一定要成功 无论他是为了复仇 还是别的 此行此举 终究是于世大善 若真的成了 可谓人足矣 一时间 所有修者都是期待紧张非常 更有人感慨万千 纵然方才上官萧萧一念起 让云罗先尊杀了百万修者 身负杀劫血债 但他此刻所作所为 却堪称镇谷朔经 改写了历史 如果成功 这等今天之功整世之勋 可以在人足历史上单开一步 会被列入古往今来为数不多的人足之一 能够成功吗 是静 未必能够挡得住云罗先尊 他难道不能直接灭了上官萧萧 对 他可是先尊 同时 也有很多人担忧疑惑 但有老辈强者摇头道 如果真的这么简单 他何必方才 对上官太上万般许莫 上官姑娘立身世境之中 以世境为自身大罗事件 如果不进入世境 谁也无法跨过现世 与逝去过往之间的距离伤到他 一切法都是空患 但想要进入他的世境 先尊之下 只怕都是妄想 毕竟 这堪称 世上最特殊的大罗事件 云罗先尊的势力 当然可以进入其中 上官太上绝对不是先尊对手 可先尊入内 他可让这本就岌岌可危的 世境彻底消逝 就算是先尊 恐怕也无法违抗一方时空 彻底凋零时的伟力 此乃同归于境之法 简而言之 如此大罗事件 只有他自己 以及当时先尊方能入内 此乃死局 此言一出 世人凛然 掌控一角是境 化作自身大罗事件 这等秘书不为人知 显然只有曾经被原子义附身的上官萧萧 自己才清楚 但无论如何 此刻他已真正闯出了一条路 只有走通了 便天下得救 纵然云罗先尊 都是面临两难 要么看着上官萧萧 带着长生白雾 彻底从岁月中消失 要么进入上官萧萧大罗事件内 却会遭受生死到萧之恶 你当真不在乎吗 云罗先尊盯着上官萧萧 一股杀意 已经笼罩道宗所有人 他冷冷地道 你为道宗太上 难道真能亲眼看着道宗之人 一个个尽数死去 他对此似乎早已知晓答案 但却还是发问 道宗今日到此之人 皆已做好了萧王的准备 安离却只是一笑 道 我等早在数千年前 就本就该随着临界道宗一起灭亡 侥幸走到今天 已是血传 死又有和汗 先尊尽管动手便是 他笑得如此洒脱释然 到这一步 他所有的安排已出境 底牌已摆明 接下来的成败 已非他所能控制 所以 这么多天以来 他第一次露出了轻松的笑意 在他的身边 向云天 利念雪 李清然等人的神色 与他毫无差异 都是一般的誓死如归 死亡对他们来说 甚至可能不是一种惩罚 而是解脱 很好 云罗先尊点了点头 道 有人曾告诉我 道宗所图甚大 上官萧萧更是早就 变成了孤注一掷的疯子 我对此本半信半疑 现在看来 他说的的确没有错 话音落下 他淡然抬眼 看向苍穹坚道 你要的 我答应你了 若有违背 无常生路断 生死到萧 他再一次立下道士 此前对上官萧萧所言 只是在天地间有所感应 但因为上官萧萧拒绝了 所以并未成事 现在先尊之口吐出誓言 便顿时在天地间结下因果 锁链已故 见状 原本神色已轻松起来的安黎 顿时脸色一变 眉头紧皱 朝着上官萧萧的方向看去 下一刻 安黎的眼中露出了震惊 骇然 以及深深的恐惧之色 因为在试镜之中 居然出现了另一个人 那人和上官萧萧一模一样 就连生命契机 都是一般无二 上官圣仙 他怎么会出现的 他 怎么会与上官萧萧一模一样 怎么回事 一时间 所有人都是大惊失色 就连上官萧萧 此刻都是 震了一下 眼中瞬间浮现了愤怒之色 道 我的躯体 当年在地缘界 大骊王朝北部天阳城一战之时 这对姐妹借李安互相算计 那一次 上官萧萧输了 自己的肉身 都折损在上官圣仙的手中 被上官圣仙占据 无数岁月过去 那具躯体 应该早已经与上官圣仙合二为一 和上官萧萧截然不同了才对 但现在这具躯体 分明就是他当初留在天阳城那一句 生命气息等 都没有被上官圣仙练化过 我的好妹妹 上官圣仙微微一笑 道 李安难道没有教过你 凡事都要留一手的 属于你的躯体 我又怎会舍得练掉呢 上官萧萧顿时鸣雾 多年以来 他和李安 曾经与上官圣仙交手无数次 他以为他的躯体 已经让上官圣仙练为己躯 但却不料 上官圣仙 竟然瞒天过海 留下了他的那句 这么多年来 他外表看似和上官萧萧一模一样 但其实他的躯体 是用其他方法凝练而成 他留着这等后手 如今果然派上了用场 当事之上 除了云罗仙尊 没有人能够进入上官萧萧的 大罗事件 但除了上官萧萧自解 你这次做得很好了 真是一个完美的计划 其实如果可以 我倒是愿意 让你成就这个局 但可惜 长生之前 不容有情 萧萧 你我多年恩怨 便从此了结了 上官圣仙道了一句 这一刻 他的眼底的确也有三分复杂之色 斗了数千年 真要灭掉上官萧萧的时候 他心中竟也有一丝不舍 但这不会影响到他的行动 他的手中 滔天模糊盖子 已经出现了 黑色滚滚魔器 疯狂爆发 惊天动地 那模糊盖子竟是直接炸裂 上官圣仙 选择自爆 显然 他只是 以一缕神魂 进入上官萧萧的躯体内 不可能靠这一缕残魂 击败上官萧萧 所以 引爆模糊盖子 凭借这种冲击力 撕裂上官萧萧的大罗事件 不 上官萧萧紧咬下唇 这一刻 他就像是又回到了当年在天阳城时 被姐姐击败的少女 她的眼中尽是不甘 但却无可奈何 轰隆 滔天模糊盖子 乃是滔天大魔之物 爆炸开来 产生的冲击力 直接将上官萧萧的大罗事件给撕裂了 上官萧萧猛然喷出了一口鲜血 脸色苍白至极 滔天模糊 出自滔天大魔之手 其品级积不下于仙尊 如此之物炸开 产生的轰击难以想象 如果是在外围 产生的波动 纵然会让是地受到影响 也绝对不至于毁灭 毕竟 是地与现世之间 仍旧存在鸿沟天茧 岁月帷幕 但此物却是在上官萧萧大罗事件中爆炸 上官圣仙 牺牲了他珍藏多年的躯体 就是为了将此物运入世地中 轰隆 恐怖的波动 扰乱了万层天雨 就像是一方世界毁灭了 天崩如飙落 地裂四末日 是地剧烈的震荡 上官萧萧以无力维持 便化作万千的光影 消散开来 不 怎能如此 明明只差一线就能成功 为何功亏一篑 难道真是天命注定吗 一时间 所有修者此刻都是悲叹不已 扼腕拍胸 乃至于有人忍不住痛哭起来 生存的希望 传承的火种 都与师弟一起崩塌 坠落 上官萧萧处在风暴中央 师弟光影如瀑流转 将他映衬得凄美孤独 他的脸色苍白无比 血水从口中溢出 他看着周围的一切 不禁惨笑了一声 李狗 我们还是失败了 这么多年 我还是没有战胜他 我们说了 他喃喃了一句 眼中似乎有些遗憾 但也仅仅是遗憾 只是曾经和李安 一起并肩对抗上官圣仙 却从来没有真正取胜过 所以 在他的心中 或许还有一个执念 在李安逝去之后 替他去赢一次 只是没有赢 除此之外 他的眼中只剩下平静和淡然 作为风暴的中心 他反而没有丝毫恐惧和不甘 因为 他做这些 都只是为了给李安复仇 成则喜 不成亦无妨 李狗 为师来看你了 他微微一笑 从四千年前开始到如今 或许是终究无人能在 炼出那等清田的丹药 所以 岁月横流 修为渐掌 但却终究觉得没有滋味 或许上官萧萧 在四千年前也已经死去 这世上活着的 只是一句复仇的取巧 他三花浮现 二气纠缠 一身的道运 与天地相合 准备化道 他准备随时的消逝了 险些坏我大事 还想就此一死了之吗 但就在此刻 云罗仙尊的声音 却已经响起 他的身影 已经从原地消失 下一刻 已经迈入世帝边缘 此刻世帝已经消散 无力拒止外界的入侵 而且 上官萧萧 已经失去对世帝的掌控 他纵然再入其中 也并无畏惧 他一挥手 先是将此前 被上官萧萧 吸入世帝中的诸多长生白雾 全部都给活生生抽了出来 世帝正在消逝 他当然不能让这些长生白雾 随之离去 长生白雾被抽离 他的眸光也同时 落在上官萧萧身上 仅仅是目光而已 就已经让上官萧萧的 化道过程停了下来 浑身不得动弹 大罗与仙尊之间的差距 着实太大 被大罗盯上 就算是想死 都是不能 云罗仙尊眼中带着冷冰之色 你喜欢李安 想要为他复仇 是吗 我当然还记得此人 一个凡尘俗世之中的蝼蚁而已 只不过与别人有些许相似的诡计 所以被选中 却以为自己可以登天 可以抗衡命运 蝼蚁永远都是蝼蚁 妻子就应该有妻子的觉悟 他是 你也是 我不会轻松杀了你 长生之后 漫长的岁月 终究需要调剂 毁灭和扭曲 乃是真正的永恒之道 可惜了 那个蝼蚁在四千年前就已经死去 否则 我会亲眼让他看看 你在我掌心之中 会受尽多少凌辱和折磨 与长青仙尊相比 云罗仙尊简直像是一尊魔祖般 他长期迎进于诡异之中 本念之中 邪恶扭曲的一方面 滋长更甚 所以 他的手段会显得更加残忍 给我滚过来 他冷笑一声 大手朝着上官萧萧一抓 但 让他颇为意外的是 就在这一瞬间 弑地之中 居然像是 有一股莫名的力量 帮上官萧萧撑住了弑地 他这一抓的力量 像是被阻碍了 不对 这股力量 虽然起于微末 并不明显 但云罗仙尊还是察觉到了 他何等人也 如此惊变突生 他顿时心生紧照 灵觉大开 横扫是地中 死死盯着上官萧萧的方向 只见在上官萧萧的身后 不知何时 已经 多出了一道淡淡的人影 那虚影的面容看不真切 在世地光影照耀下 显得极淡 但是依稀能够看出 他一身白袍 滋容如雅 年近中年 一双眸光好似经历了尸山血般的淡然 蕴藏了万千星辰般的深邃 那虚影淡淡看向云罗仙尊 紧紧失一眼 不 这一刻 云罗仙尊竟像是被天雷击中的幽魂 他的身体都在颤抖 眼中竟是恐惧到了极点 冷汗都出了一身 发颤道 你竟然还在这世上 刚刚说完这句话 他留在世地中的身影 忽然就已经消失了 下一刻 云罗仙尊远远退出了世地 他的身影简直化作了一颗流星 每一步踏出 都有海量的因果之力 遮掩他的存在 岁月的力量都难以触及他 造化万千 尽为阻碍 他居然是 在逃跑 道宗数子 居然想联我一起算计 这桩因果 我记下了 云罗仙尊的声音远远传来 响彻场中 而他本人 竟然已不知所踪 完全消失了 如此惊变 来得简直好似闪电一般 场中所有人 都是震惊到了极点 一个个瞠目结舌 这 怎么回事 我眼花了吗 云罗仙尊 他离开了 那能叫离开吗 那分明是退走了 不撤离了 不 逃跑了 一时间全场哗然 甚至有人揉了揉眼睛 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切 云罗仙尊 分明已经将长青仙尊都给灭杀了 就连道宗准备对付他的弑地 都被他用上官圣仙所破 长生白雾近在眼前 甚至可以依扣长生之门 但竟在寝客间远顿而去 积极如丧家之犬 甚至 就连长青仙尊遗留在此地的无数白雾 他都没来及收走 他到底看到了什么东西 我怎么感觉 他像是被人给吓走的 不可能 长青仙尊都已经死了 他举世无敌 这世上还有什么东西 能够吓到他 天方夜叹 可 他明明被吓到了 他临走之时说 某个存在 本该已经死去了 所有人都在猜测 大罗惊仙 各大势力 无不经意到了极点 方才在尸地之中 上官姑娘身后 似乎 有一道虚影 夜叮有些不确定的开口 他们都远离尸地 所以并看不真切 一道虚影 怎么会吓到云罗先尊呢 而且 云罗先尊如此逃顿 就连长生白雾都顾不上了 临走之时 还调动了海量的因果之力 造化契机 作为防护遮掩 显然是心虚到了极点 就算是长青先尊 也不会让他这么害怕 一尊 超越了长青先尊 和云罗先尊的存在 诸多大罗惊仙等 都在震撼的低声讨论 在他们的认知之中 先尊就已经是极尽 比先尊还要强 长生者 云熙不知想到了什么 忽然悠悠到了一句 古往今来 能够做到这一步的 或许只有长生者了 此言一出 所有人都是震惊非常 碧落宫历史长久 在盛境之时 更是与保顶宫一起 镇守过时空秘境 画古山就坐落于长青心上 所以 对于长生者 他们也有一灵伴爪的了解 是的 长生者 子仙子悠悠开口 他叹息了一声 道 就天庭之所以倾覆 诡异之所以笼罩大地 皆因此起 在长生纪元 曾有一人正道长生 那是有史记载以来 唯一的一尊长生者 但是那人在正道长生之后 却沉睡于岁月边荒外 长青先尊与云罗先尊 曾找到了蛛丝马迹 知晓那长生者 曾有一位红颜 所以 他们盗走了 那长生者的红颜尸体 逼得长生者苏醒过来 那位长生者 为了拯救红颜 才逆转了生死 也正是因此 他才会从长生之中败下 长青先尊和云罗先尊 才有机会 四千年前 李安以身献祭 从此生死二分 那长生者的一切 便烟消云散 重归天地之间了 长青先尊和云罗先尊 都以为他已经逝去 却不料 他应该留下什么后手 寄托于萧萧姑娘手中 这应是世上 唯一可以灭掉 云罗先尊的手段 所以 云罗先尊才会如此惊具 子仙子一一解释完毕 道出了真实秘星 一时间 各大势力的人 无不是震惊非常 万古大变 竟是因此而起 就天庭崩塌 诡异遍地 天地大乱 竟只是为了 两人的私欲而已 一切概由长生起 多少人死亡 多少传承断绝 直到今日 我等才明白 源头究竟何在 这两个老王八蛋 很多人神色复杂 这些信息属于绝密 属于最高层次的顶层设计 多少大祸 都因长青先尊和云罗先尊而起 如果不是今日子仙子道出 或许就算到了世界毁灭的那一天 也不会传开 如今真相大白 世间修者 有人义愤填膺 有人心生胆寒 但总的来说 对长青先尊和云罗先尊 曾经的些许敬畏都从今日彻底消失了 长青云罗 乃天下共敌 天庭毁 苍生乱 他们为求长生 激起了一切 他们 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 可惜了 长生者留下的后手 居然没有杀掉云罗先尊 否则 这一世真的可以开太平 很多人开口 诸位 而这个时候 夜天残已经一步走出 他高声道 今日我等本该灭亡 天下苍生也大祸不远 但能得免 侥幸得存 一切皆自子仙子 上官太上 道宗之故 他的眼中 已经带上了一丝真正的敬畏 道 天庭当立 子仙子当序天庭主位 上官太上 当为人族大圣 道宗 当为天下宗 不错 若无道宗亲尽全力 我等断无今日 为苍生 而敌两大天尊 如此不适之功 天下当共尊 共尊之 山湖海啸 这一次 所有人的呐喊 都出自内心 劫后余生的庆幸 见证奇迹的激动 还有难以言表的敬仰 这一次 道宗所作所为 的确已经刷新了世人的认知 请此仙子继位天庭之主 革新天庭 请上官萧萧为人族大圣 护佑人族 请道宗为天下之宗 以光正义 夜天蚕大圣即呼 天庭之主 人族大圣 天下之宗 这都是最高的荣誉 其他人 碧瑶仙子 洛长英 夜顶 芸汐等 都是随之大呼 甚至 就连此前一直反对 子仙子的左奉天君 石藤天君等 此刻竟然也是直接单膝跪地 对子仙子 上官萧萧行大理 不只是对他们功绩的认可 更多的 还有现实的需要 长青仙尊已经死了 天庭不可能一日无主 诡异仍旧虎视眈眈 云罗仙尊 更是全身而退 而目前来看 能够领导世人 抵抗诡异 乃至于震慑云罗仙尊的 唯有紫仙子 唯有上官萧萧 唯有道宗了 万众所请 但在万人瞩目之下 紫仙子 上官萧萧 安离等 此刻 却都莫名有些 恍惚 紫仙子看向安离 又望望上官萧萧 他不禁感慨 安离不愧是 李安指定的道宗继承人 上官萧萧 不愧是和李安最亲近的人 如此计策 居然把他都蒙在鼓里 不只是算计了 长青仙尊 还差点把 云罗仙尊也给杀了 安离的算计 已经超过西年李安了吧 他感慨非常 而安离目光 也远远看向上官萧萧 他此刻也是激动庆幸 还有些后怕 多亏了上官姑娘 居然还留了别的后手 看来当年 袁子义给他的东西 更多 在谋划这场大战之前 他曾经和上官萧萧 谈过无数次 他以为上官萧萧 已经把所有底牌 都告诉他了 但现在看来 正如他对云熙 夜顶 向云天等人有所隐瞒 上官萧萧 也还有后手没告诉过他 而适地之中 上官萧萧此刻 不禁有些发症 有些茫然 怎么回事啊 他 完全不明白 今天遇到一件 很无奈的事情 我爷爷在老家跌倒 请了个村里 赤脚医生来看病 输了止痛的夜 结果我爷爷平时 喜欢小酌两杯 医生也没有告知 注意事项 家里人也不懂 所以输液中途 便昏死过去 一路狂奔回家 搞了半天 终于从垃圾桶里 翻出了注射液 发现是投包取松纳 所以 是投包配酒引发的休克 差点 要了老人家的老命 所以晚更了 天庭之主 人族大圣 天下之宗 呼喊之声如山呼海啸 大战已毙 红波仙子已死 长青仙尊灭亡 就连云罗仙尊都被惊退 只剩下激动的情绪在洋溢 就连大罗金仙们 都倍感振奋 由衷大呼 尸体之中 上官萧萧感受着 那丝丝缕缕的神秘力量 正在促使他的尸体凝结 稳住 让他不至于彻底崩坏 他下意识地四股 但却什么也没有看到 他确定 方才一定有人帮了他 否则的话 靠他自己 已经完全稳不住尸体炸裂 消失的大事 他已经注定了 随着尸体一起死去 现在 这股轻微而柔和的力量 帮他挽留住了一些尸体之影 让他不至于全盘崩坏 这便是 他立身人间的根本 经此一意 他身受重创 修为恐怕都会从大罗经线中跌落 此生想要再重新恢复 都会很难 但却不至于死去 谁 他心中有无数的疑问 自己的大罗世界 乃是以示地炼城 这个世上 除了他自己之外 只有先尊级人物 可以凭借莫大修为横穿其中 怎还会有人走了进来 而且 进来的人 又为什么要帮自己 反复思量 当真是长生者吗 他知晓 他虽然曾经被长生者的妻子 袁紫衣附身 并且与袁紫衣曾有交流 但长生者 他从来没有见过 也许是对方感念自己 帮助袁紫衣附身 所以记了一份情 亦或者 长生者对长青先尊和云罗先尊 终究有恨 所以 留下这么一记后手 想要将两人一起灭掉 他不知道 这都是有可能的 却又都无法验证了 总而言之 活了下来 竟是绝处逢生 李狗 我的运气可比你好得多了 他悠悠感慨一声 天庭之主 以及人族大圣 皆已受创 加封一世一概从简 另外 如今天庭出击 鬼一虎世丹丹 急需一整天下 故安某建议 马上整兵备战 在世人激荡之际 安离却是一步走出 开口道 左凤天君 石藤天君 夜天残大仙等 应马上率领各部人马 防御诡异入侵 云西 夜顶 向云天等仙人 已受重创 应马上闭关休养 据安思威 这是安离多年以来养成的习惯 他这么一说 情绪激动的众人 都是冷静下来 不愧是道宗长教 道宗长教 虽无大罗精先之姿 却有妙算天下之能 很多人感慨 对安离 已无人再敢轻视 这可是以大罗为棋子 敢算计两大仙尊 而且成功杀掉 其中一位的超级狠人 他在世人心目中的危险系数 只怕是已经超过大罗精险了 便按照安长教所言 大家速速去做 此仙子当即下令 另外 此间诸多长生白雾 便借由人族大圣 进行掌管便是 安离接着开口 上官大圣有绝世底牌 可以震慑云罗仙尊 只有他才能守护这些长生白雾 否则其他人拿到 都是给自己招货 上官大圣守护这些白雾一日 天下便能得一日太平 一旦这些东西 落入云罗仙尊手中 所有人都会死 他声音庄严正重 目光扫视群雄 明明他只是太以惊献的修为 却让许多面带 炽热目光的仙道高手 都不禁低下头去 不敢与他对视 长青仙尊死后 他所有白雾 尽数散逸于此间 数量惊人 相当于全部长生白雾的四分之一 对世人来说 乃是莫大的诱惑 但此刻安理所说 已无人敢智慧 纵然有人心怀贪念 此刻也不敢动了 一来 安理所言不虚 云罗仙尊正在搜罗世间白雾 谁拿到 都会引来云罗仙尊的注视 这东西 乃是真正的烫手山芋 二来 对天下人来说 让上官萧萧持长 的确是最好的选择 他修为已从大罗跌落 远远不能窥望长生 而云罗仙尊 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如今天庭义主 上官萧萧 又已以莫大功勋 当封人族大圣 威望极高 天下共尊 还有道宗这种狠角色 为中流砥柱 碧落宫 宝顶宫等为鸡角 别说是等闲之辈 就算是大罗金仙 想要从他们手中 夺走长生白雾 那也是必犯天下之怒 自寻死路 当即 道宗之人马上出手 收拢散一天地间的长生白雾 夜天蚕 碧妖仙子等 一一带着人马离开 这场大战 终于落下了帷幕 当日 天庭之间忙碌无比 紫仙子本该还有登级大典 需要举行 但他如今身受重伤 如果举行登级大典 作用也不大了 无法从诸多大道中 得到相应领悟 天庭内部人员的替换 改革等 也需要紧锣密鼓地进行 好在安离并未负伤 所以有他操持大局 一切倒是井井有条 丝毫不乱 若离安全下有之 他也该欣慰了 林霄殿上 紫仙子并没有急着走上 那象征身份的宝座上 而是颇为欣慰地看着安离 道 你很好 他没有看错人 安离却是摇摇头道 若非上官太上力挽狂澜 今日一切也都只是梦里空花 上官萧萧没有说话 他只是拢了拢并脚秀法 道 从今日起 我便在天庭中休养 不会在外出 也不会参与外界战斗 他心中有数 经走云罗先尊的东西 他既不知道究竟是什么 也根本无法掌控 所以目前最好的选择 就是不出去 就在天庭休养 如此 云罗先尊看不出深浅 反而不敢轻举妄动 太上 这一战中 倒是有颇多蹊跷 安离有些犹豫 他心中闪过一个念头 关于陈罗州伏击 红波仙子时出现的 画骨大震 他心中一直在复盘 在考虑 他无法确定 那究竟是不是李安 毕竟 背后帮他完善画骨大震的人 并没有真正出现 但除了李安之外 他实在想不到 还有谁精通画骨大震 而且会帮道宗 但他还没有说 上官萧萧已经摇头道 不必告诉我 都不重要了 我本打算于 这一战中消逝 只是不曾想 还有种种变化 不得已 只好再狗活几年 他心中 不禁觉得命运弄人 当年李安和等狗王 百般求活 却还是被人所害 但他如今 本一心求死 此刻反而死亦不得 只能活下去 毕竟 他若死了 云罗仙尊便会 瞬间袭来 但他的确已累了 人族大圣 无尽辉煌 这些东西 对他来说都不重要 安离便没有再说什么 或许 继续保守那个秘密 才是最重要的 弟子明白 恭送太上 安离行礼 上官萧萧便离去了 他带着所有长生白雾 前往闭关之地 不久后 安离从灵霄殿中走出 安排好诸多事情 他也感觉有些疲累 嗯 走出大殿 安离却见南天门外 有一道身影 淡然坐在天雀尽头 正在看着 渐渐落下的夕阳 残虹洒落 将万里层云 染得罪人心魄 安离不禁 微微有些诧异 走了过去 只见利念雪 一身白衣 坐在那里 目光似乎一沉静 在落日之中 他脸上竟然出现了 一抹愉悦之色 似乎很沉醉 安离默默不语 两久之后 夕阳终于落下 天宫恢复了 原有的色彩 你今天心情很不错 安离道了一句 利念雪起身 竟是微微笑了一笑 道 因为对生命 还有所期待 所以 心情便不会太糟 安离不解 他只觉得 利念雪这笑容之中 竟像是有种死去 又归来的惊心动魄 就像是寂灭的烟尘 又绽放出绚烂的光 自四千年前那一战 利念雪便尘封自我 他已经千年不曾笑过 他成为了道宗之内 有名的冰山美人 被誉为血手人徒 甚至 就连他的母亲 谭青雪 都被他亲手斩杀 就连最珍贵的一切 情感都丧失 他又怎还有欣赏 美景的能力 安离也曾叹息过 却很无奈 因为他知道 一颗死去的心 只能自己拯救 今日 利念雪已得救 是啊 对生命 还有所期待 心情就不会太糟 安离没有多想 利念雪如何得救 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的秘密 正如他此刻 已怀揣了一个 不可能告诉 其他人的秘密 他也笑了 倘若李安太上 得见今日场景 他会开心的 利念雪道 他会的 在天庭发生的种种 很快变在意见 天庭内广泛传开 一时间在世上 引起了滔天波澜 天庭一主 红泊仙子 居然真的死了 紫仙子上位 不止如此 长青仙尊 也被杀掉了 道宗这次作局 差点将两大仙尊 一起葬送 到底怎么回事 这是要变天了吗 天下轰传 一时间 上到大罗金仙 下到贩夫走卒 都在谈论着天庭惊变 安离显然早有安排 所以 在他们的推波助澜之下 关于长生之争的真相 第一次被世人所知 长生之争 是只有一人能活 却要记掉整个世界 整段时空的血腥之争 昔日 被世人是座之高的长青仙尊 云罗仙尊 因为真相的公布 一时间备受唾骂 世间之人 无不日夜诅咒 而拯救了这一切的道宗 紫仙子 上官萧萧等 自然瞬间成为了世人心中的英雄 甚至 就连里安也被人反复提起 四千年前 太极山中的一战 其实一直只有少部分人知晓真相 如今 当然也尽数传开 紫仙子为天庭之主 此乃我等大幸 四千年前 里安以身为县 身死二分 可以说 他也是一位真正的英雄 却被误为血解魔君 四千年后 道宗拯救天下 当真是前赴后继 岁月静好间 不过是有人负重前行 上官萧萧与里安同 为道宗太上 昔年里安之功 其实已足以称 一生大圣了 如今上官萧萧续其一致 成就大圣公业 他九泉之下 也当明目 而此刻 某处酒楼之上 里安在临窗之处 默默喝酒 他听着酒楼中 热烈不息的议论声 脸上不禁微微有些复杂之色 心底甚至有一丝自嘲之意 得益于这次道宗的舆论宣传 他竟也被人称之为英雄了 英雄 大圣 这些东西 对李安来说 从来都是虚名 但有的时候 虚名当然也是利益的一种 多多益善 天庭心格 上官萧萧 道宗等 都需要在世间 确立形象 威信 所以 安离如此安排 自然是妥贴的 要安离执掌道宗 李安已十分放心 与周围的喧萧 沸腾不同 李安孤身一人 十分安静 他心中在默默覆盘 这一次天庭之战 每一个细节 都在他的心中闪过 每一个人物 转变等 在他脑海中 反复演绎 安离这场布局 显然早已为之 利用太阿剑圣的仙尊剑魂 和诡异仙尊 达成了合作 一步一步 先是暗杀红波仙子 然后送长生白雾给子仙子 再引出长青仙尊 与云罗仙尊合作 他流来至恒云罗仙尊的后手 就是上官萧萧 只是没想到 云罗仙尊早已有所准备 上官胜先成了 云罗仙尊破局的关键 最后 当云罗仙尊以为 大局已定的时候 李安潜入上官萧萧的异地中 激活了那张画像 李安乃是如今 世上仓物生死第一人 本就是从异地中归来的 所以 他自然也能进入异地 而那张画像 经过原子一母子多年的祭拜 思念成宁 只差一步 就能诞生出灵体 李安再施加一份力量 那画像中的灵便走了出来 云罗仙尊再强 但在长生者面前 却终究不够看 当长生者之灵浮现 哪怕只是一道虚影 就已经足够让他恐惧万分 当时 云罗仙尊必以为 这是道宗流来 对付他的后手 所以直接逃跑 毫无犹豫 就连长生白雾都顾不上了 实际上 李安赌的 就是云罗仙尊的恐惧 那灵体不过出生之物 其实力 只如孤魂野鬼 别说是云罗仙尊这种人物 随便来一尊 玄仙天仙等 如果敢对那灵体出手 都会瞬间发现 灵体只是直老虎而已 但在云罗仙尊眼中 长生者堪称 真正的大恐怖 而且 一个早就该逝去的人 忽然出现 他会怎么想 他并不知晓 他和长青仙尊 能够偷出原子异的棺木 是因为长生者的默许 甚至他们的长生白雾 也是来自于长生者的馈赠 在他看来 他当年和长青仙尊 利用长生者的红颜之己 逼得长生者 丧失权柄而死 就已经不死不休的大仇 在这种情况下 长生者突然出现 他心中 只会有一个念头 长生者冲他来的 更何况 安离就连长青仙尊 都给算计死了 算计他不是很正常 李安正是赌 无论最后 是长青仙尊活下来 还是云罗仙尊胜出 亦或者两人都没死 但只要 长生者的灵体一出 他们都只有一个选择 对 走到了仙尊这种层次 长生只在眼前 绝对不会再冒险 目前来看 李安暂时赌赢了 但也只是暂时 云罗仙尊离开之后 肯定是会思考 为什么他能够全身而退 他定会怀疑 怀疑长生者究竟是真是假 但李安也料定 他这种人物 只会反复试探 绝对不敢自己出手的 因为 就算长生者真的死了 他留下的后手 也足够先遵守的 李安不禁叹息了一声 虽然子仙子 已经成为天庭之主 虽然上官萧萧 拥有了人族大圣的威名 虽然道宗 成为天下之宗 但只有他清楚 这一切都只是 建造在流沙上的辉煌 已经不堪一击 当云罗仙尊 终于明目一切 当他心中的恐惧 终于消散 便是天庭覆灭 天下计案之时 云罗仙尊 已经是世上 唯一一尊仙尊 真正的无敌于世 不知不觉间 李安的眉头 已渐渐宁静 除了云罗仙尊之外 他心中 还有一种莫名的担心 在他看来 长青仙尊的心思成辅 绝对不可能 比云罗仙尊弱 既然如此 为什么云罗仙尊 都会提前落下 上官圣仙这样的棋子 长青仙尊 却浑然无觉 天庭大事出定之后 他马上离开 没有停留 甚至没有和道宗众人 上官萧萧等 打一个招呼 也来不及 去追杀上官圣仙 就是急着 来验证心中的猜想 他在等人